等方月案结束才会到秦玉的案子开庭 现在方月案还不知何时开庭 这中间要挺长一段时间 短则一两个月,长则大半年 大约是赶不上婚礼了 方月绝症晚期,没多久可活 而且这么受关注 很可能会以最快的速度开庭审理 如果秦玉被起诉,应该也会很快被开庭 这倒是 这个案子给杀妻者一个应有的判决意义很大 应该会尽快开庭 姜未书心中仍然有些失落 但能不能赶上婚礼不是眼下最重要的 秦玉能够安然归来才是最重要的 你什么时候再去见他 明天早上 都算想到明天周一 姜未书应该要回S室了,也说道 你有没有什么话需要我带给他 明天上午我跟你一起去 姜未书决定请一天假 可是你去了也见不到了 不是律师是没法会面的 我知道 我跟你一起去 在外面等你 第二天一大早 陆三到秦家接姜未书 两个人一同前往看守所 把车停好 陆三扭头看着姜未书 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说说 最后说道 那我去了 嗯 姜未书神情平静地摁了声 陆三把车钥匙给他 转身下车 姜未书望着他背影 直到他走进看守所 才慢慢收回目光 因为提前有预约 陆三很顺利见到了秦玉 他先是打量了一下秦玉 精神状态还可以 但是脸色有些憔悴 眼底翻着血丝 显然没有睡好 你怎么又来了 秦玉率先开口问 陆三听到这话很想翻白眼 这要不是关系好 当他愣意来这地方 我是替人来看你的 秦玉看着他 陆三本来还想卖个关子 可他似乎猜到了什么 眼神又深又专注 像是透过他再看另一个人 陆三从来没有见过 他这样的眼神 一秒都扛不住 嗨了一声告诉他 哎 瑞叔前两天来了京城 他现在就在外面 秦玉微微一愣 再是看向窗外 但是窗外什么都没有 远处是高高的围墙 江瑞叔不在这里 在高墙之外 今天是周一 他请了一天假 下午就回S室 明明过来也见不到 却仍然要过来 隔着高墙 明明在目击之处 却无法见面 陆三心中暗暗叹气 把江瑞叔的打算告诉他 瑞叔没办法长留京城 但为你做了全部的打算 他还让我给你带句话 秦玉收回目光 看着陆三 他说要不然先领证 在家期间也不影响结婚 陆三转答 半个小时后 陆三从看守所出来 远远看到江瑞叔站在车旁 目光看着看守所的方向的某个地方 下一刻他注意到他 站在原地 看着陆三走到跟前 他怎么样 还行 除了不大习惯 没别的问题 江瑞叔点头 他说所条件辛苦 不习惯在所难免 他要说什么 陆三嘴角抽了抽 他说无眉无品 要不得 江瑞叔愣了愣 随即忍不住笑出声 好吧 秦玉要三眉六片的体面 就等他出来吧 陆三被他们两口子 甜到又虐到 我会在京城这边守着的 有什么消息 就打电话告诉你 放心好了 嗯 辛苦你了 嗨 咱们什么关系啊 还用说这些 陆三拉开车门 走吧 我送你去机场 江瑞叔抬头 看着不远处的高墙 过了会儿 转身上车 秦玉被捕 在业界掀起了一场大地震 S市这边 也有很多人知道了 而C区法院的人都知道 秦玉是江瑞叔的未婚夫 于是第二天 江瑞叔来到法院时 受到了同事们的关注 领导还特地找他谈话 见他情绪稳定 这次还放心 过了两天 陆三在电话里 骂骂咧咧说 秦玉取保候审 没被批准 这意味着 秦玉要在看守所 待到结案后 好在方月案很快开庭 陆三传来消息 这次方月没有请律师 看样子是不打算为自己辩护 不过按照规定 法院只派了一个律师 为他辩护 方月案的开庭 备受瞩目 开庭当天 法院外排起了旁厅的长队 还没到开庭的时间 直播室已经蹲满了人 上午八点半 旁厅人员开始进入法庭 开庭前 两百多人的大法庭坐满了人 距离开庭还有五分钟 书记员开始宣图 法庭纪律 请审判长陪审员入庭 陆三在旁厅席中 与其他人一起站起来 目光同时转向一个方向 一系黑色法袍的审判长 率先步入法庭 两名审判员紧随其后 审判长神情严肃地 扫逝法庭 落下法锤道 现在开庭 方月是坐着轮椅 被推上法庭的 饱受冰痛折磨的他 受得眼窝深陷 但今天他明显特地将自己打理了一番 刮掉了胡子 头发整齐地束到耳后 一身黑袭裤白衬衫 虽然穿起来很空荡 但让他看起来精神了很多 三年前关注过杀倩的人几乎认不出来他 他原本是做酒水生意的 生意做得不大 但衣食无忧也算是意气风发 当年也称得上一句一表人才 如今变成这副模样 这就是报应吗 确认过身份 公诉人开始宣读公诉书 接下来的辩护词中 也不知是不是方月一心认罪 对检方指控的犯罪事实不予反驳 只是提出了方月之所以杀害妻子 是因为他的妻子王英疑似出轨 方月以其发生争吵而杀人 但是关于这一点 辩方没有拿出有力的证据 而检方反驳方月去农庄杀害王英 明显是用预谋的 是谋杀 而不是所谓的因争吵而激情杀人 公诉人说的没错 我跟王英吵架后 知道他去了农庄 那里地方偏僻人很少 就起了杀他的心思 还没等辩护人争辩 方月突然开口 一下子打乱了辩护人的节奏 辩护人文言 把道个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方月既没给钱 这个案子本身也敏感 这么个人不值得自己冒风险去出逃 自己可不想跟那个性秦的律师那样 深陷淋语 既然他一心认罪 自己又何必费那个心思 公诉人乘胜追击询问方月 你把案发当天的情形详细复述一遍 方月靠着轮椅 我和王英一起做酒水生意 做这个生意的人都知道 没路子你拿不到好酒 我有个路子可以拿到高档酒 但是王英一直不答应 因为那个供货商有点龌龊的想法 说要跟王英吃顿饭 我跟王英说我陪他去 就吃顿饭 绝对不会给人占便宜 王英就是不乐意 我俩吵了很多次 那天我们又吵了一架 他跟我说要离婚 还要分做一大半的财产 我不答应 他就说我不答应就告诉所有人 我让他陪酒陪睡 拉生意 他语气很平淡 仿佛在陈述别人的故事 当时我跟他道歉 他接受了 然后叫我反省反省 一个人去了农庄 我就知道他心里还在记恨我 他心里面真的动了离婚的念头 我很清楚他是什么样的人 他吵架时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他的心里话 要是不离婚 这个事会成为他一辈子拿捏我的把柄 那个农庄是我和他结婚后买来的 平时没事的时候 回去种点菜 请朋友搞农家乐什么的 平时没什么人 我就算好了时间过去 趁他不注意的时候 捅了一刀 方语没有任何隐瞒的意思 将细节说得很清楚 根据他的陈述 他是用一把水果刀杀死了王英 前后不到十分钟 他离开得很快 干净利落得像是经验丰富的杀手 叫人悚然 旁定席中王英的父母听到他陈述 忍不住朝他扔鞋子 一度场面混乱 方语彻底认罪 辩护律师只能干巴巴的 辩护说方语是因为感情矛盾 而起了杀心 但显然没有什么说服力 最后审判长问方语 被告人有什么想说的 一个多小时的停水 对方语的精神损耗很大 他咳嗽几声才停下来 气息虚弱了很多 看见有点可怜 听到审判的询问 他慢慢地垂下眼帘 静默了一会儿 缓缓开口 我一直在说服自己 都是王英的错 做生意 不就是要给人 赔笑点吃亏吗 我只是想多赚点钱 让我们生活得更好点 难道 我愿意让自己的老婆 出去陪酒啊 我也很委屈 可不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为了我们 这个家 他怎么就不愿意 还要拿我的把柄 跟我离婚 我的一片真心 都为了高 说到这儿 还停顿了一下 其实 我们感情还是不错的 没必要走到这一步 但是 会是晚意 我知道这一切 都是我的错 可是我没有勇气去面对 好在上天帮我做出了选择 俗话说人在做天在看 你做了什么坏事 老天爷都给你记着 法律制裁不了 老天爷也会惩罚 这就叫做 恶有恶报 我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现在我很后悔 我不该犯下这样的逃天罪行 更不应该在犯罪后 叫律师想封设法帮我逃脱罪责 我走到今天这一步 是咎由自居 希望大家以我为戒 不要成为第二个我 他这番忏悔 等于再次承认了杀妻事实 至于有多少真情实感 在里面没有人知道 审判长没有当庭宣判 但所有人都可以肯定 方玉杀妻的事实 已经无可辩驳 果然三天后 法院再次开庭 方玉故意杀人罪成立 判死刑 方玉从始至终没有说话 似乎已经看待了生死 听到判决 王英父母哭得瘫倒在地上 三年 三年了 盈盈 你终于可以瞑目了 记者经头忠诚的 记录了这一幕 引起一片同情 很多人都还记得 三年前王英父母出庭的模样 那次他们没有等来正义的判决 这次终于等来 可这三年太煎熬了 短短三年 他们白发苍苍 老了十几岁 若不是为女儿讨一个公道的念头支撑着 恐怕早就坚持不下去了 相应的 方玉这个丧心病狂的杀妻恶魔被千夫所指 还引发了婚姻安全话题 可以不爱 但别伤害 还有人自发的王英目前送花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她 可这个结果总叫人不是那么痛快 方玉逍遥法外整整三年 这三年她过得很不错 如果不是她身患绝症良心发现 或许这辈子她都不会说出真相 王英也永远等不来正义的结果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可如果不是老天有眼 方玉就真的逍遥法外了 而现在即使没有法律的制裁 她也快死了 这样的结果由多方造成 司法体系的不完善 方玉的狡诈 还有帮她脱罪的律师 就在这时 一篇报道横空出世 这篇标题为 起底方玉杀妻后如何无罪释放的报道 详细描述了方玉如何杀人 到被抓捕 到庭审的全过程 由记者采访方玉整理而成 文中出的细节 皆出自方玉之口 经方玉亲口承认 当年她能无罪最关键的原因 是请了一个厉害的律师 律师在了解情况后 觉得可以做无罪辩护 还告诉她 她之前的证词对她很不利 不能那么说 于是她当庭翻供 配合律师打雷 控方一个措手不及 最终得以无罪释放 卧槽 这个律师也太黑心了 良心呢 呵呵 律师就是没良心的职业 他们就喜欢方玉这种 罪大恶极的犯人 越恶钱越多 现代的律师在古代 就是纵棍 给钱就跌倒黑白 角龙是非的恶棍 只要给钱 才不管你到底杀没杀人 我看得头皮发麻 方玉在采访里的意思是 她那个辩护律师 知道她杀了老婆 然后还是帮她做无罪辩护 理解没错 方玉在最后陈词的时候说了 她犯罪后 让律师想方设法帮她脱罪 肯定是知道她杀了人的 她花了大价钱买命 这位律师就帮她脱罪了 我生活在法治社会 花钱还可以买命 当然可以买了 能买命的路子多了去 前一阵子 宝马女酒驾 撞死的人赔了好几百万 不就没事了吗 方玉的律师费保守估计六位数 不过 买命钱不算贵 这不是贵不贵的问题 这种律师根本就是包庇罪犯 应该跟方玉一起判刑 判个帮宣的罪名 没错 这根本是知法犯法 应该重罚 有没有人扒这个律师的老底 他肯定不止干过这么一次 说不定还有其他烧坏者 大家一起举报 真不是第一次了 前阵子很有名的杀奶奶蛋子 也是这个辩护律师辩的 那个小畜生为了点钱 杀死自己奶奶 完事还跑出去玩了一晚上 才回来告诉家里人 他把奶奶给杀了 本来至少死缓的 这个律师说小畜生杀人的时候 还有半个小时才满18岁 是未成年人杀人 就这半个小时 小畜生从死缓变成了15年 卧槽 卧槽 真的假的 他妈的半个小时 能叮个什么用啊 半个小时 小畜生能从恶魔 立变成天使 我他 我已经气得不知道 说什么好了 我现在就想问一句 这种黑律师 能不能死刑啊 别放出来 住手为虐了 死刑加一 死刑加二 舆论本来就被媒体的报道 弄得早已沸腾 有人扒出秦玉给邱成旺辩护成功后 立即如火上浇油 怦然爆炸 两天后 秦玉被提起攻速 更是将舆论推向了巅峰 舆论几乎一片叫好声 期待黑律师被攻审 这些媒体 卢斯安在电话里咬牙切齿 搞出这个报道的媒体 就喜欢断章举议 搞什么群体对立 为了流量 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是惯犯了 三年之间就网爆秦玉 现在又来 除了新闻媒体 还有各种营销号蜂拥而至 从各种角度 揭露批判方域案的种种 将秦玉带到了风口浪尖 老百姓 苦黑律师已久 秦玉作为方域杀契案的辩护律师 无疑是黑律师的典型 这时候只要冲进 批判的大军中踩上一脚 就能轻松获得关注度 至于是非屈职 who care 流量才是王道 陆三放狠话 接着说起了今天第二件事 秦玉被移交公诉之后 很多同人找到我 说要为秦玉辩护 与外界不同 秦玉被移交公诉后 绿界一片哗然 作为绿界标杆性的人物 秦玉一直很受关注 谁也无法否认 他在形变领域的地位 他不是第一个 因为做形变入狱的律师 但这样一个标杆性人物 因为做形变被公诉 对绿界 尤其是形变领域而言 是一个不太好的信号 不安的气氛 随着他被公诉蔓延 一时间 众多律师挺身而出 纷纷请应为秦玉做辩护 都有哪些律师 姜卫书问了 陆三给他一个名单 律师们来自全国各地 各大小律所 很多都是叫得上名号的律师 他们自愿为秦玉辩护 姜卫书看到了熟悉的名字 梅丽涵 姜卫书对徐徐没什么了解 但梅丽涵不可谓厌相不深 骄傲要强的女律师 他们都是秦玉为对手 但是此刻 曾经的对手 转过来为对手变白 手机突然一直能震动 小赵律师 在外出有点意外 赵思雨会打电话给自己 自从这位新律师 独立职业后 便再没有听秦玉提起 她只大概知道 赵思雨现在主要帮助 弱势群体打官司 是个极具正义感的姑娘 江法官 赵思雨小心问她 我有没有打扰到你啊 没有 我在休息 姜卫书觉得她不会 无缘无故打电话过来 便问 有什么事吗 赵思雨顿了一下 我想问一下 刑律师的事 就是 刑律师她怎么变化 如果不方便的话 江法官你就别告诉我了 没什么不方便的 赵思雨说明白她想法 淡淡笑了笑 已经请了几位律师 累计还有不少律师 伸出援手 谢谢你关心 这样啊 那就好 她又停顿两秒 低声呢 我也想为秦律师辩护的 可惜 我没有那个能力 帮我收到秦律师 赵思雨跟秦律 有很多观念冲突 甚至在方玉杀千案上 有诸多分歧 但她也不希望 秦律因为做行变而获罪 她反对的是 秦律做辩护的观念 而不是她做辩护这件事 没关系 相信你有一天 可以成为自己 想要成为的那种人 赵思雨嗡了一声 谢谢你江法官 如果 虽然我也帮不上什么忙 但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我也会想尽办法 帮助你的 蒋威处心逃意呢 谢谢你写招律师 就在这时 一个陌生的京城号码 打进来 蒋威处对这个号码 没有咽响 不过这段时间 因为秦律的事 她经常接到京城电话 于是她跟赵思雨 到了别 很快接通电话 江法官 电话里传来一个 不大熟悉的女人的声音 蒋威处目光落到 陆桑给的名单上 很快就对上了号 梅律师 没有打扰到你吧 梅律师有什么事 就直说吧 蒋威处以为 有些猜测 我想自荐给秦律做辩护 她直言不讳 随后介绍起自己 我是一个有十年以上 行变经验的律师 在行变这一块经验丰富 曾经为类似的律师 伪证罪做过辩护 并且辩护成功 在京城也有一级之地 各方面人脉不缺 可以保证消息来源畅通 而且我有个优势 那就是我对秦律很了解 这一点不是跟你炫耀 而是作为对手的了解 我熟悉她的做事风格 我可以比别人更好地 配合她辩护 秦律自己作为一个 在行变领域经验丰富的律师 她肯定有自己的辩护思路 所以她需要的 是既能交付后辈 就能协助她辩护的律师 没有人比我更合适 她十分自信地说 蒋威处一时不知道 该如何回答 你为什么想着 要给秦律做辩护 你怕我对秦律不利 她直接问出来 不过她觉得 姜卫书怀疑自己很正常 完全不生气 没有 这只是一个正常的询问 姜卫书没有这么想 只是想知道 她为什么给秦律做辩护 你是司法体系的人 我不知道你理不理解 秦律被公诉 对于我们历界意味着什么 今天换个律师 不是秦律 因为这种罪名被公诉 我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 梅丽寒缓慢而坚定地说道 我想打败她 但不希望她被这种原因打败 我也是律师 这是对律师的挑战 我不希望她输 姜卫书相信她的话 以她的骄傲 不至于做出 趁势打击对手的事 如同每一个主动 请应辩护的律师 他们都不希望秦律输掉 我知道了 我会跟陆思安说的 不过最终是秦律确定 邀请哪位辩护律师 你没意见就行 秦律那边我会自己说 梅丽寒挂电话前顿了一下 突然郑重的 我会竭尽所能为秦律辩护 以我的职业生涯保障 姜卫书微微一愣 随即说道 谢谢 梅丽寒没再说什么 很快挂了电话 姜卫书也没耽搁 随后就给陆思安打电话 而说了梅丽寒的事 陆思安表示知道了 第二天告诉她 梅丽寒加入律师团 同时加入律师团的还有徐旭 她与梅丽寒一样 既是秦律的老对手 也是极其了解秦律的人 至此秦律的律师团队 组建完毕 留给律师们的准备时间不多 由于方律是秦律案的 关键人物 考虑到她的特殊原因 同时案子备受关注 秦律的案子很快就开庭了 姜明德这几天都在家中 今早妇女俩面对面车 炖安静的早餐 姜明德见她表情淡定 才开口问呢 你今天是不是也有开庭 嗯 两个开庭 上我一个下我一个 正好和秦律开庭撞着时间 姜明德又看看她 说这些事实仿佛在说天气 便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回去 吃过早餐 姜未书独自开车去法院 一到法院她有感觉 大家隐晦的打量 这种打量没有恶意 而是戴上了关切和小心翼 似乎是怕碰触到她不开心的事 姜未书知道他们在想什么 习惯性地打过招呼 便回了办公室 过了一会儿 刘一丹过来确定开庭的信息 就八点半开庭 嗯 不然呢 姜未书一边收拾东西一边说道 当事应该到了 没事就快去准备吧 是 我这就去 等人离开 姜未书收拾东西的动作 突然停了下来 望了望窗外 目光望向某个遥远的地方 但很快她收敛心绪 披上法袍 戴上文件袋 大步朝法庭走去 京城 八点刚过 法院外面便陆续来了不少人 三五成群 形形色色的人都有 记者扛着长枪短炮在外面等候 坐起了现场采访 每个人都想见证这一场 备受关注的庭审 在秦玉被捕后 绿邪便在奔走发生 而众多律师请营上阵的事 也引起热议 可想绿界对于此事的在意 最受关注的还是秦玉的律师团 即至八点半 若是关注绿界的人 便可以认出一个熟悉的面孔 记者们自然不会放过 采访绿界人士的机会 八点四十分 六名西装革履的律师出现在法院外 与他们同时出现的 还有邱文静和秦润之 邱文静这张脸曾经出现在财经杂志上 很好认 而秦润之要低调很多 不是科研圈内的人鲜少知道的 但这段时间秦玉的底细已经被扒了个光 他们一露面 记者们就知道他们是秦玉的父母 纷纷上前采访 记者们蜂拥而至 将律师团围住 争先恐后提问 邱文静和秦润之都没有作答的打算 梅丽涵代表律师团发言 为委托人争取利益 是律师的责任 秦律师为方玉做无罪辩护并辩护成功是合法的 不应当被谴责 更不应当因此获罪 我们会为他辩护到底 这次他是秦玉的辩护律师 由他和徐旭出庭辩护 说吧 律师团便不顾记者提问 朝法院大楼走去 八点四十五分 律师团到达法庭 很快 可容纳两百多人的法庭人马 梅丽涵坐到辩护人席位上 他不是第一次来这样的大法庭 更不是第一次坐上辩护人席位 但这次的感觉全然不同 他没想过有一天 自己会为秦玉辩护 他扭头看了看徐旭 徐旭正好也转头看他 两人在彼此眼中看到了坚定 梅丽涵本来还想说些什么 但是这一眼 他却没再说什么 他们目的一致 那就是救出秦玉 谁也不能阻挡这个目的 他们将竭尽所能不惜手段 就在这时 一席检察官服的公诉人 部落法庭 葬蓝色正装制服 白衬衫红领带 胸口配国徽 身姿高挺轻瘦 正义里人 梅丽涵和徐旭不业而同 看过去 与对方视线隔空相对 也是老熟人了 梅丽涵没有在法庭上 碰到过周关城 不过对他并不陌生 当初方域杀其案庭审上 他跟秦玉 不提这事 这位公诉人在法律界 也很有名 是位极恶如仇 义务过硬的检察官 曾经追究了很多罪犯的责任 抛开立场问题 梅丽涵还是很欣赏这么个人的 但现在作为对手 他就不大乐意见此人 当年他败给秦玉 现在公诉秦玉 必然抱着追究秦玉 法律责任的决心 做了十二分准备 不过他们也不怕就是 周关城自然也知道 秦玉的豪华律师团 现在上庭的只有两位辩护律师 但实际上有六位 都是法律界有名号的律师 能力都很出众 而秦玉本身也是一个 能力卓却的自身律师 他要面对的不是一位一 或者一位三 而是一位七 比当年与秦玉打擂台 面临的对手更加强劲 但这阻止不了他追究秦玉的责任 他这法律底线的人 都必须受到惩罚 双方很快一看目光 专心做开庭前最后的准备 十分钟后 书记员开始宣读法庭纪律 请审判长 审判员入庭 所有人纷纷起立 行注目里 下一刻 身穿黑色法袍的审判长 不若法庭 两名审判员紧随其后 这次合议庭由三名法官组成 而审判长更是由刑庭庭长担任 是一位自立深厚的法官 两位审判员也是资深法官 可见法院对这个案子十分重视 梅丽涵看着三位法官 审判长不是科班出身 纵观其经手过的案子 对律师算不上友好 这对他们不是个好消息 不过两位审判员都是学院派 倒是可以跟审判长平衡 他心念电转 面上不露分毫 注视着审判长走向审判席 最后调整一下自己心态 自己彻底的沉淀下来 审判长宣布开庭 传被告人秦玉到庭 所有人的目光同时投向入口 过了一会儿 两名法警一左一右 领着一个高大挺拔的人 出现在所有人的视线中 只见消失在人前一个月的秦玉 终于再次出现 他的着装简单干净 白衬衫黑西裤 看着跟在场的两位律师 无甚区别 只是没打领带 背脊笔直如青竹 看着笔以前要轻瘦很多 脸颊轮廓要更有棱角 让他看起来更冷峻 一双深邃的眼眸 波澜不惊 宠辱不惊 才看到秦玉的那一刻 秋闻竟有些躁动 无法安然端坐 秦润之握住他的手 用眼神学问他是否还好 他回握住丈夫的手 控制情绪 贪婪地看着儿子消瘦的脸孔 心中满是关切和担忧 秦玉目光最先看到 旁听席中的父母亲友 对上父母关切担忧的目光 他心中有些愧疚 这一个月来他身陷淋雨 家人不免牵动心神 泼度挂念 他给了个安抚的眼神 告诉他们自己没事 旁边的路三要平静许多 两人视线交错 便无需多言 这时 一道强烈目光落到他身上 秦玉瞥了一眼 果然是公诉人 老熟人见面 周关城脸色严肃 唇敏成一条线 幽深的眼眸中风平浪静 却是锋芒暗藏 取势待发 察觉对方的逼是 他没有退缩 也没有僵持 只是将对方的反应 尽收入眼底 便从容转开目光 与此同时 三位法官端坐审判席上 观察他 法庭上以证据说话 但毫无疑问 他轻烈的气质 纵然有距离感 但也很难让人产生恶感 法检将他带到 被告人席位 将手铐打开 多做后 他微微转头 看到旁边 辩护人席位上的 梅丽涵和徐徐 也看着自己 两位辩护律师 梅丽涵 微微焊手 表示他们都做好了准备 秦玉没有回应 很快一开目光 结束短暂的接触 现在何时被告人 秦玉身份 审判长看了一下 习下秦玉发文 被告人 你叫什么名字 秦玉平静地回答 秦玉 是否有藤永明 没有 民族 汉族 文化程度 大学 职业 律师 你因为什么事被捕 因为涉嫌伪重罪 审判席 确认了基本信息 继续确认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第190条的规定 现在宣布 审判人员 公诉人名单 何一庭 由周固安 苗甫 杜以清组成 周固安 及本人 担任审判长 书记员 崔萧夏 担任法庭记录 京城人民检察院 指派检察员 周关成 出庭支持公诉 被告人秦玉 你是否听清 清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 第29条 第31条 第32条的规定 当事人如果认为 本庭宣布的上列人员 与本案有利害关系 可能影响案件 公正处理的 可以举出事实和理由 申请审判人员 书记员 公诉人员回避 被告人秦玉 你是否申请回避 我申请公诉人 周关成回避 所有人都为之一愣 分分看向周关成 这其中有什么员工 不过有些了解 当年方玉杀击案 庭审的人 很快想到 当年法庭上 控辩双方 就是这两个人 或许是因此有恩怨 周关成不知道 他会一开庭 就申请自己回避 不过他对秦玉 做了全方位的预示 秦玉肯定会有很多 寻常庭审 不会发生的状况 被申请回避 很突然 但他内心并无波澜 反而印证了 自己对秦玉的预示 审判长 却是颇为意外 已申请回避的理由 是什么 我的案子 则是方玉案的衍生案 方玉案尚未定案 证据未定性 警方便已对我实施抓捕 我有理由怀疑 警方或者促成 方玉案再审的司法部门 故意针对我 是对于三年前 方玉因我辩护 成功无罪 释放的司法报复 听他这么说 其他人不由愣了一下 先前大家看了方玉的自曝 知道他是杀妻真凶 他的辩护律师 明知道他杀人 依旧做无罪辩护 所以大家都认为 秦玉是帮凶 但未经审判前 任何人都不能称之为罪犯 即便方玉说 自己杀了妻子 没有经过庭审宣判 他仍然是无罪的 因而从司法程序上说 秦玉涉嫌伪证罪 应当在方玉案定案之后 才能确定他涉嫌伪证罪 进而才能将人抓捕归案 审判长眉头皱起 这的确有问题 但他对秦玉的说法 也有所质疑 这跟申请公诉人回避 有什么关系 公诉人周官成 曾经是三年前 方玉案开庭时的公诉人 所候至今 一直没有放弃方玉案再审 对我有很深的敌意 他曾经亲口对我说过 要我为方玉案的 所作所为付出代价 审判长眉头说得更紧 你们曾经作为控辩双方 立场本来就是不同的 但是方玉案已经结束 你现在会站在这里 是被方玉检举 经公安部门侦查 才移交检方公诉 与公诉人 无直接因果关系 随后驳回了 他的回避申请 雷利涵和徐旭都有心理准备 听到这个结果 不由看了看彼此 这个审判长果然对律师不大友好 而秦玉被驳回后没有坚持 似乎无可奈何 但周官成知道 他告诉了何一婷和所有人 他和自己不对付 起不到关键性作用 但这无疑是个绊子 从提出回避开始 目光都没有分一点过来 这是他熟悉的秦玉 那个在法庭上不好对付的 明律师 周官成唇献敏得更紧 脸色越发严肃 现在开始法庭调查 审判长宣布进入下一个阶段 周官成宣读起诉书 起诉书中说明了原有 杀契案侦修方玉检举自己的辩护律师 在明知道自己杀害妻子的情况下 为了帮助方玉脱罪 教唆方玉编造虚假口供 并帮助方玉消灭证据 其行为触犯刑法第306条规定 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 伪造证据 妨碍作证罪对秦玉提起公诉 秦玉缓缓抬起眼眸 目光凌冽地看向周官成 宣读完起诉书 周官成对上的目光分毫不退 被告人 你对起诉指控的犯罪事实 有无意义 先就指控的犯罪事实 有无向法庭陈述的 审判长询问 有 秦玉说道 我没有教唆方玉编造虚假口供 也没有消灭证据 方玉之所以捏造指控我 是因病心理扭曲 他自曝杀其真相不是良心发现 而是想死之前 拉一个人下地狱 秦玉看着审判长 我正好是他最容易牵扯的人 审判长文言深深看着秦玉 接着看向辩护人 辩护人对起诉指控的事实 有什么意见 梅丽涵对着审判席 义正言辞道 审判长 审判员 我方对公诉人 对被告的指控存在意义 方玉案中 被告人告诉方玉不要说谎 不是教唆方玉编造虚假口供 也没有毁灭证据 相反 被告人在为方玉辩护的过程中 积极履行了作为律师的职责 却被当事人诬陷其当初的辩护行为 这不仅是对被告人的打击 也是对刑辩律师这一群体的打击 辩方将此案上升到群体 可见态度很坚定 审判长魏宇治平 很快进入询问阶段 周官成冷却的目光 急剧压迫感 让人想不注意到都难 秦玉抬眸朝他看了一眼 神情却平静到淡漠 在法庭上这样的表现 在旁人看来 不免有些挑衅的意味 周官成看来也如此 他觉得秦玉心中没有敬畏 即便此刻坐在被告人协位上 仍然对法庭没有敬畏 但他也知道 秦玉敢这样的确是有本事 越是这样 越难以制服 无声的对峙其实只有一瞬 他只看了一眼 便迅速进入公诉人状态 被告人 你第一次与方玉会面时 他又没有如实告诉你 他杀了七子王英 对面的梅丽涵和徐徐 同时抬头看向对面 第一问就是戳在了方玉案中 最敏感的一点上 方玉自曝后 秦玉就因为这一点备受指责 被骂是杀鸡恶魔的帮凶 秦玉仿佛没有感觉到 现场气氛的变化 淡然的 有 法庭里出现小小的骚动 他也承认了 他当初真的知道 方玉杀了七子王英 仍然为方玉做了无罪辩护 安静 审判长警告 包括他为什么想杀王英 如何策划杀死王英 以及如何杀死王英 及作案后如何离开 是的 也就是说你充分知道 并了解方玉杀死王英的事实 是 做无罪辩护是谁提出的 反对 梅丽涵突然打断 这跟本案无关 这个问题其实不涉及关键 不论秦玉如何回答 都对事实定性没有直接影响 但肯定会进一步加深秦玉 恶魔帮凶的形象 这么问根本就是用心险恶 反对无效 审判长驳回 梅丽涵冷冷看了眼光素人 最终没有争辩 抹然做了回去 徐旭对他轻轻摇头 这种问题对于秦玉而言不算什么 这刚开始他还能应付 梅丽涵的情绪其实没怎么激动 周关诚这样的公诉人 他不是第一次遇到 立场不同 双方为了赢 都得全力以赴打击对方 这很正常 但这不妨碍他干周关诚不顺眼 在心里下决心 待会儿要把这些脏水 全部泼回去 被告人 举事回答问题 秦玉的确如徐旭所想那样 这个问题影响不到他心境 相反他一点不排斥这个问题 眉毛都分毫未动 方玉 你没有反对 秦玉看着他 无罪辩护具有可行性 我为什么要反对 周关诚没有回答他 继续下一个问题 为什么无罪辩护具有可行性 反对 梅丽涵再次出声 公诉人的一系列问题 都与指控被告人的罪名 没有直接关系 请公诉人不要浪费时间 反对无效 审判长很快决断 审判长 公诉人对被告人 有明显的敌意 希望您不要忽视了这一点 梅丽涵直接向 审判长抗议 审判长淡淡批了一眼 何以听自会判断 梅丽涵虚伟一笑 面无表情 坐了回去 被告人回答 公诉方的问题 审判长对秦玉道 秦玉看了看审判长 答道 因为警方找错了 最关键的凶器 证据存在重大缺陷 也就是说 他在知道方玉 杀人的情况下 找了警方的漏洞 利用这个漏洞 让方玉这个杀人犯 逃脱了刑法 旁听戏中再次传来骚动 安静 审判长再次警告 周官成知道 他说的重大缺陷是什么 当初警方是找了凶器 实际与伤口相扶 也有当事人的购买记录 方方面面都符合 但是那个凶器被他推翻了 还牵扯到了警方 制造伪证 让警方丢了个大脸 所以你利用这个漏洞 给方玉做无罪辩护 法律不允许律师 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 秦玉钉钉看着他 突然反问 如果不允许 直接立法不准律师 做无罪辩护即可 这样庭审三方 也不用在法庭上 表演三方制衡 周官成也看着他 沉生呢 法律没有不允许 无罪辩护 任何人在未经审判前 都是无罪的 既可以做无罪辩护 既然法律允许 我为当事人做无罪辩护 有何不可 周官成没办法反对 秦玉的话 所以不是法律不允许 是你们司法人员不允许 秦玉的质问又快又狠 直接扎中了周官成 作为公诉人的命脉 周官成意识到 自己落入秦玉的逻辑中 果断将主动权拿回来 现在是我在发问 你只需要回答我的提问 你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等到辩论时再陈述 秦玉没有穷追猛打 对他微微汗手失忆 让他继续问 周官成也没有 被他的反客为主影响到 再次发问 会面的时候 你有没有告诉他 他的证资对他不利 有 他否认自己去过案发地点 警方有明确的证据 证实他去过案发地点 不承认也没用 周官成目光灼灼 所以你想让方语翻供 不 秦玉转过脸 对上他的逼事 我告诉他不要撒谎 警方不是吃素的 很容易被拆穿 倒是会对他更加不利 但方语在法庭上 翻供时没有说实话 周官成谋光深沉 当时的看守人员作证 你与方语会见的时候 将看守人员全部赶走 不允许他们在场 随后方语就翻供了 监狱马上到 律师法第33条 辩护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时 不被监听 我让看守人员离开是合法的 侦查机关也不得派员 在场监督 周官成知道 他最擅长利用法律做武器 想通过询问 让他主动承认是不可能的 于是迅速转换思路 方语有没有告诉你 他是如何处理凶器的 他说扔在了江中 这一点我无法证实 接受方语的委托后 你曾经去过他父母居住的小区 是 你去那里做什么 询问他们一些有关于方语的问题 为什么亲自登门 而不是叫他们去律所 周官成目光灼灼 据我了解到的一些 关于你的做派 你很傲气 只有别人迁就你 没有你迁就当事人和当事人家属 公诉人对我了解可谓处心几虑 情语语气平淡 就在让人听出了几分嘲讽 回答我的问题 周官成步步紧逼 方语父母不方便出门 那也可以电话询问 不方便 那方语有没有让你 从他父母家中拿什么东西 没有 刑御曼调思里道 有经验的行辩律师都知道 不能帮当事人传话 何况从家属手中拿走东西 撒谎 周官成突然立一声喝道 你成为方语的律师后 就一反常态地去了趟方语父母的家中 而真正的凶器 就是在方语父母小区的池塘里面找到的 你却说凶器被方语扔到了江州 你怎么解释 方语没跟我说实话 刑御淡然的 方语将杀人事实告知于你 不可能没有告诉你凶器到底在哪 否则当初庭审的时候 你如何肯定警方找的凶器 不是真正的凶器 当初警方交上来的证据很明确 秦玉却一口咬定凶器是伪证 极力推翻了这个证据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真正的凶器在哪 怎么会这么肯定警方的证据是假的 方语说他把凶器扔到了江州 那么警方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凶器肯定是假的 在日前已经审判的方语案中 方语说警方之所以找不到凶器 是因为辩护律师帮他处理了凶器 他说我帮他毁灭证据 我说他没跟我说实话 难道他的话可信 我就不可信 秦玉看着周官成 当然 对我或者对律师有偏见的人 无论我说什么都会否定 周官成心知没法撬开他的嘴 不过这才刚开始 深深看了秦玉 转向审判席 我提问完了 不过请何亦婷注意 被告人在京城法律界成名已久 曾经有当事人家属因病住院 被告人仍然要求当事人家属到律所面谈 否则就不帮辩护 当事人家属不得不勉强出院去律所见面 却在路上遭遇车祸制残 显然顾及当事人家属行动不便 主动登门会面不符合其作风 审判长问的 这是真事 周官成说的 这件事在法律界也很有名 随便打听就能知道 审判长微微汗手不再追问 梅丽涵心中直到险恶 你了了还要黑秦玉一把 秦玉是把他祖坟给刨了吗 轮到辩护方提问 他第一个问题就针对公诉方 被告人 曾经有当事人家属车祸住院 你为什么仍然要求当事人家属到律所面谈 因为同时约见的还有一个证人 私下见面容易被抓把柄 如果证人倒戈 律师很容易被指控 教唆证人作伪证 那你为什么答应主动去见方玉父母 车祸那件事后 我不想发生类似的事 梅丽涵对审判席微微一笑 开始进入正题 被告人 你第一次在看守所见方玉 他对你的态度如何 怀疑 审视 秦玉用两个字形容 能说具体一点吗 在看守所见到方玉的第一面 他问我能不能给他做无罪辩护 他不想坐牢 我说能不能做无罪辩护 还要看具体情况 他对我说他是冤枉的 却含糊其词 明显对我不信任 我只好告诉他 如果不能信任我 我没法给他做辩护 他用审视的目光看了我很久 问了我一个问题 说到这里 秦玉停顿了一下 什么问题 他问 给杀人犯辩护会不会良心不安 你怎么回答 不会 秦玉的回答没有一丝犹豫 光明而正大 如果证据确凿 不存在请个好律师 就可以无罪释放 如果证据不确凿 责任在于控方 定案的是法院 主要责任也不在律师 而证据不确凿 便不能证明有罪 那么律师的辩护 是在避免错案 所有人分别看向 公诉人和审判席 有人觉得这是在推卸责任 也有人被触动 思索起控面审三方的 关系和责任 法官和公诉人同时 皱起眉 提问还在继续 没力含问呢 方玉当时什么反应 再次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 然后才告诉我 是他杀了王英 很明显他一开始并不信任你 是的 方玉给警方的口供 和庭审时的口供截然不同 你有没有教他 在法庭上怎么翻供 没有 方玉提出做无罪辩护 但他已经告诉你 是他杀了王英 为什么还要给他做无罪辩护 这个问题在专业人士听起来简直可笑 但这一点却是很多人指责秦玉的地方 明白的人听到梅力含的提问都知道 梅力含是在给秦玉澄清 我只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在为依法审判前 我不能预设立场肯定他有罪 警方将不是凶器的刀具 拿来作为凶器 证据存在缺陷 不能证明方玉有罪 应当被排除 否则这次他们可以指控一个杀人犯 下次就可以指控一个无辜之人 梅力含微微一笑 提问完毕 接着 徐旭开始提问 在方玉杀契案启动再审程序后 你曾经去医院见过他一面 是吗 是的 为什么要去医院跟他见面 方玉点名要求我做他的辩护律师 所以我去见了他一面 但最后他没有提出让我做辩护律师 你们在医院说了什么 主要是他跟我说 说我一如三年前 而他却快死了 确诊这半年经常在晚上做噩梦 梦到王英 又问我有没有做噩梦 他说话的时候看我的眼神很怨恨 按理说你帮了他的大忙 说句有恩也不为过 为什么要怨恨你 心里不平衡 秦玉小在心里想过很多次方玉的动机 如果说在网络自曝是绝症晚期无所谓 那么点名要他辩护 绝对不是真的想要他辩护 而是为了见他一面 这一面也不是为了叙咎告别 方玉躺在病床上看他的眼神 羡慕而怨恨 检举他也不是很难发生的事 他先问我过得好不好 又说他过得不好 然后又问我这些年有没有做噩梦 又说他经常做噩梦 当初是我帮他免于刑罚 现在他马上要下地狱了 而我这个帮凶的日子却比过去更好 未免会让人觉得不公 反对 周关城打断 被告人的回答完全是主观意向 毫无根据 方玉检举被告人的动机跟本案有直接关系 徐徐的 被告人对方玉检举的动机完全是主观猜测 被告人的回答基于自己的所见 怎么到公诉方口中就变成了毫无根据的主观猜测 徐徐意味深长 公诉方对方玉的维护有点过了 我没有在维护方玉 我只是在就事论事 被告人推论就是主观意端 公诉人推论就是就事论事 原来公诉人在法庭上有两套标准 徐徐温文尔雅的扎软刀子 周关城不为所动 我是一套标准还是两套标准 在场所有人都能够看得到 现在是提问时间 辩护人不要浪费时间 他又把主动权拿了回去 很难带起节奏 果然是块难堪的骨头 徐徐心中想到 这时审判长问道 辩护人还有没有问题 徐徐深深地看了周关城一眼 将目光转向审判席 没有问题了 不过请法庭注意 方玉对被告人 这个曾经帮助他的辩护律师 并不友善 方玉检举被告人 私心大于公信的可能性更大 另外 徐徐跟梅里函对势里 提出要求 方玉作为本案关键人物 我方要求方玉到庭接受询问 审判长看向公诉人 公诉方 方玉是你方申请的证人吧 怕有没有到庭 听到方玉会到庭作证 便有人私下张望 想看方玉在哪里 这时周关城开口道 审判长 方玉因病情突然恶化 无法到庭 这里有一份方玉的询问笔录 详细交代了他与被告人会见 以及如何交代被告人处理凶器的全过程 说着他起身走到审判席前 将询问的笔录递给审判长 审判长接过询问笔录 仔细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随后将询问笔录 传给两位审判员 两位审判员很快阅读完毕 暂时没有发表意见 辩护人要不要看看 梅丽涵起身去拿询问笔录 跟徐徐一起看了一遍 顿时感觉到 方玉是铁了心 要拉秦玉下水 两人相识一看 很快做出了决定 审判长 我方对这份询问笔录 有颇多意义 要求方玉亲自道庭作证 询问笔录虽然效力 不如本人道庭作证 但是询问笔录白纸黑字是死的 他们无法直接询问方玉 观察他的反应真别细紧 也就难以下手推翻不利证词 对他们而言 方玉道庭对他们更加有利 审判长皱起眉 毫无疑问 本人道庭比一张询问笔录 要更有舒服力 但如果要求方玉亲自道庭 那么今天的庭审 就得先暂停了 审判长 方玉的身体 已经虚弱到无法下床 无法支撑到法庭上作证 周观诚再次解释 方玉被判了死刑 本案这么快开庭的一个原因 就是因为他的特殊情况 作为本案的关键涉案人物 方玉必须亲自道庭作证 才有说服力 梅丽涵分毫不退 态度强硬 以方玉目前的身体情况 其实道庭也无法作证 周观诚再次等 公诉人是笃定了方玉不能道庭 还是不希望方玉道庭 梅丽涵针锋相对 这是事实 不信你们可以亲自确认 周观诚不怕他们去查 实际上我方在开庭前确认过 方玉的病情恶化 但口齿清晰 神志清楚 仍然具备作证的资格 梅丽涵和徐勋一早就确定了这一点 即使公诉方不要求方玉道庭 他们也会要求方玉道庭 自然也会去了解方玉的情况 但他本人的情况恐怕支撑不了道庭询问 周观诚再次提醒 即使人还具备作证资格 但来不了法庭 即使方玉是死刑犯 也不能网顾他的性命 如果本人实在无法道庭 可以实时视频接受询问 梅丽涵适时退了一步 他们最终要求的是 能够当面询问方玉 这个当面如果无法在法庭上 实时视频也可以接受 总之必须方玉亲自露面 审判长眉头紧锁 他肯定是更希望方玉能够道庭 很多问题和细节 只有本人道庭才能说明 这个案子正好要这么敏感 必须慎之又慎 本案开庭这么快 确实有一部分原因 是考虑到了方玉的特殊情况 不然等人没了 这个案子更不好审 他跟两位审判员商量了一会儿 随后问了 更了解情况的周官成 公诉人 方玉目前是个什么情况 十分虚弱 已经无法下床了 个人意识是否还清楚 周官成顿了一下 如实回答 清楚 审判长私损片刻 最终做出了决定 鉴于本案关键证人为到庭 今天的庭审 暂时到此 等进一步确定的情况 在择日开庭 很多人没想到这次庭审 会半途中断 但毫无疑问 这场庭审很精彩 变控双方以及被告人本人的表现 都很突出 旁听的人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分享这场庭审的观感 人群很快散去 秦玉也被法警 戴上了手铐 准备带走 她抬头 发现梅丽寒正看着自己 她传来一个安心的眼神 他们会为她想尽一切办法 帮她推翻指控 秦玉只看她一眼 随后看了看徐旭 徐旭微微点头 也没说什么 随后她被法警带走 旁听习装 崇文静和秦润之目不转睛看着她 这一个月没有见面 没有通话 只能通过律师口中了解秦玉的情况 小月 你要照顾好自己 崇文静忍不住压低嗓音说了声 说完捂住自己嘴 她说多了 会对秦玉造成不好的影响 秦玉点点头 没有说话 离开之前 她抬头看了眼墙上的摄像头 随后在法警的带领下 离开了法庭 我宣布 现在必停 江伟叔落下法锤 收拾好东西很快离开法庭 回办公室 碰到吴嘉生 招呼她去吃饭 江伟叔抬头 几个同事正准备一起去食堂 她微微一笑 婉拒了她的邀请 你们先去吧 我还会收拾一会儿 江伟叔会为首让他们先去 江法官男朋友那个案子 是不是今天开庭啊 是未婚夫 本来准备这个月中旬结婚的 啊 我听说这个案子经常那边要严办 脱身不大容易 那江法官不是结不成了 嘘 你小声点 江法官还没走远呢 之后隐约飘来同事们的直言片语 江伟叔脚步微微一顿 很快朝自己办公室走去 三安卷 他拧开水杯喝口水 走回座位坐下 从抽屉里翻出手机 便看到梅丽涵给他发的消息 检方只提供了方玉的询问笔录 人为道庭 我方要求方玉道庭 择日再开庭 控辩双方都没有明显优势 你有空了 我们电话联系小说 他抬手看了看时间 将电脑打开 很轻易在网上找到了 秦宇伟正案的庭审视频 庭审刚结束 他直接拨了梅丽涵电话 喂 是我 梅丽涵知道是他 接通电话时 看了一下时间笑了笑 你那边也庭审结束了 江伟叔不意外 他知道自己要开庭 开门见山 现在情况怎么样 梅丽涵把大概情况说了一下 更具体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庭审视频 下一步我们会要求 方域到庭接受询问 如果方域不能到庭 我们就会否认 他的作证资格 质疑检方的询问笔录 把这份证据推翻 审判着有点偏见 但基本上还算公议 当然 也可能是关注的人太多 总之目前算是 势均力敌 比较平衡 方域作为检举秦宇的人 他的证词至关重要 如果能到庭 秦宇本人在场 加上律师团做后盾 要找到他的马脚 会比找一份询问笔录的问题简单 如果方域不能到庭 那更简单了 方域病情恶化 不具备作证能力 那么检方那份询问笔录 也值得考究 江卫书知道 他们都是业界精英 这个方案很精准 他挑不出问题 很快转移了话题 他现在怎么样 听到他问这句话 梅丽涵笑了 他想起某个画面 就忍不住牙酸 真叫单身狗 受不了 江卫书皱眉 他想知道的不只是 秦宇现在的模样 还想知道他更多的事 似乎知道他心里想什么 梅丽涵补了句 听他这么开玩笑 秦宇的状况应该还可以 江卫书稍微放心了 梅根梅丽涵多聊 很快挂了电话 点开庭审视频 庭审视频由四个镜头组成 他很快在被告人席位角度 看到了秦宇的镜头 一套精神的症状 如果不是被法警带着 他跟坐在辩护人 座位上的律师差不多 得体精致 沉稳锐利 看着跟以前 没有多大区别 但只看一眼 江卫书就知道 他瘦了多少 江卫书握着鼠标的手 捡了紧 目光一瞬不瞬 盯着被告人席位上的人 梅丽涵说得很简单 但这场庭审 双方一直在针锋相对 气氛很紧张 关键证据还没有放出来 就已经暗潮涌动 最后以辩方要求 方玉道庭作证 暂时结束 庭审结束 秦宇很快被法警带走 江卫书在旁听习 看到邱文静和秦润之 邱文静在视频里 说了什么听不清 可是能清楚地感觉到 他的担忧和关切 江卫书很能体会 他们的心情 他和他们一样 这一个月见不到秦宇 也无法通话 只有律师能去会面 但也不能天天都去 从秦宇被捕到现在 他们也不过接了 三次律师传来的信息 视频中邱文静说完 法警便示意他离开 就在这时 秦宇突然抬头 一双漆黑的眼瞳里 突然撞进他眼中 江卫书心猛地跳了一下 感觉秦宇在看着自己 短暂凝视后 法警再次催促 他深深地看了看镜头 这才随法警离开 江卫书回神 连忙倒退 再次看到他凝视 他在看自己 江卫书不能倒停 甚至当时不在镜头后 还用这样的方式 让他们见上一面 江卫书心里酸软一片 视线有些模糊 突然之间 思念泛滥成灾 整整一个月了 他已经一个月没有见到他 也没有听到他的声音 没有他的拥抱 感受不到他的体温 一里只有他一个人 即使身处 到处都是他们 共同生活痕迹的屋里 也是空荡荡的 没有一丝语温 江法官 突然有人敲门 江卫书抬头 见刘一丹从外面探逃进来 小刘 有事吗 江法官 你是不是没吃饭啊 刘一丹问 江卫书这次才感觉到饿了 没注意到已经两点 食堂大概也没吃到 刘一丹拎着个袋子 装着两个饭盒晃了晃 给你打了饭 江卫书心头一暖 笑着说 谢谢 留一袋把饭盒放到他面前 下午还要开庭 江法官你快吃吧 我给你打了糖醋排骨 江卫书先开饭盒 一股酸甜的味道弥漫 是食堂菜单中最受欢迎的 套不弯 你费心了 下次我给你带好吃的 没问题 那江法官你快吃 我走了 嗯 去吧 江卫书掰开筷子准备开吃 刘一丹说着要走却没走 江卫书不用看他 还有事 嗯 江法官 你还好吧 这话说得眉头眉尾 江卫书却听出了嫌味之音 微微一笑 谢谢你关心 我没事 刘一丹看他脸色正常 共事这几年也知道 他不是一个心里脆弱的人 文言放下心 笑道 那我就准备一下开庭的资料了 你有事就叫我 这次庭审没有实质性进展 但还是引起了巨大关注 各大媒体都做了专题 因为秦玉在法庭上承认方玉杀妻 仍然帮助脱罪 这一点备受争议 到后来对他的抨击更甚于方玉 方玉已经主动认罪 而秦玉却死不认罪 这次姜卫书看着网上的 纷纷扰扰没有发声 闹这么大动静 除了民众朴素的正义感趋势 和对法律的不了解 跟营销号造谣带节奏 有很大关系 他把搞事情的营销号记下来 等此件事了再算账 如果没有意外 第二次开庭会很快 因为方玉的情况拖不起 果然三天后 梅里寒传来消息 周一开庭 这次开庭 想要旁听的人更多 法院将名额 给的申请旁听的 数家媒体记者 法学专家 涉案人员家属 还有部分市民 上午九点整开庭 梅里寒和徐旭 提前15分钟到法院 上楼的时候 发现周关城在等电梯 梅里寒嘴唇一扯 周检察官 周关城回头 看清是谁后 慢慢转过身来 声线冷淡 梅律师 随后目光落到 徐旭的身上 徐律师 徐旭露出一个 温文尔雅的笑 周检察官 真巧 周关城淡淡看了一眼 面无表情 走进电梯 转身看着他们 梅里寒却拉着徐旭 往后退了一步 明显不想和周关城 一起上楼 徐旭无语 笑吧这么幼稚 反正梅里寒就是没动 徐旭微笑道 周检察官 你先上去吧 周关城看了看他们 松开按键 电梯很快合上 等电梯上去之后 梅里寒才按了另一步电梯 徐旭见了忍不住侧目 梅里寒知道他看自己 语气十分随意地说出自己的理由 反正不想跟那个棺材连一起上去 晦气 徐旭扯了扯嘴角 你开心就好 梅里还露出一个完美的微笑 看着另一边已经上楼的电梯 眼底的笑意很快散去 艳丽的脸孔 附上一层冷酥 走吧 电梯来了 徐旭按着开门键说道 我们会赢 是吧 梅里寒突然扭头看他 徐旭微微愣随即笑了笑 当然 我们人多 最主要的是 那是秦玉 她不会被打败的 梅里寒哼笑一声 她不是不会被打败 一辈子这么长 总有一天她会败在我手上 但不能败在这种地方 我也这么想 梅里寒对他笑笑 大步踏进电梯 他们走进法庭的时候 旁听喜已经人满为患 对面的周关城 抬头看了看他们 双方目光飞快碰了一下 各自收回 很快书记员开始宣读法庭气力 请审判长 审判员入庭 S市C区法院 江卫书坐在办公室里 面对电脑 却一动不动 刘一丹突然过来敲门 进来 江法官 那个合同纠纷的原告和被告都到了 好 这就来 江卫书迅速收敛心神 带上提前整理好的安全 起身准备走 突然一顿 这时候京城应该开庭了 江法官 来了 将外叔深吸一口气 迅速离开 现在开庭 请法警传唤被告人秦玉到庭 审判长的声音落下没多久 两位法警一所一用 带着秦玉走进法庭 还仍是一身白衬衫黑戏裤 也仍是那么的平静淡然 秦玉一进法庭 就往旁听戏看去 果然在旁听戏中看到了父母 这是截案前唯一能见到儿子的机会 邱文静和秦润之 都特地抽了时间来旁听 就为了见上一面 对上他们关切和戏人的目光 秦玉微微汗手 很快被带到被告人席位上 走完基本流程 审判席开门见山问公诉人 公诉人 你方的证人方玉 今天有没有到庭 这一问 所有人都看向了周官成 周官成回答 到了 审判长 审判员 公诉方请求证人方玉到庭 带证人到庭 话一落下 所有人同时看向法庭入口 一阵有节奏的脚步声 伴随着滚轮声游远而近 过了一会儿 两名法警推着一架轮椅 出现在众人的眼前 轮椅上坐着一人 很多人第一眼就认出了 正是杀剑的真凶方玉 方玉戴着手铐 躺铐在轮椅上 距离她的案子才没几天 她似乎更瘦了 连坐直身体的力气都没有 听到动静 秦玉回头 却不想方玉也正好抬头 一下子对上了她的目光 那目光中看似平静 就让秦玉想到了 草原上吞食腐肉的秃鹫 充斥着血腥和腐烂的气息 让人很不舒服 不得不说方玉有今天 真的是报应 而现在 她想把这份报应 也夹在秦玉的身上 秦玉平静地收回目光 而她的不在意似乎刺激到方玉 让方玉谋光更加优暗 梅丽涵和徐徐对于方玉会倒停 还是有一点小小的意外 上次庭审结束后 梅丽涵和徐徐打听过方玉的情况 律师团都觉得 第二次开庭方玉很可能不会本人倒停 因为她的情况真的很不乐观 现在看来 方玉的情况确实很不好 都快做不起来了 但她仍然坚持道停 他们的意外就是这一点 这得多大的毅力和决心啊 不过看来方玉真的 拉秦玉下水的决心很大 并入膏肓了还要强撑着 到法庭上指控秦玉 真的是恩将仇报 梅丽涵心里有种祈祷 希望各路神仙能保佑方玉方先生 再撑一段时间 撑到他们胜利 秦玉脱身而去 让压得死不瞑目 方不服这白眼狼一场 审判长也看出了方玉的虚弱 有点担心 说话都下意识放轻了些 怕声音大了 他承受不住 证人 你现在有没有不舒服 方玉让法庭把他提起来一点 我没有问题 审判长 审判长听出他气声虚弱 但口齿还很清晰 稍微放心 证人请陈述一下 你的基本情况 我叫方玉 三十八岁 午夜又明 方玉的语速很慢 但话都说清了 也是 杀其案的真凶 方玉本来长得斯文 又因为生命说话慢条斯理 看着不像穷凶极恶 会杀害妻子的人 反而像一个有学识的大叔 想着他马上就要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 很多人觉得 他应该是觉得自己杀害妻子遭了报应 所以才主动自报真相 他在再审的法庭上也是这么说的 现在见到他这副将死的模样 对他的恶感变得没那么深 公诉人 开始提问吧 审判长的 朱关城微微汗手 将目光转向方玉 证人 三年前被告人第一次在看守所与你见面 你有没有告诉被告人 王英是你杀的 告诉了 方玉回答 开始我不太相信他 但他说不告诉他实情 他没办法帮我辩护 所以 我就告诉了他 被告人知道实情后 有没有跟你说过 你的口供对你很不利 有 他怎么说的 他说我一味否认兄宗 让警方找出证据来 更难洗行嫌疑 也就是说被告人让你改口供 是 他有没有告诉你怎么改口供 反对 没力含打断 公诉人这是在诱供 反对有效 审判长说的 公诉人 注意你的提问方式 好的 审判长 周完成换了个角度 被告人在告诉你口供对你不利后 还对你说了什么 方玉慢慢转头看了看秦玉 秦玉查诀到他目光也看过去 他就这么看着秦玉 没有丝毫回避 缓缓的 他说他会竭尽所能地为我争取利益 只要我配合 他要你怎配合 证词对我不利 必须改口供 方玉轻喘一口气 停停顿顿地说 请律师说半真半假 才最容易取信于人 让我不要否认轻松 只要警方没有找到我杀人的直接证据 就算发现我去过农庄 也不要紧 我在农庄住过 那里有我的痕迹很正常 这话里的逻辑很精准 现实中就是找不到完整有力的证据 对嫌疑人做无罪推论 但是听上去叫人感觉有点 钻法律空子的嫌疑 不过律师干的就是这活 找漏洞钻空子 玩文字游戏都是他们制胜的手段 秦玉感觉很多人在看自己 因为方玉的回答 现实又让人不爽 不过他这才真的叫半真半假 用得很娴熟 周关城继续问道 当时你们身边有没有其他人 没有 他一来就赶走了看守的人 一开始那些人不同意走 他态度很强硬 我看他那么厉害 就觉得他肯定能帮我 所以才告诉了他事情 你有没有告诉被告人凶器藏在哪里 告诉了 在我父母家 被告人知道凶器在哪儿后说了些什么 他说凶器放在我父母那里不安全 很容易被找出来 我就结了 问他怎么办 他就说 说到这里方玉忍不住咳嗽几声 脸颊下泛起不健康的红 周关城尽状没心微微醋了醋 学问道 证人你感觉怎么样 方玉又咳了一声 可以 周关城看了他一会儿 见他确实还撑得住 接着问道 被告人说了什么 方玉抬毛看秦玉 见他还在看着自己又咳了一声 对上他眼睛 缓缓的 他说 必须处理掉 怎么处理掉 我说我父母肯定不敢 他就说交给他 周关城眼中闪过锋芒 瞥了眼秦玉 也就是说 被告人主动提出帮你处理凶器 方玉又喘了两口气 虚弱的 反正被释放后 我回家问父母 我父母说 他到家里来了一趟 然后到处看了看 说是我有东西要交给他 但 他拿走了什么 不知道 被告人没跟你说 他是怎么处理的 没有 秦玉冷冷地看着他 一点都不意外他会这么说 他让他不要说谎 变成教唆编造口供 他却见他父母变成了帮助处理凶器 两者半真半假 真是做到了精髓 周关城 沉声问道 帮忙处理凶器是犯罪 被告人作为一个资深行辩律师 应当深知这一点 真是被告人主动提出帮你处理凶器的 方玉似乎想扯出一抹笑 但只是扯了扯嘴角 看起来皮笑肉不笑 因为我给的律师费多吧 你给了被告人多少律师费啊 十五年以下 一百万 无罪释放 两百万 法庭一片喧哗 秦玉的律师费竟然如此之高 难怪他会冒险帮方玉处理凶器 这有罪无罪多一百万呢 安静 审判长敲法锤 等法庭安静下来 周关城再问 这律师费是你主动要给这么多的 还是被被告人索要的 反对 梅丽涵打断 这跟本案无关 周关城马上的 被告人的律师费明显超出合理范围 为什么收这么高的律师费值得深究 就律师费 相关部门只做了指导建议 并未做具体限制 收多少律师费 主要由律师和当事人协商 梅丽涵一字一句郑重地说的 秦律师值这个价 反对无效 审判长明显接受了周关城的观点 律师费高低 一般不做强制规定 但如此之高过于异常了 异常什么呀 老娘搞个业务拿个大几百万都有可能 梅丽涵暗骂不甘地坐了回去 方玉扯扯嘴角 目光落到秦玉身上 秦律师是一口价 不一价的 你最终付给了被告人两百万律师费 我不是一个好人 但不赖账 在我这里还有账单 方玉看着秦玉夸赞的 秦律师收费虽然贵 但确实值得 我基本铁板钉钉要判行了 别能帮我脱罪 当初我找他辩护 也是听说 他只要给钱 就能帮人摆平麻烦 反对 梅丽涵愤怒的 这纯属污蔑 律师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是律师的职责 但这一切的前提 都是在合法范围内维护合法权益 秦律师作为一个业界知名律师 名利都不缺 根本不需要为了胜利扑责手段 当然了 我没有证据 方玉退了一步 方玉说是他听说的 梅丽涵却觉得他特别恶心 没证据的事你别说呀 说出来不就是故意让人误会吗 他冷冷看着方玉 你以为就你长了张嘴啊 反对无效 审判长皱着眉头又说了句 证人只要就提问回答 不要说太多无关话题 好的 方玉轻声应下 提问完毕 周官成道 辩护人对证人有发问的吗 审判长问道 有 审判长 梅丽涵目光尖锐自相正人心 方先生 你说你把凶器放在了父母家中 你父母是否知情 方玉要逃 不知道 老人家一辈子老实巴交 我怕说出来他们担心受怕 既然你父母一辈子老实巴交 你平时为什么要把凶器放在父母家 不怕他们吃到后吓坏吗 梅丽涵 唇边浮出一抹讥讽 方玉咳嗽了什么 我怕扔掉会被查到 之前你说是被告人主动帮你处理凶器 但是警方根本没有找到你藏匿的凶器 你让被告人帮你处理凶器 反而更容易被发现 为什么要多此一举 她是律师 对这种事肯定知道怎么做 知道你祖宗十八代 梅丽涵在心里破口大骂 脸上露出一抹冷笑 从案发地点到你父母家 西间经过郊区 湖泊 江河 不乏地方偏僻人际罕至的地方 譬如还江城 凶器扔到江中绝对无法再找到 是绝佳地消灭凶器的地点 你为什么全都放弃了这些地方 而选择了放置在自己父母的家中呢 我害怕被人看到 父母家是我觉得最安全的地方 为此不惜让父母背负藏匿凶器 成为帮凶的风险 反对 反对有效 审判长告诫梅丽涵 辩护人 你不要阴阳怪气的 审判长 我发散一下 你就觉得我阴阳怪气 你是偏爱公诉人呢 还是对法庭上的女性有偏见 梅丽涵直接质疑审判长 审判长皱着眉头思索两秒 严肃的 如果你觉得有问题 可以投诉 我们还是回到庭审吧 梅丽涵露出一个完美的职业微笑 随后看着方语瞬间冷凉 证人 你第一次与被告人见面时 会见室里只有你和被告人两个人 是的 会见室里有没有监控 没有 也就是说 你和被告在会见室里说了什么 只有你和被告人知道 方语惊咳一声 我都快死了 没有必要说谎 梅丽涵却执着的 请你准确回答 是还是不是 是 梅丽涵谋光犀利 你为什么要检举被告人 我想在临死前揭露真相 给被我伤害过的人一个交代 你在网上自曝自己是杀害王英的凶手后 曾经再次要求指定被告人做辩护人 为什么 梅丽涵谋光犀利 质问他不是想临死前 给伤害过的人一个交代吗 为什么自曝后还想 请被告人这么厉害的律师辩护 其实我只是想见他一面 如果不那么说 他很可能不会来见我 为什么要见他一面 这跟本案有关系吗 方语反问 当然 你是不是想看他这个帮助你逃脱罪责的人 有没有跟你一样 见他过得很好 爱情事业双丰收 而你却病入膏肓 心里是不是很不好受 反对 周官成道 反对有效 好的 梅丽涵都免疫了 迅速换了个问题 方语 你认可秦玉对你有恩吗 这次方语明显沉默了 过了片刻才语气淡漠地说道 我花钱请他给我辩护 我花了钱 他来辩护 你们律师帮人送诉后 都要自为恩人 如果不是秦玉 你将面临至少十几年 甚至无期到死刑的刑罚 虽然你付费请的律师 但他让你获得了无价的自由 方语的唇敏成一条线 我并不觉得自由 在旁人听来 或许以为方语说的 不自由是杀害妻子后良心不安 但梅丽涵却知道 他说的不自由 是被绝症所困 这种自私良博的人 怎么会良心不安呢 那么你是觉得 被告人帮你辩护成功 让你过了两年多的好日子后 得了癌症将死 如果三年前 被告人辩护失败 或者没有跟你辩护 你获罪入狱 或许就不会得绝症吗 反对 周官成再次打断 梅丽涵马上语速飞快地吃温 你觉得自己患有绝症 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 被告让你避免了牢狱之灾 你本来可以有另一条路的 或许另一条路不会有绝症 反对辩护人无端猜测 不然你以为他过了两年好日子后 翻人醒悟 他有这个觉悟 前两年干什么去了 你又怎么知道他不是翻人醒悟 他连一句秦语对他有恩都不愿意承认 他只是说了实话 未经治政 你怎么知道他说的就是实话 现在就在治政 那你就不要打断我 安静 审判长打断了他们的争执 辩护人 你不要自己扔人 好的审判长 梅丽涵虚伪一笑 似可而止 闭上嘴 就在这时 方毅突然激烈咳嗽子 咳得整个人全缩在轮椅上 法警尖状连忙查看他情况 好在旁听心里有一声 获得准许后上前帮他舒缓症状 过了许久 他才停止咳嗽 喘气跟破风相似的 证人 你情况怎么样 审判长看他磕成这样 有点怕他死在法庭上 方毅摇摇头 精神却萎靡了很多 脸颊泛起不正常的烟火 垃圾 这才什么跟什么就受不了了 梅丽涵心里呵呵 却没有再提问 十分礼貌地跟审判长说道 审判长 审判员 我提问完毕了 徐旭温声关切道 证人还能回答问题吗 方毅没作声摇摇头 也不知是可以还是不可以 徐旭就当他可以回答 开始发问 十五年以下一百万 无罪两百万 这话是谁说的 过了好一会儿 方毅才声音沙哑地说道 我 为了让他尽心帮我辩护 是吗 徐旭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合同 但是在你与被告人的合同中 只写了两百万包干收费 也就是一次性收取两百万后 被告人对你的案子负责到底 未写十五年以下一百万 无罪两百万 也未明确写明 被告人收取两百万律师费后 保证你可以无罪释放 这种话不好写在合同上 方毅沉声道 徐旭微微一笑 是吗 那我换个问题 方毅本来还想解释 没想到徐旭这么快就结束提问 而徐旭那温温尔雅的微笑 明显是一切尽在不言中 方毅突然觉得凶闷 这两个律师都很凋酸 你说 是被告人帮你从父母家中拿走凶器 随后帮你扔到了你父母所住的小区的湖中 而被告人没有告诉你如何处理凶器 是 那么这里有一件事很奇怪 徐旭拿出一张本事晚报 去年 你父母小区的物业为了解决湖中乱扔垃圾的问题 与业主商议后 决定在小区湖中放养一批鱼苗 这样整个湖的鱼都是业主的 为了吃鱼 业主们会自觉维护环境卫生 这个决定受到了全小区绝大部分业主的欢迎 为此还上了社会新闻 而你却激烈反对 养鱼才会影响环境 方语等等的 徐旭继续说的 年前湖中鱼苗大丰收 每个业主都能收到新鲜的鱼 你为什么拒绝 我反对他们养鱼 吃鱼的话 我就吃人嘴短 再说 谁知道有没有人往湖里扔脏东西 想着就恶心 不是因为湖中有什么计划的东西 让你吃不下 或者不敢吃 反对 周官城觉得对面这两人不愧是搭档 你们两个辩护人 怎么都喜欢做无端的猜测 沈判长 我这是合理猜测 徐旭不跟他分辨 直接跟沈判长道 毫无根据 如果依证人所言 证人不知道凶器被如何处理 那么一件皆大欢喜的事 证人却反复阻拦和拒绝 非常可疑 反对投放鱼苗的不只是证人一个 徐旭看着审判戏 审判长皱眉 反对有效 徐旭微微一笑 没有反驳 好的沈判长 既然如此 我的提问结束了 沈判长还没松开的眉头又皱起 什么叫既然如此 不过证人确实有疑点 他正想询问证人 这时秦玉忽然开口 沈判长 我有几个问题想问证人 沈判长没想到他有提问 不由看看方玉 感觉他现在脸色很差劲 问他 证人 你还可不可以坚持 方玉感觉有人在看自己 抬头对上秦玉轻烈的目光 那目光似乎能一眼看到他心底 将他心底的污秽和黑暗都看穿 就跟第一次在看守所见面时一样 一眼就看穿了他的谎言 听到他说出真相 也不为所动 而此刻 他还能感觉到讥讽和挑衅 我没问题 方玉声音沙哑 沈判长转向秦玉 被告人可以发问 秦玉微微焊手致意 将目光转向方玉 方先生 请问我怎么教你编造口供的 你说警方已经找到了我的行踪 我否认也没用 半针半甲才容易取信于人 听起来很有道理 秦玉竟然表示同意 你原来的口供是怎么说的 我去郊区散心 但是很快就接到朋友电话回家了 你在法庭上是怎么说的 我的确去过农庄 也见过王英 但是很快离开了 方玉看着他 你跟我说 王英被发现的时间距离死亡太久 警方没法确定他的准确死亡时间 所以就算我承认去见过王英 只要没有确凿的证据 警方也不能断定就是我杀了王英 至于我之前为什么否认去过农庄 可以说我害怕被怀疑是凶手 所以撒谎 这个逻辑可以说很严谨 就算警方有所怀疑 只要警方没有完整的证据 就不能拿他怎么样 去过农场 见过王英 很快离开可以事实不符 但我没承认自己杀死王英 我有没有教过你承认杀死王英 没有 那么我有没有教过你不承认杀死王英 我说无罪辩护 你答应了 方语没有直接回答 但言下之意 他们就不承认杀死王英达成了共识 那如果我教你承认杀死王英 你会答应吗 这种问题有意义吧 回答我的问题 秦韵语气强硬 此刻的他仿佛不是被告人 而是坐在旁边的律师 方语看着他 当然不会答应 我请你帮我打官司 不是请你帮我定罪 所以我怎么教唆你编造虚假口供了 方语断了一下 你知道实情 叫我承认部分事实 否定最关键的事实 听到这句秦韵一直高冷端塑的脸上 仿佛冰川上刮过一缕春风 虽微不可查 但却有了些许融化的迹象 方语感觉到不对 刑事诉讼法第46条 辩护律师对在职业活动中 窒息的委托人的有关情况和信息 有权予以保密 原则上 你不承认杀人 我就不能帮你承认 也不能向第三人透露 刑狱看着他 律师法第31条 律师担任辩护人的 应当根据事实和法律 提出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无罪 罪轻 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 维护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和其他合法权益 第37条 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 不受法律追究 因此 律师担任辩护人主要作用 就是在法庭上 维护犯罪嫌疑人 被告人 不能损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也就没有劝当事人认罪的义务 为当事人保密 不受法律追究 也就是说 律师知道对当事人不利的实情和证据 可以隐瞒 但不能隐藏 隐瞒实情不受法律追究 隐藏证据才会被追究 所以秦玉没有当庭说出实情 本质是在维护当事人的利益 是律师的本质 那么剩下的 就只有隐藏证据这一点 当年多亏了你 推翻警方的证据 方玉说这感谢的话 却没有一点要感谢的意思 警方侦查案件 找证据就是警方的责任 你怪我帮你辩护成功 方玉一顿 没有 所以你从来没感谢过我 不是 方玉失口否认 所以我帮你辩护成功 你内心是感谢我的 方玉垂眸 是 看着我回答 是与不是 方玉抬头 对上他锋利的目光 淡淡的 是 现在呢 方玉有点不耐 扶了这么多律师费 你还想当我一辈子的 求名恩人呢 秦玉却继续追问 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对我的感谢已经全部消失 我不认为需要一辈子感谢你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感谢我的 这跟本案有关系 如果你感谢我就不会检举我 即使你不再感激我 就我帮过你那么大的忙 你也不该检举我 所以 你怨恨我 无疾之谈 自从你无碎释放后 我和你便没有再联系过 既然你感谢我 那么当时你应该还在感谢我 所以我应该没有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那么你为什么会对我有怨恨呢 确实 抛开秦玉是否作伪证 他三年前帮方玉免于刑罚 重获自由 就这一点而言 方玉也该心存感激 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 即使后来不再感激 也不至于反咬一口 方玉眼帘微垂 我说过 想在临死前 给被我伤害过的人一个交代 因此你认为我是帮凶 要我跟你一起 给被你伤害过的人一个交代 方玉沉默 其余继续问 你的心态是什么时候开始转变的 方玉仍然是沉默 被病痛折磨 治愈我望后临死前的忏悔 方玉一言不发 法庭里也一片安静 所有人都看着他们俩 方玉虽然没有回答 但她的沉默表现出了 对这些问题的回避 她的作为不是她说的那么真诚 秦玉却没有逼问 直接进入下一个问题 你觉得自己为什么会得绝症 方玉微微一愣 不是很明白她这个问题目的何在 她心中闪过很多想法 但不管自己心中怎么想 她脸上都没有变化 淡淡的 我父亲因肝癌去世 据说癌上有一定几率的基因遗传 我可能有这个基因 对 癌症存在一定几率的基因遗传 但是有癌症基因 不意味着一定会得癌症 你想说什么 王莉在世的时候 不准你抽烟喝酒 你们曾经多次因为这个问题而争执 你杀了王莉 失去了妻子的管制 你也失去了控制 方玉的眼睛慢慢张大 随后意识到了什么 眼瞳猛的一缩 整个人都凝固了 秦玉看着她一字一句 仿佛判决 你得肝癌 从某方面来说的确是报应 是你自己一手造成 你给自己的罪与罚 跟任何人无关 方玉得的是肝癌 这一刻却感觉自己得的 好像是肺癌 空气稀薄 让她脑子嗡嗡作响 她张口呼吸又想说些什么 可是她没能发出一点声音 突然胸口一阵闷痛 她张口吐了血 整个人无力 攀倒在轮椅上 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到 旁边的法警连忙叫她 却没有半点反应 她的眼睛渐渐失去光彩 缓缓合上 审判长瞪眼立刻喝道 方玉怎么样 法警用手探了探她气息 微弱到几乎感觉不到 忍不住抖了一下手 医生 旁听席中的医生 飞快跑出来 很快得出结果 现入昏迷 情况很糟糕 快打急救 现场乱成一团 庭审不得不终止 十分钟后 救护人员匆匆赶来 将陷入昏迷的方玉抬走 审判长简直不知道 要说什么好 不知道该气情欲过分 把证人气到吐血 要是方玉有个三长两短 还怎么说得清楚 还是该气方玉承受能力不行 杀人那么大的事 能若无其事 当作没有发生过 怎么问几个问题 就受不住了 现在法庭里一片的混乱 方玉生死不知 这庭审不好再继续下去 和一庭略作商量 决定今天的庭审 到此结束 别说审判长 梅丽涵和徐徐也吃了一惊 把方玉气到吐血昏迷 也真就秦玉这家伙才能做到 就是不知道 她是故意的 还是真心提问 两人一致用探究的目光 看着秦玉 想从她脸上看出点什么 或者给她们点暗示也好 秦玉发觉她们的观察 扭头 风平浪静 跟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一样 两个辩护律师琢磨不出来 不过秦玉第一轮提问很毒 基本上推翻了教唆当事人编造虚假口供的逻辑 他们也信服口服 第二部分对方玉是精准打击 足够瓦解她的心理 如果能再坚持一下 效果可能会更好 可惜方玉撑不住 话说抛开这件事有没有力 把方玉气到吐血真是挺爽 把证人气到当庭吐血 也算是一向伪计了 以后怕不是要证人文之色变 秦玉的传说又多了一个 梅里寒笑了笑 对她点点头 没有做其他交流 当然现在也不允许 秦玉很快收回目光 被法警带走 消失在人前 但是今天庭审上 她的事迹 却以病毒传播般的速度 传入更多人的视野 听到这事的人无不震惊 虽说方玉重病 但是把人气到吐血 还是有点玄幻 以至于网上讨论这件事的热度很高 但气氛却有些诡异 蒋卫书知道这件事实也愣住了 她知道秦玉在法庭上向来犀利 但把人说到吐血就有点夸张了 所以她因为这件事 居然也受到了点影响 被同事们用奇异的目光 暗暗打量 江法官是怎么跟秦玉 这种嘴巴剧毒的人 一起过日子的 以毒攻毒还是以身试毒 江卫书没有太在意这些 因为第三次开庭不会太远 而下一次开庭 很可能就是最后一次开庭 秦玉有罪无罪 就看这一侧 第二天 官方公告 方玉还活着 但人已经陷入昏迷 情况非常恶劣 这也意味着方玉无法再道庭 如果辩控双方没有新的证据 方玉这次的证词将是最后的证据 虽然这次庭审 辩方略占优势 但秦玉还没有洗清嫌疑 以及她在方玉案中 还有很多事较为敏感 还要看如何定性 最后结果怎么样 现在谁也无法下定论 江卫书数着日子 还没等到法院宣布第三次开庭的时间 等来了邱文静的电话 电话打来前 江卫书在书房里刚刚在日历上画了一圈 看着那个圈 她一时失神 江大卫不知什么时候进了书房 凑到江卫书脚边叫了一声 你个大卫 江卫书弯腰把她抱起来撸了吧 柔软暖和的皮毛 小小地抚慰了她的心情 歪头用脸贴着大卫肥肥的肚皮 大卫 只有一周了 原来我觉得时间好长 可是现在 又觉得时间好短 江大卫轻轻瞄了一声 前爪搭在她脑袋上 像是对蚕蚀官的纵容 手机突然一阵震动 就安逸 江卫书把大卫放在书桌上 一只手轻轻抚摸 一只手接通电话 是说 邱文静有些疲惫的声音 从电话里传来 喂 邱阿姨 你吃饭了吗 嗯 吃了 您声音怎么听起来这种沙哑 身体还好吗 没事 就是最近事多 邱文静调整了一下状态 没跟江卫书绕弯子 开门见山道 认输 我很不想跟你说这件事 原定你和小玉下亲戚去行婚礼 但是 小玉现在状况不明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我想 主要还是征询一下你的意见 要不先取消婚礼吧 取消婚礼 小玉说下意识握紧了手机 小玉就安安叹气容声了 阿姨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做决定 我们每一个人都不想改变这件事 可是现在 小玉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答复 是她对不起你 如果可以的话 我相信她一定会给你一个同样 甚至更美好的婚礼 只要你愿意 但是现在 瑞叔啊 时间大概赶不及了 其实秦玉被捕之后 婚礼就可能赶不上了 一个案子动辄一两个月 长则半年才结束 即使秦玉的案子开庭很快 但姜瑞叔一直没提 大家不想伤她的心 所以一直没提 万一呢 万一秦玉很快 能出来赶伤婚礼呢 她现在也都抱着这样微弱的希望 可是原定的婚礼日期近在眼前 而秦玉仍然深陷淋雨 没有确定脱身的迹象 谁也不知道她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家 不取消也只能错过了 江瑞叔也明白这个道理 可是取消婚礼 这场婚礼是她和秦玉一起进行策划了很久 从婚礼地点的选择 到婚礼现场的布置 再到整个婚礼的流程 包括请柬和洗堂 都经手设计 有时候她会觉得事情太繁琐 可是为了这人生 仅此一次的仪式 为了留下白发苍苍时 仍然值得回味的美好回忆 她和秦玉还是耐着性子 一样一样一件一件的去确定 太多太多她们一起商量的细节了 点点滴滴都是她们对这场婚礼的期待 还有 为了看秦玉第一眼的反应 江瑞叔压抑着分享的心情 放弃了跟她一起试婚纱的美好经历 从定制婚纱那天开始就在期待 每一天 每一次想到即将举行的婚礼 心中都是欢喜和期待 取消婚礼 等一切都落空了 她很久没说话 穷文静理解她的心情 还是忍不住叫了一声 这说 在 穷阿姨 我想一个人安静地想想 晚点再告诉你我的决定 行吗 没事 你慢慢想啊 一切以你的想法为准 你不要给自己太多的心理负担 嗯 我知道 你放心吧 对你我一直很放心 不过 有什么事啊 不要一个人撑着 你爸爸还有我们 都会给你支撑的 江瑞叔心头意呢 我知道了 你也是 秋文静 笑笑很快 挂到了电话 江瑞叔慢慢放下手机 目光又落到日历上 看着那个下周 某个被她用红色签字笔 做了特别标注的日子 不知不觉失了神 感觉陈史官搭在自己背上的手 很久没动 将那句叫了一声 江瑞叔的目光 重新回到她身上 丹丹笑了笑 给她做了全套马杀鸡 婚礼不是她一个人的事 第二天 父女俩的早餐时间 她跟江明德说了这件事 你邱阿姨考虑的 也没错 清语的事 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结束 总不能 你一个人举行婚礼 我知道 江瑞叔低头吃早餐 其实她真想过一个人举行婚礼 但又觉得一个人的婚礼太惨 会缺少很多美好的回忆 不如等秦玉适了再举行婚礼 你怎么想 江明德语气平淡 我想问问你的意见 江瑞叔声音有些含糊 江明德抬头看她一眼 悟了一声 消灭了面前的小笼包 过了半分钟才慢调私里道 我们家还算富裕 亏一场婚礼的钱 还是亏得起的 江瑞叔忍不住笑了声 眼眶又忍不住有点发酸 谢谢爸爸 江明德看了看她 到底没说什么 做父母 所求的和能做的 也就是在孩子需要的时候 给她支持 她找了个时间打电话 告诉邱文静 邱文静一时不知道该如何说 你这孩子 不取消婚礼 便是要等到最后一刻 你开心就好 我们支持你 邱文静不会说她任性 他们能承受得起她任性的结果 何况这是孩子的满腔真心 她没有体会忍心辜负 谢谢您的理解 谢什么呀 是我要谢谢你 愿意这么等小月 邱文静很感动 自己儿子真是壮大运 遇到一个这么好的媳妇 为了不让气氛这么沉重 她故意开了个玩笑 如果赶得上 希望她吃这一个多月的公家饭 还能保住那张脸没垮 上次看庭审里还挺好的 我不嫌弃她 她预料第三次庭审会很快 果然还没等第二次庭审的相关热搜下榜 第三次开庭就开始了 庭审一次比一次紧张 庞庭的人数达到了新的高峰 但法庭可容纳的人数有限 最终法院仍然只开放了两百多个庞庭名额 这两百多个名额对于想要旁听的人数 无异于杯水车薪 以至于还没开庭 直播平台就创造了人流新记录 这一天 贾卫叔没有给自己安排开庭 也没有安排界面调解 坐在办公室里第一次开了小差 开庭时间定在上午八点半 她坐在电脑前 打开庭审直播平台 等待庭审开始 律师团也预料到 这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开庭 开庭前做了大量的复盘 反复推敲演练 梅丽涵和徐旭几乎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 开庭前夜才能好好休息 赶到法院的时候 律师团被无数媒体堵在法院外里 寸步难行 梅律师 梅律师 第一次开庭 你们极力要求 风雨本人到庭 根本目的是什么 上次开庭被告人 将证人气到吐血 是故意的吗 这是不是你们的策略 证人昏迷不醒 对你们是不是有好处 徐律师 你能不能说一下 你们这次开庭有什么策略 你们觉得检方还有底牌吗 你们手上还有没有证据要出事 梅丽涵被同伴护在中间 尖能地走到法院大门的台阶前 却才停下来 转身举起手 不要紧 一个个说 记者们文言安静下来 纷纷将话筒递上 谢谢各位的关注 梅丽涵自证枪员道 目前为止 我们和秦律师都严格遵守着法律法规和司法程序 承受得起任何质疑 这个案子非常艰难 我们做好了一切准备 将捷径所能会想尽一切办法救出秦律师 如果在场各位 以及即将看到我们的每一个人 如果你们不希望法律界失去一位不具权威 坚持信念的优秀律师 在某一天全世界都在怀疑你的时候 有一个律师坚定地站在你身边 距离力争 请祈祷我们能得胜归来 说吧 他微微汗手 转身大步走进法院 记者们没有追上去 在原地看着他们背影 毅然决绝 如奔赴战场 周检 我们到啊 与周关诚搭档的助理检察官 突然说了声 闭目仰神的周关诚张开眼 便看到了排着长队等待案件的人群 这次的人比前两次开庭更多 行厅名额两百多个 但这里的人数差不多翻倍 堪比某些大案要案 他抬谋 远远看着在媒体簇拥下 熊啾啾强昂走进法院的律师团 这干账的气势 很多律师喜欢这么表现 好像要去对抗邪恶拯救世界 这些律师还挺气派 助理检察官顺着他目光看过去 周关诚收回目光 将车挺稳带上包 淡淡的 走吧 十五分钟后 审判长到庭 宣布开庭 警罚警带被告人入庭 听到这句话 所有人不约而同地转头 在一片寂静中 两名法警带着秦玉 从外面走进来 当秦玉走进法庭 就受到集体注目了 他第一眼看了看庞庭席 看到父母坐在前排 短暂的眼神交流 他被法警带到被告人席上 很快 庭审正式开始 审判长先对上次庭审 做了简单的梳理 控辩双方都对方玉的证词 没有意见 审判长先询问公诉人 公诉方是否还有新的证据提交 审判长 我想再次询问被告人 可以 周关城看着秦玉 两厢视线对上 他开始发弯 被告人 三年前方玉案结束后 你为什么突然离开京城 去陌生的地方打拼 梅里寒目光射向对面 周关城今天是吃贺鼎红了吗 问得这么多 当年秦玉离开比较突然 但他和徐旭都很清楚 方玉案对秦玉造成的影响 无良媒体为了流量 带节奏抹黑他 网上无数人辱骂 还有人跑到律所喷漆 严重影响到了秦玉的 正常工作和生活 为此他休息了一段时间 大家都以为 等风波过去后 他就会回归 谁知他突然宣布 离开京城远赴南方 加入大安 大安当然不差 但是秦玉在京城经营了十年 根基全在京城 离开前 他也已经是律所合伙人 没有必要去新的地方 重新开始 他离开京城 有各方面原因 但方苑绝对是 他离开的主要原因之一 周关城这么问 无异于 结伤疤还暴之于众 反对 梅里还马上道 这跟本案有什么关系 这跟我即将出事的 一项证据有关 周关城 淡然呢 反对无窍 梅里还只好坐回去 不过秦玉神情沉静 似乎这个问题 对他没有任何影响 被告人回答问题 审判长道 因为大安律所的创始人邀请 加上我对南方司法环境 很感兴趣 就答应了他的邀请 在场的北方司法体系人员 感觉被内涵的 这跟方玉案 有没有直接的关系 周关城问得更直接 有点关系 因为这个案子 很多媒体和个人 不认可法院的判决 不停骚扰我 影响我的正常生活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不是因为在方玉案中 存在被追究责任的 隐患而离开京城 反对 梅丽涵和徐旭 同时喊出声 梅丽涵先说道 被告人离开京城 完全是个人事业追求 公诉人这是恶意猜测 公诉人三番两次 恶意猜测 我方有理由怀疑 公诉人对被告人 有私怨 作为公诉人 周关城的表现 确实过于尖锐 梅丽涵的话 不免让人想到 三年前方玉案 也是他和秦玉对决 最后是他公诉失败 第一次开庭秦玉 也说过两个人不对付 是不是真有点私怨 周关城从容解释道 作为知名律师 被告人有很多机会 接到南方的委托 不缺乏体会 南方司法环境的机会 而离开京城前 被告人在当时的律所 已经是合伙人 事业和人脉都在京城 离开京城等于放弃 十年打拼重新开始 而且被告人离开得很突然 既没有必要 也是过于巧合 如果被告人 会因为方玉案被追责 不论被告人是在京城 还是在S市 都没有区别 不然他现在怎么会在这儿 梅丽涵再次反驳他 周关城看向审判席 沈判长 我方有相关证人 什么证人 沈判长问道 曾经与方玉关系密切的朋友 沈判长 我方请求传唤证人言语到庭 带证人到庭 很快 一个三十几岁模样的男子 被法警带上法庭 大高个儿 裹子脸 气质却颇为斯文 瞧着像是做生意的 走到证人席上 他自我介绍 我叫严宇 三十六岁 招满府火锅店的负责人 周关城开始发问 你跟方玉是什么关系 曾经是关系很不错的朋友 我认识他很多年了 经常在一起约饭唱歌 但是这两年就没怎么联系了 严宇回答 那在你的眼中 方玉是个怎样的人 方玉看着人是斯斯文文的 但是脾气挺大的 又臭又硬 心思还贼重 突然就会发脾气什么的 别人也不知道 到底怎么惹到他了 不过他为人倒是 还挺仗义大方的 所以我才不介意 他的臭脾气 那你具体是什么时候 跟方玉关系生疏了 他无罪释放之后 言语补充呢 其实他刚出来那会儿 我跟他还挺好的 虽然外面都说 他杀了王英 但是法院判了他无罪 那我寻思着 应该是没犯事吧 他出来后 我还给他办了 小酒席去会节 那这么看来 你们的关系真的很好 后来又是因为什么 关系生疏了 就是 我一个亲戚犯了点事 事不严重 但是很有可能会留下案底 家里孩子正在备考警校 直系亲属有案底 正审不好过 我去寻思着 方玉那个辩护律师很厉害 就找他 想叫他介绍那个辩护律师 他说他的那个辩护律师很贵 给我比了个手势 说他花了七位数 请那么一个律师 我当时就吃了一斤 这何止是贵啊 简直是天价 方玉说没办法 这是买命的钱 我说这也太贵了 律师难道是金口吗 开一次口就要开口费 他说有很多事你不知道 没有那么简单 我说律师不就是靠嘴皮子打官司吗 区别就是嘴皮子厉不厉害 那证据都不是他们找的 方玉说证据不是律师找的 但是律师可以让证据消失啊 法院没有充分的证据就判不了刑 我觉得他那话有些古怪 难道他的律师还能帮他消灭证据了 那应该是犯罪的吧 律师执法犯法 哟 那个时候方玉台就笑了一声 说是只要是给够钱 他们什么都能帮你干 我还不信 说难道他出来 难道是律师帮他消灭了证据了 哎呀他当时笑得意味深长 说这事不能明说 让我自个儿体会 我回到家以后慢慢回过味儿来 吓出了一身白毛冷汗 他那话说的意思 不就是隐晦地承认 他老婆是他杀的 就请了一个厉害的律师帮他脱了罪 杀人犯我可不敢当朋友 从那以后我就跟他疏远了 言语一口气说完 方玉有没有明确地告诉你 他给了他的辩护律师 七位数的律师费 周官成问的 对两百万 言语肯定的 你如何得出方玉的杀人证据 是他的律师 也就是被告人帮助他消灭的 方玉说只要给钱 律师就可以帮忙消灭证据 我问他是不是律师 帮他消灭证据的时候 他没有否认 谢谢 周官成向审判席汉手之一 评问完毕 梅丽涵和徐旭相识一眼 这个新证人应该是公诉方最后的底牌了 证词指向秦玉帮方玉毁灭证据 对秦玉不利 审判长 辩方有几个问题询问证人 梅丽涵提出申请 辩护人请问 梅丽涵将目光转向言语 证人言语 请问你找方玉询问律师的事情的时候 是在什么地方 在我家火锅店的包厢 你们边吃边聊 对 喝酒了吗 喝了 喝的什么酒 一瓶飞天茅台 言语说道 因为是要问事 特地开了瓶好酒给他 方玉喝了多少 大半瓶都是方玉喝的 方玉有没有明确跟你说 他的辩护律师帮助他消灭证据 导致法院证据不足 所以才导致方玉得以脱罪 我问他是不是律师帮他消灭证据 他没否认 也就是说 方玉没有明确说过 他的辩护律师帮助他消灭证据 但他就是这个意思 他有没有清楚的和你说过 譬如 对啊 就是我的律师帮我消灭证据 法院证据不足判不了 所以我无罪释放了之类的话 没礼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打断 这倒没有 再喝了大半瓶飞天茅台这种高度白酒 再鉴于你们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方玉有没有可能在你面前夸大事实 吹嘘自己的经历 故意吓唬你的可能 言语迟疑 这个我不能确定 谢谢 我提问完了 没礼还坐回去 徐徐没有提问 但是形势有点胶着 审判长斟酌了一下 宣布休停十分钟 商办局说不上谁占优势 待会开庭应该就是最后的辩论环节了 也是双方最后的冲刺机会 胜败再次一举 秦玉被代理法庭 梅丽涵和徐徐都顾不上他 抓紧时间跟律师团交流 十分钟一谎而过 现在开庭 审判长落下法锤 法庭瞬间安静下来 工作方继续举证 周官长看向审判长 宣布对起诉书中指控被告人的全部事实 已向法庭举证完毕 审判长看向梅丽涵二人 辩护方你们有证据要向法院提交吗 没有 梅丽涵说道 法庭调查结束 审判长严肃道 下面开始法庭辩论 终于到这里了 梅丽涵暗暗息气 迅速让自己的心绪沉淀下来 清空大脑 在飞快将辩护思路一条一条顺过 随后谋光一定 如一点寒光射向对面 周官长按顺序先发表公诉意见 审判长 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89款 第198条的规定 我受京城中级人民检察院的指派 代表本院以国家公诉人的身份 出席法庭支持公诉 并依法对刑事诉讼实行法律监督 先对本案证据和案件情况发表如下一件 请法庭注意 一 本案证据确定 充分 在与方域见面的过程中 教授方域当庭翻供 并在法庭上与方域多次眼神接触 示意方域翻供 得知方域将凶器藏在父母家中 被告人亲自去方域父母家带走了凶器 扔到方域父母小区的人工湖中 二 定性和法律适用 根据第306条 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 伪造证据 妨害作证罪 在刑事诉讼中 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毁灭 伪造证据 帮助当事人毁灭 伪造证据 威胁 引诱证人违背事实 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者拘役 情节严重的 处三年以上 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被告人作为一个熟知法律的律师 应当更加遵守敬畏法律 但被告人为了胜诉 不择手段 作为方域辩护人的时候 收取了巨额的律师费 将法律当作敛财的工具 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 在社会上造成了极其恶力的影响 应当作为从众情节处理 法庭里一片寂静 只有周关城的声音 这是他抬头看向秦玉 说出最后的公诉意见 建议以辩护人 诉讼代理人毁灭证据 伪造证据 妨害作证罪 除以有期徒刑三年 三年 属于情节严重的量刑 周关城目光如电 秦玉却只是平静地看着他 似乎对这个公诉意见并不意外 也可能没把公诉意见放在心上 梅丽涵直接在心里 一个阻安问候 你咋不建议最高量刑呢 这样秦玉出来过季退场 只能靠包养了 审判长的声音打破寂静 被告人是否要做自行灭护 秦玉转向审判席 我要自便 审判长 被告人发表自便意见 所有人将目光投向他 包括正在看直播的观众 也包括江卫书 屏幕上秦玉的画面比较小 但画质还可以 能看到他的始终平静 从人的脸孔 在外出的目光没有一刻 从他脸上挪开 此时此刻看到活生生的他 他有点真实见到他的感觉 第一 本案证据不准确 不充分 他一开口竟然直接 从公诉人的公诉意见去 精准打击 好家伙 他们一个好家伙 周官成却没什么表情 淡淡看着他 就教唆方域编造虚假口供这一事实 在第二次开庭的时候 已经进行过制证 方域翻供的供词本身没有编造 只是部分隐瞒 那么编造虚假口供这一点的基础便不存在 辩护律师对委托人的相关情况和信息有保密的权利 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 不受法律追究 我在法庭上做有力方域的辩护 是法律赋予我作为律师的权利 基于前面一点 眼神接触更不能证明我教唆方域编造虚假口供 公诉人 秦玉看着周关城 抬手指向他身边 无人的一侧 你的身边也一定做过当事人或者当事人家属 他们在法庭上将所有希望都倾注在你身上 一定有用或是担忧或是期盼 或是急切的眼神看向你 希望你能帮助他们讨回公道 你们立场一致 但是他们的眼神可以证明你们勾连吗 周关城缓缓垂下眼帘 余光撇向自己身旁 无人的一侧 秦玉将目光转向审判席 审判长 审判员 在这下面 在辩护方和公诉方两边 以及旁听席中 也一定有人用祈求希望的眼神 不止一次看过你们 希望你们能予以公正的判决 能帮助他们含冤的人洗清冤屈 被侵害的人讨回一个公道 但是他们的眼神 可以作为你们的暗中勾连证据吗 审判长和审判员都没有说话 却都不由看向法庭 在法庭上 当事人永远是最弱势一方 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国家司法机关 个人面对国家暴力机关 非专业面对专业的打击 唯一能站在他们身侧 帮助他们对抗这一切的就是律师 他们忐忑不安孤立无援的时候 看向自己的律师 这也算违法吗 法庭里一片寂静 司法机关维护公平正义和社会稳定 但是能第一时间站在当事人身边的 的确是律师 也只有律师会始终站在当事人一边 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来 当意外来临 谁都希望有个不问立场的人 坚定地站在自己的身边 我帮助方玉消灭证据这一事实证据模糊 指控我的证据都是口供 方玉作为检举人 证词本身对我不利 他本人对我也充满恶意 证词效力值得商榷 而证人言语 仅凭猜测并无实证 两者皆不能明确证明我 为了胜诉帮助方玉消灭证据 说到这里 秦玉顿了一下 目光转回公诉方 第二 定性和法律使用错误 旁听习一片稀气声 居然直接反驳公诉方法律使用错误 这不就是说公诉方一开始定罪就搞错了 这问题可非常大 周官成还是一张扑克里 只是淡淡看着他 似乎看他还有什么招 刑法第306条 第一款中的辩护人毁灭伪造证据 其证据不包括犯罪嫌疑人 随时可能改变的口供 该条款也不适用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 就按键辩护进行交流的情形 两项指控中 只有对他帮助方玉处理凶器这一项指控 符合306条的试用 但是他帮助方玉处理凶器这一项指控 证据不清楚 刑事辩护的收费确实有标准 一般不超过5万 最高不超过15万 但即使是超过标准 也只能是按纪律处分或者行政处分 与犯罪无关 但在实现中 律师费没有硬性标准 具体收费根据案件情况 委托人的不同要求 以及律师的社会信誉 和工作水平等多方面因素决定 方玉处给我的律师费中 包括了其他民事代理 价格高于一般标准 但我一直是这个标准 作为行业内的金字塔尖 作为没有败诉过的律师 他就是高于一般标准 我始终尊重每一个人诉讼和辩护的权利 不论什么性别和身份 每一个委托人与我而言都没有不同 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竭尽所能维护委托人的利益 致使律师的职业素养 作为一名从业十年以上的律师 我比更多人都了解法律 但正因为了解 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敬畏 在法庭上帮助被冤枉的委托人 洗清冤屈是对法律的敬畏 但同样的 即使委托人恶贯满盈 让他们得到应有的公正审判 程序合法 罪名准确 不错判 这也是对法律的敬畏 法律的公正 不只在于维护事件正义 也在于给予罪犯公正的判决 如果三年前 用警方提供的那把假凶器 作为定罪证据 方域确实不会逃脱罪责 无辜被害的亡者 也会在三年前 就得到正义的判决 和灵魂的安息 但这会践踏司法程序 没有合法的程序制约 权力就会失去控制 这次没有冤枉凶手 但是下次呢 下下次呢 旁听戏里有人张着嘴 这番话有点颠覆认知 可是又无从反驳 法庭里一片寂静 连呼吸声都放轻了 陈玉说吧 微微汗手 审判长 审判员 我的自辩意见发表完毕 审判长看了看他 旁边的审判员凑过来 跟他小声说了句话 但审判长没有表态 下面由辩护人发言 徐旭看着梅丽涵 他们之前已经商量好 由梅丽涵发言 梅丽涵知道这是最后一步 秦玉在前面披荆斩棘 将最艰难之处攻克下来 他们必须帮他巩固战果 他暗暗吸口气 抬眸看着审判席 尊敬的审判长 审判员 盛和律师事务所 所接受被告人秦玉 法定代理人的委托 并经过被告人本人同意 指派梅丽涵 及我本人担任 被告人秦玉的辩护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3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 第25条的规定 今天出庭为其辩护 就本案定罪量刑 我提出如下辩护意见 请法庭予以认真考虑 一 仅凭方玉的证词 认定被告人 教唆编造虚假口供 以及被告人 亲自到方玉家中 与其父母见面 和一名证人 单方面的猜测 认定被告人消灭证据 证据明显不够充分 缺乏完整的证据链 我还希望法庭 能够注意到的是 这两项指控 不仅是对一个 优秀刑辩律师的伤害 同时 对刑辩律师群体 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取证 容易被诉伪证罪 律师为了自保 将不再主动取证 完全依靠司法机关 提供证据 甚至会降低 刑辩律师的出庭率 如果律师不出庭 检察官拿着证据 就可以交给法院判决 既然法官拿到证据 就可以判决 那么检察官 也就没必要存在 既然只要有证据 就可以定罪 那么 法官也就没有必要存在 只要警方找到证据 就可以抓人送进监狱 法庭上不能只有 公诉人唱独角戏 梅利涵诚恳地 看了看对面 随后看着 审判刑上的法官们 306条 是悬在律师头上的 达摩克利斯之箭 约束律师的同时 也会限制律师 发挥作用 我恳请地希望 司法机关能够慎用 二 律师费的高低 属于律师与委托人 协商的结果 收费高不等于 达成非法交易 200万的律师费 对于大多数 刑事案件来说 确实很高 但是对于被告人 这样的业内知名律师来说 却不算很高 实际上 在行变中 百万级别律师费 并非没有 而在整个行业中 一个案子 或者一个项目 创收百万并不少见 但以非送业务来说 被告人每年 可创收数千万 以收取高额律师费 来指控被告人 既没有依据 也没有说服力 最后 我必须申明 秦玉是一个非常优秀 也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律师 梅丽涵边说 边取出一份折叠的名单 这是一份 秦律师法律援助的名单 他接手的 法律援助案件非常多 每一年都在做 如果他为例仕途 根本不用做 这么多法律援助 他不是某些媒体 口中的黑心律师 他一边说一边展示 旁听袭太远 伸长脖子也看不到 但是能看到上面密密麻麻 写满了名字 这上面的每一个案子 基本上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判决书 每一个案子都是胜诉 或者各位可以上相关网站 直接用名字查询 就可以看到 秦玉究竟做过多少法律援助 秦玉就如同他所说的一样 每一个委托人 在他面前都没有不同 当委托人站在他面前 维护委托人的合法利益 就是律师的职责 就是律师的本能 如果不是在法庭上 很多人已经迫不及待 想上网搜索 而观看直播的人 则直接搜索起来 很快就看到了 长达十几页都翻不完的结果 最后的最后 有句话 望周知 梅丽涵抬头挺胸 自证腔员 一字一句道 律师是在为恶人的人权做辩护 而不是为他的恶做辩护 姜卫说没能等到庭审结束 突然有当事人来访 他不得不关掉电脑 给两方当事人做调解 这一条节便到了下午 这边是了 他的心突然砰砰跳起来 预感要发生什么 但不知道是好事 还是坏事 小伟数手机突然响起 看着来电影时 他突然张大眼睛 心脏跳得更加激烈 扑通扑通 整个人仿佛被抽离了 铃声响了好一会儿 他回过神来 连忙接通 喂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 似乎在聆听彼此的呼吸 过了一会儿 才传来一道熟悉的轻患 别说 张伟数鼻头一酸 视线突然模糊了 胜诉了 胜诉了 他肯定能说到 张伟数眼泪一下子滑落 带着重重的鼻音 似埋怨又似遗憾 我没有看到 晴雨轻轻笑了声 你在看听审直播 嗯 江伟数吸了鼻子 嘴角上扬 恭喜 同心 江伟数忍不住笑了 嗯 我很欢喜 说完这句话 电话李安静下来 两个人都很想念对方 想说的话太多 情绪太满 一时不知道从何说起 你 你说 请遇到 江伟数其实也不知道 说什么 就是开心 满心愉悦 觉得自己快要飞起来 听到晴雨的声音 就很满足 紧碎而来的更是 强烈的想念 充斥在他身体里 从头发丝到汗毛 心脏脾肺肺肾 都在想他 江伟数轻声道 我想你 晴雨本来尚算平静 江伟数的想念 一下子打破了他的自制力 我也叫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 晴雨从来没有这么冲动 你在家等我 江伟数眼睛一亮 但又很快想到他很辛苦 还有案子刚结束 这次很多人帮他 他肯定还有很多人和事 需要处理 也不用这么着急 你先好好休息一下 把京城的事情处理完了 再安心回来 你不想今天见到我 我想 每一天只要脑子空下来 就在想 江伟数轻声泥奶 我可能是得了 既腹即可症 我想要抱你 你再紧紧地 用力抱着我 晴雨听得心间发疼 他只是想他了 不过最难的时候 已经过来了 我不急了 你先把事情处理完 我在家里等你 最难的不是不能见面 而是没有任何交流 只能从别人口中 听到他的状况 但是现在这些屏障都消失了 如此刻 能听到彼此的声音 其他的便也不那么重要了 他明白他的心意 倾向 好 大家都知道 他打电话给江伟数 才刚宣布判决结果 就要手机打电话 这么迫切 打给谁可想而知 这么快就挂了 晴雨傲了一声 把手机还给邱文静 我们走吧 刚出现在法院大楼 无数记者涌上来 围着他们争先恐后的提问 简律师 恭喜胜诉 请问您现在有什么感想 简律师 你在法庭上的辩护很精彩 你觉得自己这次胜诉 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你和律师团分别在庭审中 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呢 简律师 见他看着被记者包围的晴雨 以为他心情不好 惊声询问 周姐 你好吧 他不是第一次跟周官成搭档 这个案子从头跟到尾 知道这个案子很难办 不仅难在对方 就是个厉害的行变律师 对法律和庭审经验丰富 还有同样丰富经验的 律师团做后盾 每一个都不好对付 还难在案情复杂 开庭三次 停变一次比一次激烈 这个案子跟普通刑事案不大一样 有诸多敏感之处 从上到下都倍数关注 而且周官成三年前 跟晴雨有过交锋 最后公诉失败 江湖传说两个人很不对付 据说周官成一直没有放弃方圆 有部分原因 就是想一雪前耻 其实他挺好奇周官成 跟晴雨的恩怨 当然这话他不会问出来 因为跟周官成搭档 这么久 他知道周官成脾气很硬 甚至过于刚直 不至于公报私仇 他很佩服周官成的地方 就是有些罪名的量 是会低于人们的期待 如家暴致死判两年 这种结果 不会在周官成手上发生 他会追究最高量刑 院里抗诉最多的就是他 如果说晴雨是律师里的刺头 那周官成自己也是 检察官里的刺头 这么想似乎也能理解周官成 为什么只说于追究晴雨的责任 周官成没有解释 走吧 这是晴雨似有所感 侧头朝他这边看了过来 两个人视线对了个正常 没有不甘 没有怨恨 似乎庭审结束 一切针锋相对变 消弥无形 两人目光很快错开 周官成带人离去 这次结束 以后可能再也不会有交锋的机会 但若是有 必须仍是全力以赴 随着案子宣判 庭审结果迅速冲上热搜 知道的人越来越多 讨论的人也越来越多 将尾书下班的时候 也终于有时间看后半节 庭审视频 梅丽涵发表最后的辩护词后 双方再次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但明显可以看出 辩护方渐渐占据高点 而公诉方厚利不足 在没有有力证据的支持下 所有指控都略显苍白 辩论结束后 审判长宣布暂时休停 很快 何一庭返还法庭 由审判长宣布判决结果 经合议庭讨论后 认为公诉人指控被告人情欲 毁灭证据 伪造证据 妨碍做证罪 事实不够清楚 证据不够确实 公诉人指控被告人罪名不成立 现依法宣告 被告人无罪 当庭释放 审判长从开庭已始 对律师表现出有些偏见 但最终的判决没有偏见 这就是以事实为依据 以法律为准胜 彻底放下心的江法官决定回家 错顿大的 他先打电话准备把这个好消息 告诉江老板 谁知江老板张口就到 早知道了 还用你说 大好事一件 语气这么冲的呢 不过他心情好 并不在意 挂掉江老板电话 非快给范阿姨报喜 范阿姨在电话里 阿姨有了半天 说要好好地庆祝 不过他觉得范阿姨应该也知道 毕竟范阿姨可是8G冲浪选手 就是配合江卫书乐呵 江法官 恭喜恭喜啊 你家秦律师可以回家啊 下楼时 江卫书收到同事们的祝贺 他每一间眼底都是笑 谢谢 回家路上陆续收到朋友们的报喜 虽然报喜迟了 但是满满的心意 晚上晴雨打视频过来 早也说真心实意 夸他最后这场庭审很精彩 堪比大骗 还把网上说他的段子 念给他听 什么 我一直是这个标准 要请律师吗 把白眼狼气到吐血的那种 他说的乐不可知 却叫晴雨哭笑不得 晴雨这一个多月都没有睡好 又刚刚经历紧张的庭审 这两天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 江卫书心疼 没聊多久就催他睡觉 第二天江卫书就在电视里 看到他的采访 他白衣黑裤 头发还来不及剪 书成大背头也很帅 秦律师 你打完这场官司有什么想法 还是胜诉比较好 希望以后能保持 记者直接被他的回答逗笑了 可不是是胜诉好吗 要不然的话他现在该吃公家饭了 这次你是被自己的委托人检举 那以后还会做行编吗 会 不过我会更加谨慎 那虽然在法律上证明了你无罪 但是仍然有很多人觉得 你明知道方玉杀害了妻子 还帮助她做无罪辩护 你认为律师的道德底线 比普通人更低吗 你这个问题不准确 说到专业问题 简易严肃权 应该说律师的职业道德 跟普世大众的道德是否一致 大多时候是一致的 因为律师的形式准则是法律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 但是道德没有固定标准 而法律有 律师也是人 对于方玉这类的案子 不同的律师可以有不同的选择 可以选择不帮助她 也可以选择与当事人达成一致认罪 也可以根据案情在法律允许范围内 最大限度帮助当事人 如我 我不做预判 只忠于法律 他看着镜头 只是每个人的选择不一样 没有非对即错 记者又问了几个专业问题 突然八卦 你与周检察官两次庭审侠鹿相逢 你们之间是不是有公酬啊 听到这个名字他姿态放松 没有公酬 只是立场不同 也没有私酬 周检察官作为检方很负责任 就是我不是很欣赏他这个人 这不是说周官成这个人很讨人贤吗 记者忍君不禁 但如果还有机会 你希望在法庭上遇到他吗 这种事不是我能决定的 我觉得这个问题 你问周检比较合适 记者快被他的前台词笑死了 拜了两次 人家可不一定愿意再碰上你 这不是埋态人吗 此时此刻 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呢 回家 结婚 姜尾叔捂着发热的脸 却控制不住笑成傻子 他怎么当着镜头说出这种话 只要是播出来 果不其然 中午吃饭的时候 他就被同事们调侃 又问他什么时候举行婚礼 姜尾叔也不知道 秦玉什么时候能回来 不过应该快了吧 平淡的忙了一天 下班时 他看着日历上的休息日 想着要不然周末去一趟京城 这时 手机突然响 下班了吗 男人熟悉的嗓音从电话里传来 姜尾叔关掉电脑 正准备走 你呢 秦玉突然笑了一声 姜尾叔还想得怎么这么开心 就听他说 下来 我接你回家 姜尾叔眼瞳一苏 半秒后 东西都顾不上收拾 抓上包 就冲出了办公室 他几乎什么都看不到 完全是遵循着本能 奔下楼 江法官 风从耳边刮过 吹乱他的喉发 似乎有人在喊自己 但姜尾叔也没听清 一口气跑到法院大门外 突然停住脚步 一个高大挺拔的人 站在路边 在阳光下 正朝他微笑 整个世界都虚化了 他听到自己猛烈的心跳声 快乐狂欢 姜尾叔飞奔过去 扑在秦玉的身上 身体重重撞上去 将他撞得往后退了一步 他的体温 气息 心跳 将姜尾叔整个人包围 真实的感觉 姜尾叔将自己 深深地埋进他怀抱 同时也紧紧抱住他 这一刻 或许有人在看着他们 但姜尾叔全然顾不上 整个世界只有他 过了许久 秦玉才略微松开他 垂眸看着他 姜尾叔从他怀里抬头 不错眼地看着他 突然稳住 秦玉同时揽住他腰 在唇齿交接的一瞬 如星星之火 坠入思念的荒芜 以燎原之时燃起熊熊烈火 将彼此的渴望彻底点燃 姜尾叔感觉自己渴望的 骨头都疼了 什么都不管用 也什么都不想管 只有秦玉才能让自己平静 秦玉被他的想念 烫得心间发颤 几乎控制不住自己 恨不得将他融入自己的身体里 急速的呼吸中 两个人渐渐得到平复 又过了一会儿 姜尾叔的理智回笼 双手挂在他脖梗上 秦玉低头看他 彼此眼中映出对方的影子 姜尾叔满心的快乐 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秦玉凝视着他 回来举行婚礼 这么着急的吗 错过这次得再等两个月 姜尾叔又笑了 想起当初选的三个日子 八月之后就要等十月了 好在秦玉赶回来了 他笑意飞扬 我们回家 秦玉牵住他手 眉眼含笑 回家 姜尾叔和秦玉的婚礼 如期举行 亲友们窒息这个消息 几乎无人意外 纷纷为他们感到高兴 岳叔终于等回秦玉 能见证他们美好的婚礼 律所这边 秦玉邀请了桃林 乔律师 萧律师 还有赵思雨 至于法院 姜尾叔邀请了刘一丹 朱伟林和吴嘉生 吴嘉生带家属 除了姜如倩和张亚婷 这两个伴娘 京城那边 还有几个交情好的老同学 秦家人自是不用提 除此之外 秦玉还有几个朋友 梅丽涵和徐徐也来了 加上陆三一家 大约三十几个人 姜尾叔和秦玉 统一订了机票 傍晚从S市出发 京城的亲友 则中午便出发了 姜尾叔他们的飞机 还没起飞 就说到张亚婷 发来的海岛风光 蓝天白云 草地椰树 大海沙滩 美不胜收 他们到酒店时 夜幕已经落下 海风袭袭吹来 海浪哗哗拍 站在酒店门口的草地上 可以看到幽蓝的天空 和大海连成一片 邱文静夫妻 还有张亚婷在大堂等候 见到他们微笑 上前打招呼 当进入住时 陆三突然敲了一下前台 一副要搞事情的语气 哎 等会儿 今晚秦玉和瑞叔 得两个房间吧 啊 哈哈 讲远说秦玉转头 见两口子看着他 陆三笑得跟朵花似 他这么一说 其他人反应过来 邱文静笑音音道 按规矩 新婚前夜是该分开的 大家看着他俩 秦玉没说话 但是看表情不大愿意 他在容若笑 调侃秦玉 秦玉你也别急 就今晚分开 以后有的是机会住一起 哎 说的没错 以后想分房睡 都不一定有机会 乔文静一脸无奈 谁想陆三这家伙 矛头又对准他了 瑞叔啊 这种大日子 一定要讲究细节 你别太惯着秦玉 你话怎么那么多 啊 我可是为了你和瑞叔好 咱们要守规矩 诺三大意凛然 信他有鬼 秦玉转身 拜入住手续 当然是两个房间 诺三甚是欣慰 哎 这就对了嘛 人人 人人啊 一晚上很快就过去的 秦玉转头看着 姜瑞叔身边的张雅婷 你女朋友来了 要不要给你们安排在一起 陆三顿时感觉张雅婷目光过到自己身上 没说话 似乎想看自己怎么说 他责了一声 不是我说你啊 让你跟瑞叔分开住 也就是多要一个房间 你至于这么小气 在我这接着吗 哦 原来还没把人拿下呀 他也在一起 有大半年了吧 竟然还是纯洁的男女朋友关系 这可不是陆三作风啊 陆三是不是不行啊 陆三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偏有苦说不出 总不能说他跟张雅婷正儿八经在一起 就两个月 之前是假的吧 他不要面子吗 没法解释 只能默默咽下苦果 大家忍君不禁 叫你惹其欲 该 办好入住手续用了个减餐 一些人在酒店酒吧喝酒聊天 聊到一半 姜卫叔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他找了个借口离开 在酒店外的喷泉 看到秦宇挺拔的身影 他走过去笑着弯 看妈这样叫得出来 秦宇牵着他手 去散散步 姜卫叔有种偷偷约会的感觉 有点小刺激 嗯 好啊 随时海面和天空化为雨色 夜间的海风大了些 风还是暖和的 吹的人头发凌乱 空气中带着淡淡的咸味 但是不难闻 姜卫叔感觉自己的心很平静 可能是想要的人就在身边 连想到明天的婚礼 都只有期待 没有特别的激动 不过这闹了明天 他可能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想着他唇边勾起 微笑的弧度 快乐填满心间 秦宇看他每一件眼色 都是笑意 很开心 嗯 开心啊 他声音都像快乐的小鸟 你呢 我也是 姜卫叔抬头 秦宇看着路 目光平视 从大角度能看到他 能看到他性感的下河线 五官在路灯下更深邃 却又被染上了细续温柔 这时 秦宇低下头来 眼中映出了姜卫叔的影子 这是姜卫叔见过最美的景色 永远不会厌倦 他为此驻足 带着他停了下来 姜卫叔踮起脚 迎向秦宇 在夜风中 两个人相拥在一起 所有人都知道他们出去了 但是没有人打扰他们 即便他们晚上没有分开 也不会真的有人说什么 不过姜卫叔还是决定遵守规矩 结婚前夜还是不要见面为好 小别胜心欢吗 在陌生的酒店 身边没有熟悉的温暖 却是有些不习惯 但他没有预期的那样失眠 而是带着美好的期待 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清晨 他是被门铃声吵醒的 张雅婷 姜卫倩和刘一丹 过来找他吃早餐 乔律师和萧然 虽然是秦宇请来的 但他们这会儿 都在姜卫叔这边 刚才看到是我们 你是不是有点失望啊 张雅婷亦有所指 姜卫叔切了个荷包蛋 没有啊 这不是早就订好的流程 今天上午都是你们陪着 在婚礼开始前 他身边姜氏伴娘和小姐妹陪伴 他和秦宇都不会见到彼此 那你现在什么感觉 张雅婷又问 嗯 没什么感觉 结婚这种一辈子 可能只有一次的事 你居然没感觉 哎呀 秦律师岂不是要完了 不止张雅婷 姜卫倩他们也不信 他我要怎么样 现在哭 你这淡定的都不像头一次的 你这叫什么话呀 姜卫叔差点掖住 不是有句话叫熟能生巧吗 看你这样就经验很丰富 一点不操心的样子 其他人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点点头 姜卫叔白眼 你们又没结过婚 怎么知道我这不是新婚的样子 我们是没结婚 可没吃过猪头 还没见过猪跑嘛 嗯 姜卫倩突然吱了一声 我倒是有经验 但是结婚那天体验感很差 那边乱糟糟的 还有人喜欢灌酒 可讨厌了 我后面累得说不出话 不过 真没像姐你这么淡定轻松 倩倩 你胳膊肘往外拐啊 听姜卫倩语气随意 拿上次婚姻开玩笑 说明真的走出来了 姜卫叔很是欣慰 但如果不是为了埋态自己的话 他会更欣慰 瑞叔 你是说我们都是外人 张雅婷马上接话 不愧是律师 张嘴就挖坑 啊 几个女人起哄 看她怎么说 我是被你们排挤 被迫外人 姜卫叔把锅甩出去 这时梅丽涵 端着餐盘从里面走进来 听到姜卫叔的话便吗 是谁排挤我们的新娘了 余光扫扫张雅婷 笑音音地跟姜卫叔的 顺叔 要不我给你当伴娘 我还没有给人当过伴娘呢 张雅婷立马捍卫主权 我们打是亲骂是爱 你这个外人不懂的 姜卫叔闷笑 刚才外人还说她的 怎么这么快就变成别人了 姜卫叔瞥了眼张雅婷 故意的 骂是骂了 但亲不亲我不知道 半分钟前我还是个外人 姜小叔 你怎么胳膊肘往外拐 张雅婷不满 小燕他们听到这话 实在忍不住 哈哈笑嘴 张律师 我发现你跟陆老板的脾气 简直一模一样 是不是待久了被童话了 这就不是一家人 不进一个门 乔律师笑着说 赵思雨最后补充 向陆老板每次被揭穿后 恼羞成怒吗 张雅婷坐是要掐赵思雨 赵思雨连忙躲 两人让桌子乱成一团 秦雨起得很早 去海滩边跑了一圈回来 叫客房服务把早餐送到房间 没会儿门铃响 房门打开 一群笑容满面挤在门口 陆思安提着一套西装礼服 秦许抱着一个鞋盒 一窝蜂地涌进来 陆思安一进来张望了一下 哎哟 这个房间里 怎么一股子空虚寂寞冷呢 昨天晚上睡没睡好啊 大家笑喷 老陆 你还没结婚呢 这么嚣张 不怕秦雨寄小本本 到时候有你哭的 那得等我结婚呢 我结婚八字还没一撇呢 但是啊 今天认识说什么我也不怕 秦雨结婚肯定就这么一次 错过这次 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这么说的 放过了 那可得后悔终生啊 陆思安唯恐天下不乱 还叫大家一起搞事情 这话可是你说的 秦雨 你可给陆思安记着了啊 他结婚的时候 千万不要放过他 到时候看你们的本事啊 陆思安一副不待怕的样子 很快有一本正经呢 先不说别的了 抓紧时间把我们的新郎 打扮起来好价喽 一群人催促秦雨 把结婚礼服换好 然后去做造型 这就要专业的造型师来做 从发型到配饰 再到香水 从头到脚都要仔细打理 还是费一番功夫 但论时间 还是新娘这边要花更多时间 秦雨这边做完造型 香月叔那边听说还在化妆 我帮你探探消息 陆思安疯狂暗示 不用 你也不许去 虽然很想看到他模样 但不想破坏彼此的期待 期待经过充分的酝酿 惊喜才会更动人心 随后交代秦雪 小雪 你把它看紧 这次今天一直在做妖 一个没看住 就蹦跋起来 秦雪已经换了伴郎服 小伙子年轻帅气 精神头得好 接到哥哥的胶带 立马一胳膊攀住入三 好嘞 哥你放心吧 我这双眼睛 现在就开始黏在陆老板身上了 上厕所都不叫他离开我视线 上厕所你也跟着我 秦雪我可告诉你啊 我是有女朋友的人 你注意点分岁 我又没女朋友 秦雪称他几眉毛 也没男朋友 陆森飞快把他胳膊扒了下来 你去 男男射手不信啊 你得溜元那儿 大家乐不可知 秦雪偏要凑上去 又想勾肩搭背 小岸哥 你以前还叫我小甜甜 这么快就翻脸不认人了 你也不瞅瞅你多大岁数了 还他妈小甜甜 六三人身攻击 再怎么也没你大 我当然大了 我哪儿都比你大 这话我怎么听着那么不服气呢 你不服气也没用 这是事实 小子 跟哥比 你还差了那么一点点 行吧 我比不过你 那你跟我哥比呢 就不信你敢说比新郎官厉害 陆森飞去了眼秦宇 笑得特别贱 嘿哟 你哥呀 一夜七次郎 我年纪大了 我是真比不过 秦宇眉心一蹴 陆森 你别不瞎 你哥亲口 陆大黑 好好好 我不说我不说 我不说了 陆森做了一个嘴上拉链的动作 却是一副大家自行领会的表情 顿是一片紧哄声 秦宇眉偶表情跟陆森放话 你给我等着 比起男士 小伟叔这边和气很多 拿到大红包的伴娘和姐妹们大呼 将法官豪气 江小叔 你再写两次婚我就发财了 张亚婷抹着红包 爱不释手 你会不会说话呀 江卫叔没好气的 张亚婷笑嘻嘻 哎呀 这不是可以同婚 西婚 迎婚 金婚 钻石婚都结一次 我都给你当伴娘 伴娘得未婚 别说我钻石婚 我止婚的时候你还未婚 陆三说不定就得跟我急呢 这俩的岁数比江卫叔他们这对还大 倒不是说年纪大点就着急结婚 主要陆三那样是奔着结婚去的 张亚婷自己一直都有生小孩的想法 估摸着在过段时间感情稳定 这未婚生涯就得结束了 说不定啊 很快又有喜酒喝了 伟厉涵笑呵呵说 张亚婷稳稳的 我们还纯洁着呢 结婚八字没一撇 倒是你们谁结婚都可以请我当伴娘 场面绝对给你们撑得漂漂亮亮的 红包不用将小数这么大 一半就成 强卫叔无语 你可行了吧 还发展伴娘业务 伴娘当多了当心嫁不出去 嫁不出去取总行吧 张亚婷一脸多大的事 他家扑扑直笑 呵呵呵 哎 行行行 当然行 不过陆老板能答应嫁吗 这可说不准 说不定陆老板知道能马上结婚 他立马就嫁了 就是他不嫁 他爸妈知道这事 也会把他打包嫁了的 那也不一定 到时候新郎不定是他呢 张亚婷懒盈盈道 小冉挑眉 张律师你这意思 还准备换人呢 赵思雨嘀咕 那我得跟陆老板抱个背啊 免得他以后又被甩了 到时候又跟秦律师哭 小赵律师 你说什么 张亚婷一副危险的语气 你别仗着是未来老板娘 老欺负我们绿色的小年轻 小冉搂住赵思雨 我们小赵虽然单纯了点 傻了点 还有点过于理想主义 但到底是前律师带出来的人 你再怎么也得给点面子吧 赵思雨还当他是个好的 谁知道居然这么埋态自己 哎呀 萧律师 那谁还没个中二期啊 我没有啊 萧然一脸的谈道 姜法官肯定也没有 乔律师也没有 乔律师点点头 张亚婷呢 中二谁都有吧 那不是小学的时候吗 赵思雨刚想说 张律师还好咱们是一道的 结果就听后半句 不就是说他小学机不如吗 老油条果然惯会玩弄人心呢 你们呀 快别欺负小赵律师了 几个前辈欺负一个新人 也好意思 姜未书说了句公道话 把赵思雨感动了 正想要说点什么 究竟姜未书似笑非笑的 如果你刚才笑得没有那么欢 我倒是信你是个政治人 赵思雨无语 这个世界没有爱了 做好妆发 接到消息的江明德很快就过来了 化妆室的门眼着 江明德走到门口 听到里面的欢声笑语 一下子停住了脚步 吸了口气 他抬手敲门 里面的声音顿了一下 姜未先从里面探出头来 看到他叫了声大伯 姐 大伯来了 门缓缓打开 江明德就看到了 坐在沙发中间 被小姐妹簇拥着的姜未书 姜未书不自觉起身 洁白的婚纱缓缓夜地 微笑着喊了一声 爸 江明德看着身披婚纱的女儿 上次是婚纱已经见过这般模样 可是这次完全不一样 他说不出心里什么滋味 有喜悦 有遗憾 有欣慰 有不舍 还有愧疚和担忧 种种交织 这么多年 已经很少有让他滋味 这么复杂的时刻了 最终他走过去 看着已经长大成人的女儿 微微一笑 漂亮 一边说着 一边点头 很漂亮 姜未书也打量了一下爸爸 爸 你今天可真帅 姜未得穿的是一套白色金边西装礼服 父女俩同色系 不过姜未书的白色漂亮优雅 透着活泼朝气 而他却是威严不可侵犯 这种历经风霜的成熟男人的魅力 让在场几个年轻姑娘也忍不住多看他几眼 姜未书爸爸可真帅 姜未得笑了笑 今天是你的大日子 不能给你丢面子 姜未书忍不住笑 笑着笑着 心里突然有点难过 有点不想结婚了 虽然他没有离家 可到底还是不一样了 结婚就有了自己的小家庭 精力会分到自己小家庭上 他的生命里也多了一个重要的男人 他不再只是一个女儿 还将是妻子 儿媳和母亲 而爸爸仍然只是爸爸 他低下头眼眶有些发热 姜未得握了他双肩 轻拍他后背 好了好了 刚化好的妆 现在还没开始呢 姜未欠第二张纸给他 他小心睡得是眼角 门声道 我待会儿可能真的会哭 我觉得现在就有点控制不住了 大家忍不住笑起来 看他这模样挺新鲜的 瑞树 你可是铁血法官 只有你让别人流泪的范儿 我今天是柔情似水 他一边擦眼角一边反驳 听他这么一说大家都乐了 你跟秦玉哭去 他说不定也哭 到时候给你拍下来 这辈子可能就是为数不多 看到他哭的样子了 他肯定不哭 我要形象 我也得控制住 我得保持我美美的样子 惊艳他 美着呢 哭也美 拉倒吧 真哭起来会流鼻涕吧 那就太坏灭了 但是跟心爱的人 举行此生最盛大美好的仪式 有几个人能控制得了情绪呢 哭也好笑也好 幸福是最美的点缀 就算哭得狼狈 在多年以后这段回忆 会化成美丽的珍珠 在记忆中绽放 盈润动人的光 仪式还没开始 但是外面的场地已经布置好 八月已是炎炎夏季 但是合着海风 在高高的椰术林下 却能去掉炎热 只留下热气 姜维叔所在的房间 看不到场地 但是小姐妹们 已经帮他打探过 非常漂亮 坐在窗前 他独自小气 等待仪式的开始 随着时间临近 他平静的心 起了些波拉 竟渐渐生出了一丝紧张 很快 很快就要见到秦玉了 跟秦玉一起步入婚姻的殿堂 婚姻 很平常的一个词 这个词寻常意义是中性的 可是在这个词里 有时候是褒意的 有时候是贬义的 有的人平平淡淡 有的人一地鸡毛 有长久的陪伴 有冰冷的分离 却都是司空见惯的 可是此刻 姜维叔感觉这些司空见惯的情形 都很陌生 婚姻这个词也突然变得陌生 以一种新的姿态 来到姜维叔面前 即将对他发出考验 他能想到 他们未来的婚姻生活如何 他也有信心去面临 很多婚姻中的问题 可是这个重大时刻来临时 内心还是止不住的 雀跃 纷乱 期待 紧张 使他无法平静 姜维叔闭上眼睛 倾靠着沙发 不知道秦玉现在 是什么样的心情 跟自己一样 带着忐忑和期待吗 另一层楼此时此刻 秦玉正面对镜头 秦许拿着摄像机 陆三坐在他面前向他提问 请问你和瑞书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 赔钱 大家忍不住笑 正还能结婚 得是月老给两口子 用钢链子绑在一起的吧 严肃的 请问你是怎么发现瑞书喜欢你的 他表现很明显 根本没有遮掩 上我家就先征服了我的猫 哦 那你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对他不一样呢 嗯 从知道他的心意吧 他突如其来又很霸道地闯进了我的生活 大概从那一刻就开始不一样 你爱他吗 当然 有多爱 这个答案我已经告诉过他 他知道 如果给你一个期限 你希望可以爱瑞书多少年 76年 啊 不 不是一万年吗 活不到一万年 这个梗的来源也不大好 嗯 那又为什么会是76年 1994年2月 在德国柏林召开的衰老的分子官讨论会上 在回答人的寿命究竟有多长这个问题时 与会的四十多位生命科学家的答案是 从理论上讲 人人都可以活到一百一十岁 他余光看向窗外 我到一百一十岁 还有76年 可以的话 我尽量再多活三年 等我的妻子到一百一十岁 那就七十九年吧 仪式在下午正式开始 录完视频正好到了准备的时间 秦玉作为新郎 要先到举行仪式的地方 等候新娘的到来 碧绿的草地上 几排白色座椅 整齐摆放 中间隔开一条笔直宽敞的通道 两旁是鸡蛋花和玫瑰点缀的花门 宾客们陆续入座 秦玉 杨教授和周教授最先看到他 旁边还有周教授的妻子王老师 秦玉微微一笑 走过去跟他们打招呼 老师 周教授 王老师 随后看着招待三位长辈的父母 爸 妈 几人不住打量他 哎呀 帅气 非常帅气 秦玉一笑 老师很时髦 周教授很儒雅 王老师今天也很美丽 跟瑞淑一起酒了 这嘴巴也变甜了 杨教授呵呵笑的 哈哈哈哈 这就是所谓的夫妻像 感情好的两口子 会被对方身上的优点影响 两个人呢 就越来越像 感情也越来越好 周教授说的 秦玉笑了笑没有否认 一会儿还得劳烦周教授 周教授摆摆手 不劳烦不劳烦 能做你和瑞淑的主婚人 我非常非常乐意 杨教授也想做主婚人 但是周教授也有这个想法 这个说新郎是我学生 那个说新娘还是我学生呢 这个说我演讲经验丰富 比你会搞气氛 那个说演讲谁不会啊 我对文学还有研究 能出口成章 这个说按照传统 这婚礼应该是南方主场 那就应该由南方的人主持婚礼 那个说你那是封建糟粕 现在婚姻平等 两个人都是主场 两个老头引经据点争了很久 没有争出一个结果 最后周教授说了句 人家古代给新娘子照料婚礼事宜的 要全服娘子 以求新婚夫妇未来吉祥如意 只要父母双全 夫妻和睦 子孙满堂的人才能做全服娘子 瑞淑他们的婚礼没这个程序 但论起来异曲同工啊 我在家庭上比你成功 我给他们主婚啊 那更有寓意 杨教授想喷他 这是哪门子的歪理 人家全服娘子是女人 你是女人吗 可是至爱的学生结婚 事关一生幸福 他思来想去忍了忍 决定还是委屈自己 让周静贤这个老家伙来做主婚人 不做主婚人也好 坐在下面可以跟熟人聊聊天 再说这次让了 下次再有什么大日子 周静贤这老家伙就没有理由跟他抢了 周教授知道他心里怎么想 但好事不能让一个人占尽 下次让他就让他呗 没什么大不了 周教授看差不多了 说道 新娘子快来了 秦玉啊 你做好准备了没 已经准备很久 周教授笑 那就来吧 快乐悠扬的乐声响起 在酒店里的江卫书听到的那一刻 便知道等待已久的仪式要开始了 江明德也听到了 转头看他 起身走到他面前 将他投杀放下来 缓慢而坚定地伸出胳膊 爸 江卫书深吸一口气 他把手搭在爸爸胳膊上 忽然想到他已经很多年没有这样搭着爸爸胳膊了 而这次他就要结婚了 走吧 爸爸带你过去 江卫书点头摁了一声 跟着他离开房间 下午的温度还有点高 但是不难耐 天空很漂亮 碧蓝如洗 天气那边飘着大朵大朵的白云 海风一阵又一阵 将他投杀轻轻吹起 摇曳之中 他看到了前方仪式去的花桥 江卫书心碰碰跳起来 越发牢固地挽着爸爸的手臂 在所有人的注视中 新娘挽着父亲的胳膊 从绿荫中走来 秦宇终于看到了他的新娘 洁白的婚纱 微笑的脸庞在面纱中 是从未有过的美丽 他曾经想过 他会穿什么样的婚纱 出现在自己面前 但在此刻 所有的设想都推翻了 却百分百契合他的心意 现实比设想更动人 江卫书一抬眸 就在人群中远远对上他目光 他立于花墙之下 慢慢转过身来 一动不动地凝视着他 看着他一步一步走向他 江卫书曾经叫摄影师 举行仪式的时候 特写他们见面的情形 尤其是秦宇第一眼的反应 然而此时此刻 江卫书脑海里 什么想法都没有 眼里脑子里 所有的注意力 都被那个站在花墙前的人影吸住 江卫书微笑着 却根本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笑容有多灿烂 他看着秦宇 也没有意识到 自己的目光藏了多少爱恋 江卫书整个人 散发着甜蜜幸福的光彩 让所有人都无法 从他身上挪开目光 一步一步 这条路似乎走了很长 终于走到了秦宇的面前 四目相对 无言中已闪过无尽言语 江卫书忍不住低头 微微笑了笑 随后看着江明德 忽然意识到 这条路已经走完 爸爸只能陪他到这里了 他下意识想叫他 江明德给他一个安抚的眼神 轻轻按了按他的手 告诉他不要紧张 这不是离开 是新的开始 江卫书鼻尖发酸 微微一笑 让自己安定下来 这时江明德把他手 交给秦宇 我把瑞瑞 交给你了 秦宇接过他手 郑重的 是 谢谢您的信任 我会对他负责 江明德点点头 又看看江卫书 转身走到一旁的 官礼席坐下 周教授拿着话筒 在旁边说道 说完开场白 周教授看着他们笑的 说真的啊 我现在站在这儿啊 还有点做梦的感觉 我最亲爱的关门弟子 和我老对头的得意门生 结婚了 这要是一年前 有人跟我说我的学生 和杨东来的学生 走到了一起 我觉得 还不如说我和杨东来 在一起了呢 下面笑成一团 在场知道他俩的人 尤其是F大毕业的几个律师 笑得直不起腰 乡位叔哭笑不得 老师您这是什么话呀 实话呀 杨教授在下面 翻了个大大白眼 这老家伙 也不知道前年过年 是谁给他学生 暗戳戳介绍 他的关门弟子 哎呀 命运如此神奇 让两个毫无关联的人 千里相会 从陌生 到相识 相对 相知 相爱 最后 抢自己的幸福 交付给对方 成为彼此生命中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携手余生 周教授 周教授微笑看着他们 现在 我要当着你们父母双亲 当着亲朋固友 当着蓝天大海来问二位 请你们 以毕生最诚挚的热爱 和信仰发誓 心口如一地回答 他看着情欲 严肃 不失温和地询问 你既愿意与江瑞叔 结为夫妻 就应当敬他 爱他 无论他是健康 或是疾病 独立或是软弱 你都应当爱护他 尊重他 对他始终如一 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 不离不弃 直到永远 你愿意吗 秦玉看着他眼睛 从未有过的正宠 我愿意 刹那间 江瑞叔的心 仿佛被一道流星击中 楼出灿烂的笑 明明是早已肯定的答案 此刻听到秦玉亲口说出 仍然重重地击中了 江瑞叔的心 喜悦和幸福交织 让他难以自持 这是周教授转向他 你既愿意与秦玉 结为夫妻 就应当敬他 爱他 无论他是健康或是疾病 顺境或是逆境 你都应当陪伴他 尊重他 对他始至不渝 在他最需要你的时候 不离不弃 直到永远 你愿意吗 我愿意 他脱口而出 大家忍不住笑了 新娘真是 目标明确直奔幸福 秦玉也笑了 目光温柔地叫人沉溺 江瑞叔有点懒然 却笑着不肯断开 彼此的凝视 你们对彼此说 倦意 周教授将这一结果 宣告亲友 获得亲友们 祝福的笑容 邱文静和秦润之 嘴角含笑 江明德虽微笑 却一直凝视着他们 现在 请你们握着彼此的手 交换戒指 站在一旁的 陆思安地上戒指盒 秦玉取出戒指 摸住江卫叔的左手 两个人相视一笑 他缓慢而坚定地 将戒指 戴在江卫叔无名指上 据说左手无名指 有一根血管 和心脏相连 这一刻 江卫叔真的感觉 自己的心脏被牵引 与他有了不一样的联系 他吸了口气 控制住自己的情绪 从张亚婷那儿 取出一枚一模一样的戒指 握住秦玉的左手 将戒指套在他无名指上 套上的一瞬 江卫叔的手便被秦玉握住 交缠的无名指上 两枚戒指紧紧相靠 朴素的戒指圈 镶嵌着十颗碎钻 那圈刻着两个人的名字 并不名贵 这对戒指是他们一起 参与定制的 他们不约而同 想到了一起 想一直戴着 于是摒弃了复杂的设计 选择了简约大方的戒圈 方便日常佩戴 江卫叔有点想落泪地冲动 嘴角就控制不住地上扬 我给你写了一封信 他回头 他回头 姜如倩笑着送上一个信封 江卫叔对姜如倩微微一笑 拆开信封取出信件 在秦玉的注视下 他开始念松 亲爱的秦玉先生 秦玉听到这个称呼 忍不住笑了 还没听过他如此正式地叫个自己 很荣幸 今天在这里 与你交换誓言 成为你的妻子 我很开心 一年前的你一定想不到 你会结束单身 在这里跟我举行婚礼吧 江卫叔抬毛看的 但是 我早就想到了 下面一阵的倾笑 秦玉也忍不住笑 他也很荣幸 还记得 那年我们在京城相遇 你送我回酒店时 我对你说的新年祝福吗 姜未叔微笑着重复当初的话 主席那一年 秦师兄身体安康 事业顺遂 多点开心事 少点不愉快 无论做什么都训愿加持 坏事快走 好事快来 所有的夙愿得偿 最后 新那一年成功脱单 找到相伴一生的爱恋 说到这里 他停顿一下笑了笑 你当时跟我说 同样也祝福你 宾科们再次发出善意的笑声 这摆明是在套路情欲 我当时收下 你的祝福 然后努力让我们彼此的祝福成真 所以此时此刻 这对于我而言 是得偿所愿 是梦想成真 是幸运 也是命运 我从来不认为爱情和婚姻是人生的必须品 对爱情和婚姻 我一直抱着得知我信 不得我命的态度 如若有幸 这段感情也必须是人生的补充 而不是基础 所以在我长达三十年的单身状态中 我将所有的经历专注于事业和生活 如果有一天 我有幸遇到一个令我心动之人 我也不会轻易为他改变 即使我爱他 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我曾想过 从喜欢到在一起 会有很多的磨合 会发现期待和现实会有很多差距 我也曾反思自己 会不会归于自我和执拗 再好的人也不会百分百契合 那不是生活 是童话 既然得到了一些 或许就要适当地放弃一些 可是很快 也让我发现了宝藏 我才知道 爱情的确会改变一个人 它可以让人变得更快乐 自由 坚定 我们去外事的时候 我突然落水 你当时毫不愿意跳入海中救我 发现我故意捉弄你 你特别生气地骂了我一顿 但是却用一个海螺就哄好了 你最爱干净 嫌弃干海像捡垃圾 却愿意提着小塑料桶 陪我去赶海 我喝塑料都耍赖 可是我一点也不担心自己 因为你会背我回家 我跟你诉说心事 你会安静地听着 陪我玩幼稚的游戏 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在家里装作跟你没关系 你又生气又介意 但却总是无条件地配合我 一次又一次地包容我的小人性 我很多很傻很无赖的模样 只在你面前才会表现 而你也给了我独一无二的回应 人生数十年会遇到很多的人 而我知道 你是我生命中无可取代的那个人 我仍然是那个独立的姜瑞树 可你却是我的必须品 是我的三生有幸 是我这辈子都不能放弃地坚持 谢谢你 我亲爱的秦先生 谢谢你给予我靠近你的机会 让我来到你的身边 我爱你 此生不渝 江月叔看着他 眼眶微微发红 声音哽咽 却坚定 秦宇被他看得心肩滚烫 上前惊拭他眼角的泪 目光是从未有过的温柔 江月叔很快平复下来 秦宇这才温声说道 我也给你写了封信 江月叔吸气 目光如水凝湿着他 他眸中耐笑 从口袋里摸出一张信纸 看了看他 这才说道 亲爱的瑞叔 江月叔忍不住笑了 也是第一次听他这么一本正经的称呼自己 见他展露笑容 秦宇也笑了笑 继续念叨 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幸运的人 长辈慈爱 手足相亲 有三五好友 有能力也有机会 做自己想做的事 此生已经比大多数人要幸运 但是遇到你之后 我才知道 我的幸运不止于此 你是我见过最勇敢的姑娘 执着地打破藩铃 奋不顾身地走向我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我去外室找你 你打开房门看到我 眼睛发光的模样 那一刻我确信 我爱这个姑娘 很幸运 她也爱我 更幸运的是 我们可以自由地相爱 我会永远记得你身披婚纱 对我说愿意的样子 在今后的日子里 我希望我不仅是你的爱人 还可以是你心意相通的之交 志同道合的伙伴 你最为信赖的依靠 我期望与你共同走过生命中 每一个重要的时刻 从此刻到白头 为愿时光能走得慢一些 我们陪伴彼此的路 能走得更久一些 曾经是你走向我 以后 换我走向你 从今以后 你的余生皆与我相关 而我的余生 她看着某种含泪 却一直保持微笑的江卫书 情声宣告 全都是你 江卫书再也控制不住 眼泪无声地滑落 情欲为江卫书轻视眼泪 可是越擦眼泪流得越凶 江卫书也不想这样 可是她控制不住自己 她觉得今天就是水做的 烧不注意就泛滥 但是情欲很有耐心 知道她为何如此 换着她的脸 低头深深吻了下去 这一刻 江卫书的心忽然安静了 情欲的吻满是温柔和爱意 温乱的情绪 刹那间被抚平 让她不禁听见 所有的柔情去回应她 掌声和欢呼声响起 气氛热烈 她们真的太甜了 浓浓的爱意 让人发自内心地 为她们感到高兴 周教授站得最近 受到甜蜜暴击最大 可她脸上的笑 一直没有落下 真好啊 两个孩子感情这么好 让人感觉生活都美好了很多 过了许久 两个人才结束这个长吻 江卫书看着情欲发红的唇 有点懒然 料想自己肯定也如此 难得见她害羞 大家哄笑声顿起 江卫书却自己笑起来 反正今天她结婚 出格就出格了 接下来是新娘抛捧花 一下子梅丽和刘一丹 全都站起来 江卫书回头一看 好家伙 她的小伙伴 除了张雅婷全是单身狗 张雅婷笑着站到一旁 她是有主的人了 自觉把墙捧花的机会让出来 卢丝安 瞧着女朋友闲闲站在一旁 自觉这是自己功了 不由挺起胸膛 一副看戏的表情 特别欠揍 江卫书转过身背对大家 我要扔了 三 二 一 她举起捧花往后一抛 只听身后几声短次的尖叫 留一段欢快的叫道 我吓到了 我吓到了 我要今年脱单明年结婚 江卫书回头见她乐得跟只骂着跳起来 沉军不惊 希望这姑娘能如愿 拍完大合照 江卫书还要跟秦玉拍全家服和两人的合影 这些照片都要做成相册留字纪念 等到老了 两人可以追忆这段美好的回忆 结束拍照 江卫书回酒店换小礼服 顺便补了个妆 准备参加晚宴 江卫书还没有补完妆 秦玉就过来了 她也换了套礼服 见她在补妆便在一旁坐着 一双大长腿简直无处安放 尤为性感 干嘛这样看着我 江卫书从镜子里看到她一直看着自己 忍不住问 她换了个交叠双腿的姿势 打扰到你了 没有 江卫书就是没话找话 你今天骗了我好多眼泪 我以为你会很开心 秦玉从镜子里看她 也很开心啊 她这一天都很开心 如果有羽毛 她浑身的毛都能抖起来了 就是你后面的话把我惹哭了 我很久没有这么哭过 还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实际上她读自己信的时候就快哭了 怪秦玉可以说理不直气不壮 但一个故意找茬 一个愿意惯着 不就是情人间打情骂俏吗 化妆师不完妆立马溜了 狗粮太多怕撑坏了 她转头给秦玉看 怎么样 她起身走到她面前 目光在脸上打亮了一会儿 低头在她红唇印下一个吻 完美 江卫书眼如弯月 你今天吃蜜了吗 嘴巴这么甜 有吗 有 她凑上去惊叹一口 握了一声 嗯 很甜 她笑着伸出臂弯 走吧 两名适应生站在烟灰厅门口 见他们礼貌地笑了笑 一人拉开一扇门 哎哟 我们的新郎新娘来了 只见亲朋满座 每个人面对微笑看着他们 江卫书迎迎一笑 落座后才发现 台上的大屏幕在播放她和秦玉的视频 有很多照片 还有一些小视频 都是她和秦玉日常相处的情形 她看得津津有味 瑞书看视频眼都不眨一下 视频好看吗 陆三突然点名 她眨眨眼 好看 陆三别有声音 是视频好看还是人好看呀 视频好看 她转头看着秦玉 人更好看 大家一阵善意的哄笑 陆三把话筒转向秦玉 那秦玉 你觉得呢 我和瑞书怎么觉得不重要 秦玉淡定的 你觉得怎么样 我 陆三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调侃她的机会 我觉得你今天叫我大开眼界了 我跟你认识三十多年了啊 从来不知道你这么会说情话 把人都说哭了 这倒是真的 越是熟悉秦玉的人 越是能感觉出人意表 她那张嘴气死人不偿命 何曾如此深情过 一时间 大家看秦玉的眼神有些噎语 秦玉淡然道 你结婚也会这样 那肯定不能 陆三断然道 哦 下一刻陆三就感觉张雅婷看着自己 她立马察觉了秦玉这次的阴险之处 迅速鼓励一句 我不是你 当然跟你不一样啊 跟你一样还得了啊 那你结婚什么样 那得等结婚了才知道 你什么时候结婚 陆三断了一下反应迅速 这个 不是我说了算了 秦玉这家伙故意给他挖坑 秦玉说傲了一声 小咪咪看脸身旁的小伙伴 这么说陆老板你想结婚 但是做不了主 哦 张律师 其他人跟着起哄 哎呀 怎么话题扯到我身上了 今儿个的主角是我们的江法官和秦律师 别歪楼了啊 老陆别怂啊 老陆不行了 这事得问张律师 眼见一会儿人不嫌势大 陆三连忙打住 行行行 行了 问什么问问 这事要问也不该是你们问 你们没有资格知道吗 他还嚣张起来 这简直叫人想按着他打一顿 不就是有女朋友吗 看把他嘚瑟成什么样了 陆三见自己惹了重怒 心里也不出 小咪咪的 哎 你们也别跟我瞪眼 赶明儿到了我的好日子了 你们再闹 没问题 但是今儿个 咱们不能乱抢风头啊 张卫书冲身旁的张亚婷挑眉 张亚婷笑得淡定 八字没一瓶 看我也没用 就在这时 他和陆三的目光撞了个正着 陆三的心乱跳两下 连忙移开 谁知江卫书逮住了他的小动作 陆老板 你刚才看谁呢 看你啊 陆三才不会老实承认 江卫书这姑娘跟秦玉一样白切黑 顺着他的话肯定会掉坑里 他小咪咪的 嘿嘿嘿 瑞书啊 我现在也算是明白 秦玉这个三十多牛的老铁树 为什么开花了 你可能不知道 秦玉从小呢 就受女孩子欢迎 那长得帅 成绩好 学生时代收到的情书 那是可以论筋脉的 秦玉冷冷洗了他一眼 想死 陆三今天一点也不怕他发火 诶 但是他呢 嫌弃别人打扰他学习 这个就很过分 我们都觉得吧 他这样下去 肯定要母胎solo单身到了 都想不出来究竟是什么人才能制住他 但是看到你之后 所有的想象都具象化了 秦玉呢 是个外冷里热的人 但是他对自己对别人的要求 都很高 很多人走不进他的心里 也体会不到他的热 而你 瑞叔 你也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姑娘 既真诚又活泼 既热情又理智 如果这个世界上 还有那么一个人 能够打破秦玉心中的城墙 那我相信那个人只能是你 看到你们 我就想到了天作之河 哎呀 从你们确定关系 我不知道吃了多少狗粮 尤其秦玉这个家伙特别不做人 那秀恩爱 那就一个若无旁人 那真是的 有的时候他明正来他还不够 他还会暗戳戳地秀一把 叫人过后反应过来再吃一嘴 一点都不会顾及别人的感受 听到这里 大家忍不住低声笑了声 在场吃过这两口子狗粮的人可不少 可谓感同身受 卢斯安笑了笑 很快接着说道 当然了 看到你们这么好呢 真的很叫人眼馋 但作为好朋友 作为你们这段感情的近距离的旁观者 我知道你们这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因为秦玉的坚持和瑞叔的坚定 我们这些亲朋好友 才有了今天聚在这里 见证你们一起步入婚姻殿堂的机会 我很感动 也很高兴 他看着秦玉大声地说 哎呀 我最好的发小 凭实力担生了34年的秦律师 今天终于有人接受了 以后也是有家事的人了 大家一阵善意的哄笑 我们最正直 也最可爱 担了31年的江法官 也终于拿下对家的师兄 实现化敌为夫 以后也是可以复唱复随的人了 又是一阵笑声 江卫叔也忍不住笑 好了 祝福你们 掌声响起 每个人脸上都挂着笑意 气氛欢快 卢斯安说完把话筒递给江明德 江明德看着郎才女貌的新人 先跟江卫叔说 随后一转眼你就长大了 有了自己认定的人 结婚了 爸爸没有别的想法 只希望你幸福 随后看着秦律 小玉啊 我相信你不会辜负瑞叔 以后好好过日子 希望你们相守白头 说着他把话筒给秦润芝 秦润芝含笑看着两人 卫叔啊 小玉 今天开始 你们就是彼此最密不可分的人了 不论是感情上 还是法律上 恭喜你们 希望你们此生 都能够珍重彼此啊 邱文静笑着接过话筒 卫叔今天真的特别特别漂亮 江卫叔腼腆一笑 这么漂亮的姑娘成为我儿媳妇 我特别特别高兴 我很愿意 大家忍不住笑 邱文静笑的 这是我很高兴你的加入 希望你可以在这个家里面 快乐自在 同时希望你和小玉 在往后慢慢数十年的人生当中 能互相扶持 相濡以沫 除了夫妻 还是彼此的亲人 嗯 我会的 邱文静跟秦玉的 小玉 爱可以是一个人的事 但婚姻是两个人的事 在婚姻里获得幸福 更需要两个人去努力和维护 在婚姻里 很多事都是女性要被动去承担的 你要多为瑞叔考虑考虑 啊 我知道 我会的 我相信你们不会辜负彼此的 邱文静微微笑 祝你们幸福 瑞叔 小玉 新婚快乐 瑞叔 小玉 祝福你们 瑞叔 以后呢 我们是一家人了 我等着一天很久了 今天终于成真了 瑞叔姐 终于可以叫你嫂子了 好开心啊 我以后也是有嫂子的人了 狼才女貌 实在般配 你们一定要幸福 赤子之手 赤子之手 与子偕老 百年好合 早生贵子 秦家人分别祝福 秦家人说完张亚婷接过话筒 笑音音看着江卫叔 江卫叔看着他不用笑了 感觉他不会放过 开自己玩笑的机会 同时也期待他会说什么 张亚婷似乎也知道 他想什么 未雨先笑 我一直知道 江小叔不是一个一般人 在我们班年纪最小 本事最大 经常不走寻常路 果然 他在找男人这件事上 也很不一般 大家一阵的轻笑 秦师兄也不是一般人 我可以说 是听着秦师兄的传说毕业的 在找对象这件事上 料想肯定也不一般 他一脸笑意地看着江卫叔 果然也是如此 不就是他和秦玉般配吗 江卫叔笑 这么两个不一般的人结婚 孩子肯定也很不一般 所以 我现在就一个想法 你们早点生娃吧 大家哄笑叫好 这个好 这个好 瑞叔秦玉 你们准备什么热声啊 简直秒变催生现场 在大家热切地注视下 江卫叔看了看秦玉 淡定的 你们一个个自己都没孩子的人 急什么急 我们不急 有人急啊 秦玉可是三十好几了呢 我不急 复唱复随啊 江卫叔马上补了一句 我们家谁对谁说了算 张亚廷没那么轻易放过他 那准备生几个 你问这么多干嘛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江卫叔就知道他不会放过自己 于是很不客气地对他 当然跟我有关系 说好的干嘛是我呀 你想当妈干嘛不自己生啊 是不是有现成的人选吗 江卫叔瞥了眼陆森 陆森现在是挺起胸膛坐直了 张亚廷看他一眼 注意到他小动作 心里有点好笑 没让江卫叔带偏话题 这是两码事 你别转移话题OK 江卫叔立刻踢皮球 生孩子又不是我一个人就能生的 我一个人说了不算 张亚廷立马把话筒对着秦韵 那骑师兄呢 这事儿瑞叔说了算 我说了算 江卫叔看着他 你的身体你说了算 大家起哄 今日份狗粮够多了啊 江卫叔是最不怕被起哄的 他还能反击 大家都别急 你们先准备好红包和礼物 满月酒会请你们的 到时候可别太拿不出手啊 我靠 不愧是你要江小叔 过于嚣张了 瑞叔 你敢不敢今年就生亡 就算我敢 今天也生不出来啊 这都八月了 至少得明明 江卫叔笑着说 哇哇哇 瑞叔你有本事就今年怀 明年生 我指定给你小孩送大礼 瑞叔 你别光说的厉害 可得行动起来打我们的脸 喂喂喂 秦韵 你听到没 瑞叔要明年生娃 你得努力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蒋卫叔照单全收 随后两个新人给宾客敬酒 不过没人灌酒 一个一个笑得意味深长 只叫秦韵多努力 宴会过半 悠扬的音乐突然一变 蒋卫叔也以为放错了 就见陆三站起来 自封绿界舞王 在一片虚声中跳了手 炸裂全场的disco 将气氛点燃 这还不算 他还带上了 伴郎伴娘团 来了个起舞 江外叔都不知道 他们是什么时候排练的 他甚至是第一次 看到姜如倩跳舞 也有模有样 不见羞气 很快 全场嗨起来 年轻人们 群没乱舞 长辈们也渐渐被感染 杨教授第一个下场 年代感十足的舞步 一度成为全场CV 引起一片叫好声 周教授十分绅士地 向王老师伸出手 王老师温柔地看着丈夫 把手交给他 一起走入舞池 秦润之间 妻子在旁边 看着微微一笑 牵着邱文静的手 走进舞池 跳起交易舞 到最后 姜明德也下场 跟杨教授差点 成为舞池双雄 看得姜未书 默瞪口呆 完全不知道 他爸还有这种技能 秦婉这一出 是谁的主意啊 两个人舞池里 相互依偎 姜未书忍不住问秦玉 陆思安的主意 秦玉垂毛看他 我觉得你应该会喜欢 就同意了 我很喜欢 姜未书靠着他胸膛 我都没有见过 亲亲跳舞 还有我爸 我只知道 他为了交际 会点交易我 没想到 他会蹦跌呢 见到了大家 不同又可爱的 另一面 每个人如此开心 姜未书也忍不住开心 秦玉微微一笑 突然停下舞步 牵住他的手 跟我来 他喝了点酒 脸色驼红 像是染了胭脂 在灯光下 仿佛玫瑰盛放 听到秦玉的话 不又看了看四周 现在大家都玩得很嗨 都没有人注意到他们 竟然也不需要他们招待 不知道秦玉要带自己去什么地方 姜未书没有犹豫 手搭着他臂弯 跟他离开了晚宴厅 一到外面 姜未书便听到了海涛声 夜间的海风 少了几分燥热 很夏天的味道 他回头看了看 月声欢快的晚宴厅 又看了看身边的男人 心情像快乐 跳动的音符 却又觉得安心 这个夏季会成为他记忆中 最美好的一晚 两人沉默着往前走 姜未书感觉他带自己要干什么 正想着 就看到前面一片唯美的花海 芬芳富裕的玫瑰花海 红的白的粉的都有 美轮美奂 秦玉走到花海之中 回眸看他 想他伸出手 瑞叔 过来 姜未书一下子明白了 灿然一笑 提起裙摆小跑过去 将手交给他 他轻轻一带 将它带到自己的面前 还好多少惊喜 是我不知道的 他看了看 两人四周绚热的花海 这片玫瑰花海 完全的计划之外 他吹眸 对上了亮晶晶的眼睛 眼中映出他的影子 如果我说没有了 你会不会失望 姜未书被他的眼神吸引 此刻秦玉眼睛如同深沉的大海 他感情不轻易试人 却是在海底深处 暗中涌动 他双手圈住他脖梗 不会 今晚已经超出我的想象 等我老了 也还会记得你在这里 只要看着我 姜未书自己却不知道 他眼神同样动人 纯粹热烈的爱意 如天边最亮的星 让眼前的人 想倾尽一生去珍惜 秦玉低下头 顺势揽住他的腰 姜未书同时点起脚 闭上眼迎向他 姜未书睁开眼 只见烟花如流行冲上夜空 在夜空中展开绚丽的花火 而亲友们不知何时分之踏来 微笑看着他们 摄影师将这快乐的一幕录下来 这些画面会一直保存 直到他们白发苍苍 岁月不在 但记忆永存 婚礼后 姜未书恢复了 忙碌又充实的生活 秦玉的名气比以前更大了 慕名而来的人也更多 但他暂时没有开工 而是休息了一段时间 每天接送姜未书上下班 闲暇时看看书遛遛猫 宛若退休的老干部 陆三忍不住说 他整天在家抠脚 也不怕老丈人 嫌弃他无所事事 秦玉只当 没听见 陆三说得多了 他就说要调整一下心态 调整什么心态 差点吃上公家饭 被吊销职业证 一般人遇到这种事 确实要调整一下心态 但是秦玉是一般人吗 陆三对他的理由 一个字没信 但是拿他没办法 只能随他去了 很快 他就没有心思在关注秦玉 因为他遇到了人生大难题 自顾不暇 听到张亚婷说他怀孕了 江卫书整个人一愣 不由再次问 确定 张亚婷声音平静 仿佛在说今天吃了没 我在医院 一分钟前刚拿到检查单 刚五周 陆三呢 他下意识问 废话 不是他是谁的 江卫书回过神来 我就是没想到 你们居然比我和秦玉还快 其实自从婚礼后 张亚婷和陆三的关系 明显不一样 只是没想到他们三连跳 直接到生娃这一步了 虽然大概率是个意外 陆三知道了吗 还没 所以自己是第一个知道的 江卫书心里美滋滋 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还好 你什么想法 你要结婚的话 陆三肯定没有意见 这孩子肯定是要的 至于结婚 再说吧 张亚婷早就想要个孩子 这孩子来得突然 但他仍然会满怀期待 江卫书在心里默默为陆三点拉 孩子稳了 老婆还没稳啊 傍晚时分 秦玉回家 江卫书才知道陆三今天开会的时候 突然扔下一屋子人跑了 过了很久 才打电话过来让他主持会议 这熟悉的场景 他已经无力吐槽 听说张亚婷怀孕 秦玉了然 这一旋陆三一空就飞京城 弱乎得很 这种大事难怪做不住 晚上他突然压过来 问他想不想要个孩子 江卫书翻身 认真看了秦玉一会儿 你想要 两个人看着彼此 突然笑了 他们早有计划 今年不会要孩子 家人也不催他们 没必要着急 过了两天 张亚婷又打电话过来 说他要结婚了 让江卫书准备请假 参加他的婚礼 江卫书无语 不是这也太快了吧 前天才说怀孕 今天就结婚 陆三跟我求婚了 张亚婷还是一副平静的语气 他嘴里都是对陆三的 勉为其难 但江卫书却知道 若真的勉为其难 张大律师是一点 不会将就委屈自己 他愿意答应 就是认可的陆三 陆三怎么跟你求婚呢 江卫书好奇 说到这个张亚婷 就忍不住笑了声 想到他昨天 拎了个小保险箱过来 一脸严肃跟他说 希望他以后能帮他 保管这些东西 他还当是什么礼物 发现是各种银行卡 和资产证书 才明白他什么意思 江卫书也忍不住笑 手段不重要 心意最重要 张亚婷笑笑 确实如此 他和陆三 都不是彼此的第一段恋情 如果他们早几年认识 他们不一定能走到一起 但是现在 他们各自经历过 不同的感情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知道什么人适合自己 也知道跟对方在一起 或过得怎么样 是否也是对方想要的 再有点心意和诚意 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确定结婚 婚礼也迅速准备起来 张亚婷的婚礼定在了两个月后 那时候张亚婷怀孕满三个月 情况会比较稳定 肚子又不会很明显 同时有足够的时间 准备婚礼 江卫书作为已婚人士 没法给张亚婷做伴娘 但是她还是能发挥大作用 张亚婷喜欢热闹 所以她家里来了不少亲朋好友 还宴抢了不少律政界同仁 结婚当天 她将在自己家中 等待陆三来接亲 陆三的伴郎团 足足六个人 个个都是年轻帅气的小伙子 一水黑色西装 别提多招人眼了 乔婷看到华丽的伴郎团 笑着说了去 陆三你吵的伴郎 怎么全是小鲜肉啊 插心了江法官 没办法 陆三这个年纪的同龄人 基本都结婚了 伴郎只能从 比自己年纪小的朋友里长 可不就是小鲜肉伴郎团吗 陆三早就料到 江卫书是自己 接亲时的拦路虎 瞧瞧 这才打照面 就开始刁难她了 还笑得温文尔雅 嗯 瑞书 你看雅婷 现在不比常人 受不得劳累 要不让我早点接她走 江卫书微微一笑 雅婷在里面坐着 有吃有喝有人伺候 一点累不着 但是你今天想要接走雅婷 怕是没有那么容易 听到这话 陆三知道江卫书 不会轻易放过自己 不过他也有自觉 当初他在人家婚礼上 搞过事情 现在自己的婚礼 被人家搞事情 这叫一报还一报 没啥可推脱了 他胆了胆 袖子上不存在的灰尘 招呼几个伴郎上前来 唉 行吧 瑞书 你有什么招就快使出来 我等着家庭呢 他的伴郎团可不止看着风光 个个都有十八般才艺 不论是来文的还是来武的 全都不在话下 我的招很简单 对你来说肯定不难 说着 原报了本大不投给江卫书 陆三一看民法典 心里涌出不好的预感 雅婷是律师 你也是律师 你们都是律界有名有姓的人物 想来法律是你们共同的爱好了 江卫书对他温和一笑 那就来背几条法规吧 好家伙 这哪是拦路虎呀 这是直接把路给炸了呀 他已经好几年没有接个人委托 专攻方向也不在民事案件上 别提新鲜出炉的民法典 都算脸色已僵 但是反应迅速 我跟雅婷的共同爱好不是法律 雅婷说是 不是 你说雅婷说的是就是啊 我不信你啊 得他亲口说 说着他一副急呼呼 要进屋跟张雅婷亲口 确认的架势 哎 我这是第一关 江卫书身后的人马上堵在门口 不让他进屋 江卫书气定神贤地告诉他 这一关过不了就别人想进屋 更别想见新娘子 陆斯兰打消了蒙混过关的念头 他又不甘心 我才记你 我 瑞 瑞书打个商量吧 没得商量 不等他说完 江卫书就堵住他的话 但又给他指了条路 你要是没信心可以先复习一遍 晚点再来 这不是埋态他吗 这么多条款要复习到什么时候去啊 卢三左右看看 顿时头大 六个伴郎都不是律师 十八门才义无用武之地啊 这时候要是秦玉在就好了 可惜这四乙是有夫之书 没资格做伴郎 而且老婆还在这欺负他 卢三咬牙 为了媳妇 上刀山下火海都要的 万一他背得出来呢 背不出来再说 大家一副等着看戏的表情 唉 行 不就是背民法典吗 尽管放马过来 将为初翻开民法典 出了第一道题 请背诵 第1043条 这条啊 卢三喵他眼 轻壳一声 家庭应当树立优良家风 弘扬家庭美德 重视家庭文明建设 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 尊重关爱 家庭成员应当尊老爱 又互相帮助 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他说的飞快也很流利 江文书知道 他刚才仗着个子高偷瞄了书页 但没拆穿它 只是微微一笑 回答正确 第1045条 这条刚才他也看到了 卢三精神抖擞 亲属包括配偶 血亲和殷亲 其中配偶 父母子女兄弟姐妹 祖父母外祖父母 孙子女外孙子女为近亲属 配偶父母子女 和其他共同生活的近亲属 为家庭成员 嘿嘿 瑞叔 你抽的是婚姻家庭那块的内容吧 说吧 他笑呵呵 陆律师对民法典很熟嘛 江伟书知道 他在试探自己 缩小范围 笑眯眯的没有否认 再熟也没有你这个法官 熟 你知道我专攻不在这方面的 他才不会认下这个夸奖 怕江伟书给他提高难度 第1055条 夫妻在婚姻家庭中地位平等 第1056条 夫妻双方 都有各自使用自己姓名的权利 第1057条 夫妻双方都有参加生产工作 学习和社会活动的自由 一方不得对另一方加以限制和干涉 老陆很溜嘛 哈哈 侥幸 陆三笑着朝大家拱手 口中谦虚却是一脸的春风得意 第1050条 登记结婚之后 按照男女双方约定 女方可以成为男方家庭的成员 男方可以成为女方家庭的成员 陆三说完 看到老丈人和丈母娘不知何时在屋里望着自己 立刻高声朝二老喊道 爸妈 以后雅婷是老陆家的人了 我也是老张家的人 你二老放心 我不是来抢走雅婷的 我是来加入你们的 哈哈哈哈 这还没给长辈进茶呢 就直接叫爸妈了 屋里张爸张妈也被他逗得直小 但没有出来给他解围 他们是高兴女儿终于结婚了 但对拱走自家大白菜的猪 不过三观斩溜将休想进屋 于是张爸张爸给江卫叔打个手势 再多出几道题考考 他才笑得直开大腿 这偷积不成十八米啊 陆三爷傻了眼 但他没有垮掉 又冲吴里寒 没问题的爸妈 你们瞧好了啊 为了雅婷 就是上刀山下火海 我都在所不惜 江卫叔笑着说 当山火海没有 就几道题而言 还有什么招 就驶出来吧 陆三挺起胸膛 第1062条 陆三顿了顿 没想刚才那样对答如流 似乎在努力回忆 过了一会儿才呕了一声 1062 哦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所得的下列财产 为夫妻共同财产 工资 奖金 劳务报酬 生产 经营 投资的收益 知识产权的收益 继承 或者受赠的财产 和其他应当归 共同所有的财产 夫妻对共同财产 有平等的处理权 说完他高声鼓励一句 以后我的就是雅婷的 雅婷的还是雅婷的 哦 哦 陆三骄傲地仰起头 对启红新人接纳 早已说换了个问法 哪些财产为夫妻一方的 个人财产 一方的婚前财产 一方因受到人身损害 获得的赔偿或者补偿 遗嘱或者赠予合同中 确定只归一方的财产 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陆三答得更溜了 这么问他更好回答 问到具体内容 即使他不经于民法典 基本内容却是知道的 子女可以随父姓 可以随母姓 是第几条 陆三一顿 与其带上了些许试探 一千零六十四 江卫书提问 大致按照条款顺序来 所以这一条 应该在上一条的后面 江卫书摇头 不是哦 呃 一千零六十五 不是 一千零六十六 也不是 见他完全懵得 大家忍不住起哄 哎老陆 是不是不行了 陆三没好气 是男人就不能说不行 可他又连猜了几次 都没猜对 倒是他身后的伴郎 搞小动作被发现 哎老陆 可不在作弊呢 哎不是不是 别闹啊 又没说不能搞外援 陆三理直气壮 伴郎是拿手机偷查了 然后给他暗示 但说到底 还是他基础扎实 不然就凭那么点暗示 能答对这么多题 随后他把矛头 对准了江卫书 卫书 你没蒙我吧 婚姻家庭关系就那么些条款 你前面考了我一般规定和夫妻关系 子女姓氏应该就在后面啊 没蒙你 咱外叔看起来特真诚 那这到底是第几条 第二十二条 陆三当即皱眉 第二十二条是总责吧 我没说只考婚姻家庭的条款啊 但民法第二十二条 也不是说子女姓氏的吧 对 这是婚姻法第二十二条 啊 婚姻法不是已经废纸了吗 法考都不太这么考的吧 我说阮叔 你不厚道啊 他控诉江卫书 江卫书气定神弦 那么婚姻法二十二条 对应民法典中的条款是哪一条 他哪知道 陈叔某个法律定义的内涵和范围 陆三基本没问题 但是具体哪一条哪记得住 陆三眸光闪动又想偷看 但江卫书已经防着他 直接合上了书本 而伴郎被揭穿后被拉了出去 都防着他再搞小动作 陆三终于意识到自己还是想的简单了 瑞叔 咱们了解法律重点 也不是这个条款在第几条 你能不能换个问法 换什么问法 咱不背第几条 背具体内容行不行 你前面不是挺行的 我现在不行了 他一本正经 十分能屈能伸 江卫书夸他 不你行 你不行 雅婷哪来的小宝贝 得 陆三彻底麻了 喵到屋里的张爸张妈 灵机一动 爸妈 法律规定 孩子可以随父姓 也可以随母姓 趁着今天大喜日子 我们要不把孩子跟谁姓姓确定了 好啊 你说 我进屋跟你二老商量呗 陆三笑得一脸憨厚 咱们隔着门也能商量 张爸张妈可没上当 陆三脸一下垮了 大家笑得吹墙 陆三一击不成再生一击 老丈人难攻略 还是得先过了面前的拦路虎 于是他摸了个红包出来塞给江卫书 瑞书啊 我们换个问法 江卫书眉毛一挑 自然而然的说了红包 笑容亲切 不行 他又塞了个红包 眼神真诚恳切 瑞书 我们是好朋友嘛 对不对 江卫书照收 却仍然没有松口 陆三从伴郎那儿 拿了一打厚厚的红包 行不行 江卫书笑着 接过红包 这应该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光明正大收贿赂的机会了 他家忍不住笑出声 还真是 他可是法官 可不能干这种事 奴三也是暗示 俗话说收钱办事嘛 也有不办的 江卫书理直气壮 比如我 卢三气不打一吐来 瑞书 你再这样 我只能出杀手锏了啊 还有杀手锏 江卫书眉毛调得更高了 卢三深吸口气 朝身后大喊了一声 秦玉 你再不出来 我就娶不上媳妇了 江卫书听到他喊秦玉愣了一下 不由张望 下一刻就见秦玉从人群后走出来 穿的是一套帅气的正装 但跟伴郎团不一样 看样子应该是作为亲属一起过来的 之前他没说会过来 江卫书还以为他会直接去酒店 秦玉走到人前 看着江卫书 今天我是南方的人 江卫书问 你要来帮西郎答题 秦玉笑了笑 江卫书突然预感不妙 下一刻就见他大步上前 没等江卫书反应过来 他眼前一晃 就被秦玉打横抱起 他忍不住叫了声 秦玉却什么也没解释 迅速往后撤 府邸抽薪啊 江卫书终于明白 他根本不是为了帮陆三答题 而是直接弄走他这个拦路人 就在这时 陆三在伴郎团的护卫下 趁乱往屋里冲 赌门的亲友们一时没有反应过来 勉强抵挡了一会儿 很快就出现了缺口 让陆三挤进了屋里 卢三回头他秦玉飞了个眼神 顾不上其他 迅速冲向张雅婷的房间 班娘们见到他当即退回房间 果断关门 张雅婷听到外面一阵兵荒马乱 不由问道 进来了 来了 张雅婷有点意外 这么快 我还以为瑞叔会再来一会儿呢 你男人太鸡贼了 他答不出来又会了不成 直接叫秦玉出来把瑞叔带走了 张雅婷想了想那画面 忍不住笑起来 这是陆三能干出来的事 这是门外传来敲门声 陆三的声音传来 雅婷 我来见你了 但哪那么容易 张雅婷一个小姐妹 拿着一张纸上前隔着门喊 门外是谁啊 张雅婷的老公 陆三大声喊道 这语气透着一股嘚瑟 要多昂扬有多昂扬 不止大家听了想笑 张雅婷也忍不住笑了 你来这儿干什么 娶张雅婷回家 你为什么娶雅婷 因为我爱她 我想跟她恩恩爱爱 做这个世上最浪漫的事情 什么事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她还唱了去 她真是一点不害臊 特别理直气壮 屋里笑成一团 以后谁管钱 必须老婆管 吵架了怎么办 都是我的错 不是我的错 参照前一条 以后雅婷和孩子 你更爱谁啊 不一样的爱 但是我都爱 如果雅婷和孩子 一起掉水里 你先救谁 这个 以后孩子从小学游泳 掉水里不但能自救 还能救她妈呢 大家的一眼忍不住笑 以后孩子压力不小啊 卢斯安四平八稳 这点问题难不倒她 说漂亮话是她基本功 这时又听到里面提问 如果雅婷和张母娘 同事掉水里 你先救谁 话音落下 她就感觉张妈妈目光 落到自己身上 回头一看 真不是错觉 张母娘正似笑非笑 看着她 似乎很期待她的回答 大家再次哄笑 这是她要命题啊 她对张妈妈笑了笑 当然是两个一起救了 只能救一个呢 敢说先救张母娘老婆 怕是带不走 但敢说先救老婆 张母娘这关就难过了 张雅婷挺期待她回答 不过她应该不会说 先救谁吧 不管说先救谁 都会得罪另外一个 卢三歇了口气 看着紧闭的门 对里面的人 或者说对张雅婷说道 雅婷会游泳的 她会先救妈妈 然后我接应她 你自己都不救人哪 需要我救我才救 你们不了解雅婷 别小看她 卢三一本正经书 听着十分唬人 很现实的回答 一点浪漫都没有 如果期待她甜言蜜语 就得失望了 但是张雅婷 沉边的笑意 却没有退去 这是她说期待的结果 与其说先救谁 不如说碰到困难 是怎么办 她希望先自己去解决 不依赖谁 即便是自己的丈夫 等她真的需要帮忙的时候 再伸出援手 小姐妹回头看张雅婷 张雅婷点点头 让她进来吧 小姐妹笑得心软 一起打开了门 卢三没想到 这关过得这么快 生怕有诈 门刚开了一半 就连忙挤进去 这狼真是迫不及待啊 大家调侃她 但她完全没有注意到 大家说什么 目光进屋的瞬间 就落到了张雅婷的身上 此刻她蹲坐在床上 一身红妆 蜜入桃花 正笑盈盈地看着她 她觉得自己魂都要飞了 今天的她比天仙还美 张雅婷对她的反应 十分受用 你有什么想说的没 老婆 你真漂亮 她脱口而出 她下一阵的哄笑 张雅婷不想看她 继续这么傻乎乎的 还有一关呢 还 还有呢 嗯 张雅婷露出自己 光溜溜的双脚 爹找我的鞋子 卢三想起 是有这么一回事 连忙招呼伴郎 找鞋子 显而易见 鞋子不是那么好找的 伴娘们一副 看了好戏的表情 卢三扫了眼 六个伴娘 给自己的伴郎使了个眼神 随后装作找鞋子的样子 走到张雅婷面前 突然身体向前一倾 一把抱住张雅婷 起身就跑了 啊 她把心脏枪走了 伴娘们反应过来 想赌她 但伴郎们立刻上前拦住她们 就这样只能眼睁睁看着 陆三抱走了张雅婷 张雅婷被她举动吓一跳 下意识蜷缩身体 你优着点 她现在可不是一个人 放心 你男人稳着呢 抱一辈子都没有问题 陆三用了用力 她并感觉到 她胳膊上结实的肌肉 确实很给人安全感 张雅婷放下心来 抱一辈子 我可很重的 陆三一顿 垂眸看她 你愿意的话 就一辈子 张雅婷笑了笑 抱紧她脖子 如果陆三能一辈子不撒手 那么自己也呢 夏末秋初的时候 张雅婷生了个女儿 生产过程还算顺利 家卫叔去看她的时候 已经行动自如 拉着她分享 分娩过程 婚后张雅婷仍然在京城 可怜陆三想见老婆 还得两头跑 不过这也是为了照顾她 公公婆婆都在京城 怎么也比陆三 一个大男人好照顾孕妇 再就是工作上的交接 都结婚了还异地 就太惨了 所以她把手头上的工作 交接完后 便向律所提交辞呈 等生完孩子就一家团聚 不过预产期前几天 陆三已经从S室回到京城 准备带到孩子出生再走 张雅婷没有提前住院 羊水破的时候正在家 是张方煞开车送她去医院的 说到婆婆 张雅婷赞不绝口 我家张医生真是女中豪杰 陆三慌慌张张的 张医生果断拿了车钥匙 叫陆三帮我收拾衣服 送去医院 她带着我一脚油门冲向医院 姜瑞书闻耳一笑 这婆媳俩都是爽力的性格 相处不难 是不是很痛啊 我是无痛分娩 我家张医生也赞成 感觉还行 张雅婷说完自己的事 看了眼姜瑞书腰枝 你们还没打算有孩子 再备孕了 看什么时候来吧 她和琴玉身体都很好 不过孩子还要看缘分 不是有一个童话 每一个孩子出生前 都在天上挑选自己的爸爸妈妈 当他们从无数人中选中了你 就落入凡间 会成为你的宝宝 姜瑞书觉得自己和琴玉 应该会是好爸爸好妈妈 只要安心等待 会有孩子选中他们的 她是趁着周末来京城的 看完张雅婷便回去了 本来说好了满月宴再来 但最终没有成行 其实这几天 她心里已经有点预感 历价没来 买了试运棒回来试 果然是两条杠 第二天她请了半天假 去医院做检查 随后看到检查结果 怀孕五周 她看着检查单 看呀看呀 看了很久 脸上慢慢展开笑容 开心 还有点感动 终于有小天使 选中她当妈妈了 离开医院 她驱车驱大安 在楼下给琴玉打电话 琴玉接到她电话 她从来没有这个时间 来律所找过她 还以为发生什么事 急匆匆赶下来 在外面看到一身 白色长裙的姜卫书 这时她若有所觉 回过头来 正好看到了琴玉 见她如此悠闲 琴玉放下心来 大步走过去 怎么这时候 过来找我 姜卫书笑了笑 有个事想亲自告诉你 所以就过来了 什么事 姜卫书拉住她手 慢慢贴在自己腹骨 也没说什么 琴玉却很快 明白过来 有了 嗯 姜卫书点头 从包里拿出检查单 摊开指着某处 笑着告诉她 你的小天使 已到达五周 随后她就看到 琴玉眼里 好似滑过流星 落在湖面上 荡开璀璨的心灰 她捧着姜卫书的脸 低头给了她一个 温柔又深沉的长吻 这个长吻中 她感觉到了 她寒而不漏的 欢喜和期待 她的情绪如海 仍在平静之下 但实际上早已溢满 净水深沉 仿佛灵魂都随之涌动 每每感觉到 她的感情 她就更无法 不爱这个男人 谢谢你 是说 姜卫书笑 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轻易目光 从上到下 把她扫了好几遍 现在有什么感觉 姜卫书感觉了一下 没什么感觉 大部分人 六周有运反 部分人四到五周 可能还没有反应 也有可能反应轻微 因人而异 她自然而然说道 听她说的 头头是道 姜卫书忍不住笑 你还挺懂的 略懂 看她气色很好 这才问道 你跟爸妈他们 说过了吗 还没有 我想第一个告诉你 孩儿他爸 这土味十足的称呼 秦玉默然接受 她目光再次落到姜卫书 尚且平坦的腹部上 忽然感觉很奇妙 这里已经孕育着 一个小生命 明年春天 小家伙就会来到 这个世上 与她和姜卫书 血脉相连 造物之伟大 时常叫人惊叹 但此时此刻 她仍然不免动容 生命如此神奇 一瞬间她想到了很多 不过眼下 还有很多事要做 先把这个消息 告诉家人吧 爸知道肯定很高兴 能不高兴吗 姜卫书忍不住碎碎念 她嘴上不催 但是在家的时候 整天盯入我肚子看 她以为别人看不出来 尤其是知道 雅婷怀孕之后 那眼神别提多忧怨了 惩得她跟个空巢老人似的 毫无疑问 姜卫书怀孕 对江秦两家都是大事 姜卫书当天早早回家 还叫司机去接她 最后是秦玉说 会接她回家 这才作罢 秦任之送了份 分红很高的股份给她 而邱文静当晚 送她一套海景房 姜卫书心想 真不愧是霸道邱总啊 张雅停止说 她是沾了她的运气 不然怎么刚看过她 回去就怀上了 算算日子也差不多 对此姜卫书十分的不认同 那是我家秦玉是努力 至于有多努力 不足为外人道也 母凭子贵 受了一波理 姜卫书该干嘛干嘛 若说有什么变化 除了一周后 有轻微的孕反 那就是她在大家眼中 便脆弱了 首先是范阿姨 知道她和秦玉被孕好 范阿姨就开始钻研 孕期营养搭配 每天变着花样做各种营养餐 但凡她皱个眉就担心她吃不下 实际上 姜卫书胃口很好 食量明显比以前要大 姜卫书很怕自己再这么吃下去 会胖弱两人 不过范阿姨也很注意她体重 这个问题应该不用担心 其次是家人们 对她的关注直线上升 她几乎每天都能 接到邱文静的问候 姜卫书以前一个月 没几天在家 现在一个月 没几天不在家 秦玉倒是一直很淡定 但她回家的时间更规律了 姜卫书每天 时不时就能收到她短信 问她在做什么 感觉如何 秦玉平时看书涉利广泛 现在变成了孕期 护理和胎教之类的从书 基础知识比姜卫书还扎实 再就是法院同事们 知道她怀孕后 分给她的工作都简单多了 如果中午错过饭点 都不用交代 肯定会有人帮忙打饭 最夸张的是刘一丹 刚知道她怀孕那几天 经常不错眼盯着她看 害怕她走路摔倒什么的 却又不敢碰她 怕她跟刺娃娃似的 一碰就碎 张亚婷的女儿 小名叫陆宝宝 卢三起的 这个名字陆三原本 说是要做大名用 张亚婷听到陆宝宝 这个名字是一脸不可思议 认真的 卢三无比认真表示 是认真的 然后挨了一顿骂 给孩子起名就不能用心点 这可是亲生的 卢三还特理直气壮 说孩子没出生前 她做梦梦到 自己有个女儿叫陆宝宝 再生一个就叫张贝贝 还说张贝贝是她在梦里说的 张亚婷无语 简直污蔑 自己才起不出这么奇怪的名字 叫陆宝宝肯定不行 孩子爷爷奶奶姥姥姥姥都反对 跟陆三吵了好几天 最后决定陆宝宝做小名 至于大名 最后她跟家里人商量了一下 叫陆静如 回头张亚婷就打电话 跟姜瑞叔吐槽陆三这个爹不干人事 陆宝宝这种名字自家人觉得可爱 但是外人听着多羞耻 孩子长大了不得怪爹妈不上心 姜瑞叔乐不可知 不过有了张亚婷的前车之间 她忽然意识到 得早点给孩子起名字 免得到时候难以抉择 晚上她去书房找秦宇 秦宇正坐在窗前的沙发上 捧着一本书看着 听到脚步声 她抬起头便看到了姜瑞叔 姜瑞叔走过来 在她身边坐下 这才看清她看的是什么书 诗经 你怎么突然看这个了 她自然而然地伸出手臂 揽住她腰身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字 给孩子起名 姜瑞叔看她那么用心 觉得比陆三强多了 但一想到 莫黄黄莫灰灰是她起的名字 又不是很能放心 我就想跟你说这事呢 她把陆三给女儿起名的事 跟她说了一遍 我觉得 我们也该给孩子起名字 陆三想让女儿 叫陆宝宝的事 她也知道 陆三还特委屈 跟她抱怨 叫陆宝宝哪儿不好 一听的是一个充满爱意的名字 这名字一听 就是一个可可爱的女孩子 秦宇都不想说她 也不知道她哪儿来底气 觉得好听 她放下书本 问姜瑞叔 你有什么想法 我还没有 不过我觉得 名字要有内涵 要顺口 但是不能复杂 也不要生辟字 也不要太大众话 容易重名 秦宇看着她没说话 这么看我干嘛 姜瑞叔被她看得 以为自己哪里不妥 想法很好 就是要求有点高是吧 姜瑞叔知道自己要求高 但名字要用一辈子 好听的名字 对孩子也是有好影响的 她看完看秦宇手边的诗经 那你有没有想法 暂时没有 姜家取名有讲究吗 秦宇想到一点 她这么一问 姜瑞叔倒是想起来了 我们家有字呗 到我们的孩子是井字呗 不过从我这一辈开始 就不大讲究了 所以就好 你是氏字呗 你怎么知道 你堂弟叫氏林 村里跟你同辈的 很多人的名字 中间都是氏 你本来应该叫姜氏什么的 奶奶是不是跟你说什么了 她怀疑 没有 我本来是应该叫姜氏什么的 说起这事她就没好气 我听我妈说 我出生的时候 奶奶想给我起名叫姜氏花 姜氏花 嗯 秦宇顿了一下 突然憋过脸 姜瑞叔把她脸掰过来 果然看到她翘起的嘴角 奶奶起名挺可爱的 秦宇一本正经的 你要是不笑 我还能勉强信你 姜瑞叔对她说的字 一个都不信 不过不介意把过去 跟自己有关的事 分享给她 实际上她也很想吐槽 唉 老人家没什么文化 知道什么词就祖上了 我们曾有几个女孩子 叫嗜草嗜菊嗜河什么的 奶奶觉得人家 都是某一种花 我直接叫花 就比人家要厉害 但是我妈觉得 花花草草的名字不好听 没答应奶奶 然后给我起了 现在的名字 妈妈起的名字很好听 妈妈说她差点 把字典翻坏了 才取好了名字 希望我是一个 既可爱又会读书的女孩子 秦宇清吻的秀发 低声呢 你是 江卫书地眉一笑 靠着她怀中 给她双臂揽住 她伸手拿起诗巾 慢慢翻起来 官官居鸠 在河之中 窈窕 窈窕这个词怎么样 如果是女孩子挺合适的 江窈窕 秦宇垂眸看她 没有表露车喜欢 江卫书念了一遍 便觉得不大对味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可我有女儿的话 我不希望她只是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也不算什么 秦宇淡淡笑了笑 她亦如此 乐之君子 福吕成之 乐君 适合男孩子 也不错 她又发现一个名字 但没等秦宇开口 又自己否定了 可以是可以 但感觉还差那么一点 没戳到我心里 豪之夭夭 灼灼灼 祈华 寓意不够 敬女 其疏 嗯 不行 江卫书把一本诗经翻完 不是觉得寓意不够 就是觉得不好听 最后勉勉强强选出几个字 却觉得有点差强人意 吐槽这个像玛丽苏女主 吐槽那个像古言男配 反正没有很满意 清语好笑 我倒有个备选 她全程没有吱声 江卫书还以为 她都没有中意的 也问她 叫什么 江仪 怎么写 她拿起她手 双臂一圈着她 在她掌心写了一个仪字 她恍然轻念 江仪 嗯 仪是一家 江卫书想起刚刚看过的诗篇 不只是诗经中的意思 做本意解 本意是什么 菜肴或寄命 意为有饱饭且有肉吃 生活富足惬意 隐身意为相宜事宜 想宜什么就宜什么 想宜什么宜什么 江卫书有点想象 是她格局小了 原来这名跟龙傲天使的霸道牛气啊 那不如叫江云 直接是人生赢家 秦渝看着她 你觉得好听 自然不如江仪好听 这两个字组合在一起 听着简单普通 但仔细一品 挺有味道 而且男孩女孩都可以用 为人父母 自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可若不能 也希望孩子做个善良的人 一生顺遂 喜乐安康 感觉到她的全权爱意 她闻耳一笑 那我们的孩子 就叫江仪吧 夏季悄悄来了 怀孕三十九周的时候 江卫书除了肚子明显 几乎没有变胖 从背影都看不出她怀孕 同事们羡慕不已 纷纷要她交出保养秘籍 因为身体情况稳定 她也没有提前住院 原想着处理完手头 最后一个案子在休息 没想到跟当事人见面的时候 她突然感觉一股热流 从身体里源源不断流出 江法官 当事人见她突然终止谈话 我又叫出声 她抬头 看着当事人微微笑了笑 抱歉 今天的会面先到这里 当事人一愣 发生什么事了 我羊水破了 得先去一趟医院 你的案子 我会交集给其他法官 尽快为你处理 你不用担心 另外 能不能请你帮我个忙 到外面帮我随便 叫个同事过来 好的 当事人转身就跑 与此同时的拿出手机 先打电话叫司机过来 随后给秦宇打电话 秦宇那边几乎秒接 别说 江卫书轻轻喘着吸力一声 在这短暂的停顿中 那头也是一片安静 江卫书却感觉到 他已经有所察觉 便直接告诉他 我羊水破了 那边呼吸突然乱了一下 现在司机过来接我 你给爸爸和爸妈打电话 还有范阿姨 他知道带什么东西去医院 他镇定地交代 好 我待会儿给你打电话 知道他担心 江卫书轻声呢 没事 才刚开始 你路上注意安全 两人没有多说 迅速挂了电话 司机很快赶来 路上还好 当医院没多久 公诉便开始 没一会儿就疼得浑身是汗 瑞叔 瑞叔 他睁开眼 便看到一身西装革履 不停喘气的秦宇 他额头渗出细密的汗珠 满脸带游看着他 看到他江卫书的心落了下来 刚要开口 突然一阵宫缩让他咬紧牙关 过了一会儿缓过气 才小声到 你来了 秦宇看江卫书疼得冒冷汗 恨不能以身相替 却无能为力 只能紧紧握着他的手 对不起 江卫书哑然一笑 我不想听你道歉 我爱你 江卫书的心瞬间被击中 软得一塌糊涂 红着眼睛 笑着轻声闹 我也爱你 我爱我们的孩子 我也爱我们的孩子 我爱你们 我也爱你们 他也会爱你 他也会爱你这个爸爸 他会是个可爱的孩子 嗯 我相信 我们会看着他长大成人 我知道 你会是个好爸爸 你也会是个好妈妈 我会努力 你一定能做到 你这么缺席吗 对你我可以交付所有的信任 疼痛开始加剧 好在没多久 医生给他打了无痛分娩针 缓解了许多 振痛持续到深夜 宫口开到八指 医生不再给他打针 但好在分娩很快也开始了 张亚廷说生孩子的时候 痛得在医院裸奔都不会觉得羞耻 当时觉得好笑 轮到自己的时候 姜未叔只想哭 不过裸奔的话 那还是不行的 好在这个过程没有持续太久 一阵撕裂般的疼痛后 他突然感觉身体一清 有什么东西从身体里滑了出去 轻量的啼哭声在产房里面响起 哭得可真有劲 姜未叔有气无力地喘息着 唇角移出浅浅的笑意 过了一会儿 医生把一个红彤彤皱巴巴的小猴子 抱到他面前 他终于看清自家小猴子性别 是个小姑娘 好丑 医生和护士都笑出声 刚出声的孩子都这样 过几天就好看了 姜未叔心软成一团 凑近女儿的脸颊 轻轻地亲了一下 大概是不高兴妈妈说自己丑 小姑娘用力蹬蹬腿 小胳膊腿可有劲了 小拳头打在他脸上 他忍不住笑的 姜未小朋友 我是你妈妈 欢迎你来到这个世界 铲房外 秦玉和姜明德 听到啼哭那一刻同时站起来 大步冲到铲房门前 但这扇门没有打开 秦玉看着很镇定 仔细看就会发现 他整个人都是僵硬的 跟个标杆似的立在铲房前 一动也不动 姜明德却十分急躁 来回走动 晃得分啊一眼就闹花了 伴随着一声轻微的响动 铲房的门终于打开 护士抱着一个 小小的团子从里面出来 三个人连忙围了上去 恭喜生了个小公主 我妻子现在怎么样 秦玉和姜明德同时问 姜女士情况稳定 但还需要做一下观察才能出来 两人同时松了口气 这才把目光放在孩子身上 小家伙皮肤还有点皱巴巴的 闭着眼睛 拽着小小的拳头 难以想象她以后会长成什么样子 可是这个愁愁的小家伙 却叫人越看越喜欢 这大概就是血缘天性吧 姜明德想起女儿出生时 也是这么小小的一只 也是这样红彤彤皱巴巴的 但很快就长得白白净净 眼睛又圆又亮 很讨喜的一个小姑娘 一眨眼她已经长大成人 也当了妈妈 秦玉不是第一次见到刚出生的孩子 姑姑生月文和雨同时 她在医院看到了 出道人世的表弟表妹 那时并没有太深刻的感觉 只是长辈们高兴 她也为长辈们高兴 但此时此刻 她忽然明白姑父 为什么看到孩子会哭 那种血脉的牵引 只要看到便会感动 这是她和姜未叔的孩子 她抬头看向产房里 但什么也看不到 也听不到熟悉的声音 不知姜未叔此时此刻怎么样 或是让他们看了一会儿 便要把孩子抱回产房 过了将近一个小时 产房才再次打开 姜未叔被推了出来 外面三个人连忙围上去 却见她躺在床上 闭上双眼 三个人吓了一跳 连忙问护士 她 护士见他们反应 就知道他们误会了 有点好笑 小声说 睡觉了 她实在太累了 又是大半夜 跟孩子温存了一会儿 便直接睡了过去 这是姜未叔 缓缓睁开一条眼封 看到模糊的人影 但是她知道那是谁 秦玥 他声音含糊不清 还没有完全醒来 秦玉轻声摸了摸 他树路的额发 轻声应当 哦 我在 看到孩子了吗 看到了 辛苦了 有点丑 别嫌弃啊 秦玉轻声笑了 不嫌弃 嗯 说完 姜未叔没吱声 秦玉看他疲惫的睡眼 低头吻了吻他额头 有我在 放心睡吧 他轻轻摁了一声 安心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 姜未叔睁开眼时 便看到满脸欢喜的 邱文静和秦润之 他们接到秦玉电话 便连夜从京城赶来 夫妻俩对新鲜出炉的孙女 爱不释手 围着妖儿床 夸个不停 只是两个人都对 带孩子不在行 最后还是在 范阿姨指导下 动作僵硬地 分别抱了孙女 姜未叔把女儿 打量一番 小家伙没有昨晚 那么皱巴巴了 但还是有点丑 但这么个 丑丑的小家伙 姜未叔就觉得 怎么也看不够 而且他发现 自己点亮了新技能 以前他看别人说 小孩哪里像爸爸 哪里像妈妈 他一点都看不出来 但现在 却能从姜姨小朋友 还没有展开的小脸蛋上 看出哪里像谁 眼睛闭着看不出来 脸型有点像自己 鼻子和嘴唇像秦玉 秦玉这两个地方 都长得很好看 这孩子挑了爸爸的 优点遗传 张亚婷和陆斯安 来医院看他 也说孩子长得好 姜未叔还想不出 姜姨小朋友 能长成什么样 不过女儿像爸爸 一般长得还行 你们给孩子 起了小名吗 秋文静忽然问 姜未叔摇头 还没有 起名字可太难了 爸妈 你没有什么想法吗 你爸爸呢 孩子随妈妈姓 秋文静和秦润芝都没意见 不管姓什么都是他们的血脉 孩子们高兴就是了 姜明德觉得他们有所牺牲 所以给孩子起名字 便没有猜 我爸说看你们的想法 秋文静和秦润芝 把目光投向憨睡的孙女 小家伙还握着拳头 瞧着十分有劲 叫人越看越喜爱 嗯 满满 秦润芝想了想 叫满满 怎么样啊 秋文静一听就懂丈夫的想法 这人起名实在不咋地 光看他那些研究成果 全是叉叉几号就知道了 不过满满倒是挺好听的 算是超常发挥了 笑的 我觉得可以 你们觉得呢 姜未说看了看女儿 很睡有劲的小胳膊小腿 也差不多get到这个名字的意思 满满 听起来就是一个可爱的小姑娘 秦润也没有意见 于是便这么定了下来 秦润芝在S室待了三天 便赶着回京 秋文静多留了两天也要走 手底下一大堆是 实在是无法离开太久 不过他们约好孩子满月的时候再来 秦润则比他们要自有许多 他直接请了长假 跟陆三说要休产假 至于休多久 先休个半年看看吧 陆三很无语 这是半年后还要再看呢 不知道的还以为生孩子的是他呢 小孩子见风就长 一天一个样 有时候姜未叔上班回来 就觉得女儿又长大了一点 有时候姜未叔都怕时间太快 自己还没有做好准备 孩子就长大了 这时候他不免有点羡慕秦润 秦润带孩子的时间 比他要多很多 一岁的时候他才开始恢复工作 但也不是以前那么忙了 大多时候都会准时回家 如果一段时间很忙 忙完后他就会休息一阵子陪孩子 妈妈也特别黏秦润 会走路后每天傍晚听到外面门响 就跑到门口等着 一双圆溜溜的眼睛盯着门 嘴里爸爸爸爸叫个不停 偶尔秦润出差两天 妈妈晚上就会到处找爸爸 先从书房找 因为爸爸晚上经常会在书房里 然后去主卧找 从床上找到衣橱再到洗漱间 再找不到就满屋子叫爸爸 叫得憋涕有多伤心可怜了 叫得姜卫叔又心疼又吃味 姜明德在家时间也多了 姜卫叔感觉满满出生后 自己在他爸那儿就失宠了 以前他爸时不是会问他缺不缺什么 现在只会问满满喜欢什么 然后买买买 有时候也会给他买礼物 但那都是给满满买的时候顺便带的 姜明德还经常带满满出门 有时候还会带他去上班 话都还不会说 就坐过董事长的宝座 大概是从小见过大场面 满满性格很外向 会说话后一张小嘴就嘚叨个不停 姜卫叔去听 却大部分是听不懂的 唯一能跟他无障碍交流的 是陆三家的陆宝宝 陆宝宝一向不喜欢和比自己小的孩子玩 却很喜欢跟满满玩 两小只在一起就会咿呀呀说个不停 说上半天都不嫌累 陆宝宝三岁时要上幼儿园 陆三早早跟女儿说了这件事 陆宝宝听说 幼儿园很多小伙伴喝玩具 就想叫做自己最好的小姐妹一起去 陆三心里酸得不行 有什么好的就想着小姐妹 都没想着爸爸 满满早知道陆宝宝会来 一听到动静就光着脚丫子 跑出来 人还没有见到就大声的喊 宝宝 陆三怀里的陆宝宝也叫起来 妈妈 陆三连忙把女儿放下来 满满跑到陆宝宝的面前 又叫了声宝宝 咯咯笑起来 满满叫叔叔 妈妈对陆三很熟悉 乖巧地叫了一声 叔叔 还有我呢 张雅婷弯下腰 妈妈还记得我吗 阿姨 哎 妈妈真乖 张雅婷默默她的小啾啾 妈妈对她露出一个大大的笑容 随后用试探的目光 眼巴巴地看着姜未叔 姜未叔知道 她想跟小姐妹分享新玩具 笑的 嗯 玩去吧 看妈妈十分熟忍地 招待自己女儿 张雅婷感慨 妈妈感觉一下子长大了很多呀 我记得上次来 她说话还没这么淋漓的 就是有几天一下子会说很多话 然后就越来越会说了 这倒是 小孩学东西很快 一旦学会了什么很快就能掌握 张雅婷很有感触 女儿从婴儿长成会说会跳的小可爱 好像也不过是那么挤顺的事 这一眨眼就要去上幼儿园了 这边大人说着 陆宝宝也跟小姐妹说了自己要去幼儿园 那是什么 妈妈没有听说过 爸爸说 幼儿园 有很多小朋友 很多玩具 我们一起去好不好 陆宝宝拉着妈妈的手 游乐园 妈妈想起平时爸爸妈妈带自己去游乐园 也有很多小朋友和玩具 是幼儿园 不是游乐园 陆宝宝纠正 妈妈歪着脑袋 那不是游乐园 陆宝宝一想 对哦 游乐园有很多小朋友和玩具啊 他转头看陆三 陆三仿佛装了雷达 立即察觉到女儿的视线 露出慈爱的微笑 宝贝女儿是不是想跟爸爸一起玩呀 谁知道下一刻陆宝宝撅起嘴 哇的一声哭出来 爸爸又骗我 陆三满脸问号 陆宝宝仰头哇哇 好着 真的是听着伤心 闻着流泪啊 妈妈见小姐妹哭了 现实一愣 慢慢瞪大眼 突然嘴巴一别 以哇哇哭起来 顿时大人们手忙脚乱 哄孩子 好在两个孩子都不难哄 过了一会儿就不哭了 就是眼睛哭得通红 小脸失路 叫人心疼 哄好孩子张亚婷瞪了眼 惹哭孩子的罪魁祸首 意思是你又干什么 不当人的事了 陆三都不知道 这口黑锅怎么背在自己身上 蹲在陆宝宝面前 委屈爸爸的问 宝宝啊 爸爸什么时候骗你了 爸爸没有骗过你呀 明明 幼儿园跟幼儿园是一样的 你 你骗我去幼儿园 是不是就不给我去游乐园了 陆宝宝抽抽哒哒说着 越想越伤心又想哭了 陆三连忙成亲 幼儿园不是游乐园 爸爸没有骗你 幼儿园好怼小朋友喝玩具 游乐园也好怼小朋友喝玩具 爸爸骗人 妈妈在旁边给小姐妹鼓劲 骗人 坏爸爸 陆宝宝嘴巴一扁 眼看又要哭 这时妈妈似乎下了很大决心 拉着陆宝宝到秦玉的面前 我爸爸不骗人 你换个爸爸吧 张雅婷一口茶喷出来 喷到了陆三的身上 陆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顾不上老婆的失态 不可思议看着秦玉 好你个秦玉 自己有女儿还不够 要抢她的 秦玉懒得理她 抱起女儿 不约 我们不约 乔业书差点笑贪了 陆三这是造了多大孽 小姐妹俩都给她扎刀子 不过满满显然是下了很大决心 要知道她平时最黏的人 就是秦玉 把爸爸都分享给小姐妹 那牺牲可大了 心痛又纠结的表情真可爱 她忍不住从秦玉怀里抱走满满 摸摸她小脑袋 轻声呢 满满 爸爸不能随便换的 而且换不换爸爸 你要先问宝宝呀 万一宝宝不想换爸爸呢 而且你还要问爸爸 万一爸爸不想做别人的爸爸呢 妈妈看着陆宝宝又看着秦玉 一是没有明白 姜卫书给她举例 你看啊 如果宝宝觉得她的妈妈很好 想让你换她的妈妈做你的妈妈 你愿意吗 妈妈连忙抱住姜卫书脖子 不换 不换不换 姜卫书轻抚她后背 妈妈只是给你取个例子 你帮助别人之前 要先问问别人的想法 是不是 妈妈似懂非懂 不过要先问宝宝 她懂了 宝宝 你要不要换爸爸呀 陆宝宝看着陆三 对上陆三可怜爸爸的眼神 最后摇摇头 爸爸虽然骗人 但还是我的爸爸 你爸爸不是我爸爸 陆三一把抱起女儿亲了一口 哎哟 好闺女 那就不换了吧 满满大大松了口气 把她家逗乐了 小姑娘明显是不想把爸爸分出去 说完她看着陆三 乃生乃气的说 叔叔 骗人是不对的 不能骗人 陆三没想到自己有一天 会被一个小豆丁劝不要骗人 叔叔没有骗人啊 叔叔可以解释 张雅婷哼笑了声 是没骗人 就是为了哄孩子去幼儿园 偷换概念呗 陆三连忙给张雅婷使了个眼神 别拆她台 明明在家时答应得好好的 谁知来江家一趟就翻车了 江蛮们真是跟她爸一样会坑人呐 爸爸是说了幼儿园 虽然有很多小朋友和玩具 但是除了小朋友和玩具呢 还有老师 老师会教你唱歌跳舞做游戏 还有很多很多好玩的事情 比游乐园好玩多了 陆三语气充满了诱惑 陆宝宝用自己小脑袋官想了想 好像是有点不一样 听起来比游乐园更好玩 那满满跟我一起去吗 满满还太小 要等明年 不过周末的话 你们可以一起玩啊 陆宝宝很想去更好玩的地方 但又舍不得小姐妹 在两者之间纠结了一小会儿 很快做出了选择 坚定的 那我就等明年 跟妈妈一起去 哎哟 小姐妹情理尽尖呢 陆三耐心地给女儿解释 那宝宝 你年龄到了 就要去幼儿园 就像咱们家楼下 那个土豆哥哥 他也要上幼儿园的 可是他家的彩虹妹妹呀 要等到明年 才能去幼儿园呢 爸爸也去幼儿园吗 爸爸不去 爸爸小时候去过了 陆宝宝怀疑地看着爸爸 他觉得爸爸就是想 拆散自己和小姐妹 骗自己去不认识的地方 小姑娘的表情太明显 简直可爱死了 家卫叔忍均不禁 你骗了孩子多少回啊 没等陆三骗解 张雅婷切他老底 他最喜欢逗孩子了 你们不知道 他给宝宝吃药 不是装可乐罐里 就是装成奶茶 搞得宝宝都不信他了 陆三觉得自己比豆鹅还远 我要是不是那么哄着 宝宝能乖乖吃药 还不是你惯的 每次我要严肃点讲道理 脸刚板起来 你就把孩子抱走 搞得我像反派 张雅婷没好气的 我是怕你吓到宝宝 你黑着脸多吓人呢 我都害怕 陆三嘀咕 张雅婷眉毛一竖 你还有理了 你们看你们看 又有熊人了是吧 陆三抱着女儿 一副保护的姿态 但到底是保护女儿 还是拿女儿 做挡箭牌就不知道了 江卫叔和齐鱼 已经习惯他们这样扮嘴 这两口子跟猫跟老鼠似的 每天吵吵闹闹 你来我往 嘴上吐槽的厉害 时机一乐在其中 他们才不掺和呢 陆宝宝仍然没有放弃 叫满满一起去上幼儿园的想法 在她的小脑袋瓜里 好玩的地方就要跟小姐妹一起去 但是满满太小了 江卫叔和秦玉都不想她这么小上幼儿园 只能跟陆宝宝宝说抱歉 陆宝宝是个乖孩子 知道满满不能跟自己一起上幼儿园 虽然难过 但是没有闹 小姐妹俩约定了一年后 再一起上幼儿园 这场风波才算过去 小卫叔一直知道 秦玉是个很有耐心的人 不过她的耐心分情况 譬如工作上 她对自己和伙伴的要求都很严格 容错率很低 但是在摩方案和细节的时候 她又表现出超出寻常的耐心和毅力 可以反复推翻重做 没有一点的怨言 直至做到最好 对不懂事的孩子 她也有超乎寻常的耐心 满满上在墙堡中只会哭闹时 有时候姜卫叔都会觉得烦躁 秦玉从来没有对女儿表现不耐 对其他小孩也同样十分宽容 遇到哭闹的陌生小孩 她也不会黑脸吓唬人 所以姜卫叔一直觉得 秦玉对小孩温和又耐心 有一天跟张雅婷夸秦律师脾气好 张雅婷一脸微妙地看她 你不知道你家秦律师的凶名 她说秦玉在外凶名远扬 只要她一出现 就没有人敢跟满满抢玩具 这怎么可能 可张雅婷也不会胡说呀 于是她抱着疑问 问秦玉是不是会凶人家小孩 秦玉淡淡呢 我又不会骂小孩 她一想也是 至于打小孩这没品的事 她更加不会做 但没想到很快她就知道了 不打不骂不等于不凶 那天周末张雅婷邀请他们一家三口 到家里做客 楼下有个小型游乐场 周末正好做活动 他们可以先带孩子玩一会儿 再到家里聚餐 他们跑到游乐园的时候 里面有不少小朋友在玩 最吸引人的是泳池里面的泡泡机 源源不断的泡泡涌出 尖叫和笑声阵阵响起 妈妈还太小 江卫叔和秦玉没带她去游泳池那边 就在旁边玩别的 木马卡丁车这些玩了一遍 妈妈一直盯着滑滑梯 显然眼馋了 可是滑滑梯的人气也很高 好不容易等到人少了 就有个小胖堆坐在滑梯上面 他也不滑下来 一副要在滑梯上睡觉的样子 其他小朋友也想玩 但是又拿小胖堆没办法 只能眼巴巴地站在旁边看 家外一说皱眉 往四周看了看 这谁家孩子也不管管 谁知这时 秦玉抱着满满走到滑梯 跟前跟小胖堆说 你下来 小胖堆或许是在家里 霸道惯了 对他翻了个白眼 换了个姿势继续躺 小胖你快下来 江满满爸爸好凶的 旁边有个年纪稍大的小女孩叫 但是小胖堆知若罔文 仿佛天王老子来了也不让 秦玉把满满放下 踏上滑梯 在所有人吃惊的目光中 直接把小胖堆拎了下来 放开我 小胖堆立刻哭闹 爷爷 有人欺负我 附近一个悠闲的老爷子 台萌往这边看了眼 没挨打 便又收回目光 装作没听到 小女孩在旁边大声地嚷嚷 我就说他爸爸很凶的啦 你还不信 追回好了吧 你跳起来都打不着人家 小胖堆哭得更大声了 秦玉面无表情抱起满满 放到了滑梯上 终于玩到滑梯的满满 哥哥笑起来 跟小胖堆的哭声 形成了鲜明对比 目睹一切的姜卫书 默默点赞 厉害了 秦女士 滑梯事件后 姜卫书再也不担心 满满出去玩会被欺负 但很快 他又担心起另外一件事 那就是给孩子讲故事 秦玉那些黑暗童话 他至今记忆犹新 他不希望孩子那份 童真幻想被破坏 因为这是人生中 最美好单纯的阶段 当他提出这个质疑的时候 秦玉看着他 突然伸出双臂 将人一把捞起 暗在怀里狠狠欺负一番 这才松开 姜卫书扒拉开凌乱的头发 躺在他腿上 仰面看着他 你这是打算用暴力 镇压质疑啊 你的质疑毫无道理 你忘记你送我的俄罗斯 套完了 那不一样 我听小许说 你以前也给他们 讲过黑暗童话 我说的是现实 现在要给曼曼讲故事 不是现实 秦玉唇猫看他 突然伸手弄弄了 他刚刚女孩的头发 姜卫书捂着头 还没说什么 突然眼前一花 被他推着坐起来 给孩子讲故事 姜卫书先是一愣 随后连忙起身追上去 麻麻刚洗完澡 小家伙被洗得香喷喷的 看到爸爸妈妈 马上伸一手要抱抱 秦玉一把抱起女儿 一只手托起他小屁股 让他趴在自己怀里 曼曼蹭蹭爸爸的肩窝 开心地咯咯笑起来 看着父女俩亲密又自然的互动 姜卫书心头一片柔软 秦玉这个爸爸 给了女儿全新信赖的底气 而秦玉也得到了 女儿最纯粹的爱 父亲俩带曼曼回卧室 一家三口同住一层 但三岁开始 曼曼开始独立睡觉 为了缓解他情绪 姜卫书每天睡前 会给他讲故事 哄睡觉 妈妈 今晚讲什么故事呀 曼曼眼睛眨巴眨巴地 看着姜卫书 姜卫书看了看秦玉 秦玉坐在床前轻声道 今晚爸爸给你讲故事好不好 曼曼眼睛一下子亮了 真的 姜卫书笑了笑 嗯 真的 爸爸爸爸 你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曼曼一脸的期待 白雪公主的故事好不好 曼曼连连点头 嗯 爸爸快讲吧 秦玉拿起平板电脑 找到睡前故事 抬毛看了她曼曼 父女俩相识也笑 她放低雨调 唯一唯到来 延冬时节 鹅毛一样的大雪 在天空中倒出飞舞 白雪公主来到一栋小木屋前 发现了桌子上放着七个盘子 每个盘子上都有面包和一些其他的食物 在森林里走了一天的她又渴又累 看到这些食物就更饿了 便顾不上这些食物是谁的 拿起面包吃起来 嗯 这些食物是谁的呀 七个小矮人的 白雪公主吃七个小矮人的东西 七个小矮人知道吗 当时他们不在家里 嗯 他们出门了 对 他们怎么不把门锁好呀 可能忘了 七个人都忘了 记性好差 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 秦玉笑了 对 出门前应该先关好门 满满不要跟他们学哦 满满哼哼 我才不跟他们学呢 我记性好着呢 也不要学白雪公主 陌生人的东西不能吃 拿别人的东西 也要先问过别人才可以拿 我知道啦 爸爸 后来呢 秦玉玉继续往下说 王后装成老太太 来到七个小矮人的住处 敲门喊道 卖杂货 好多的杂货 白雪公主见老太太不像坏人 就打开门 让老太太进屋了 啊 她让陌生人进屋呀 王后又装成一个老太婆 带着有毒的梳子来到七个小矮人的住处 白雪公主打开一条缝 白雪公主看到梳子很漂亮 在王后的花言巧语下 接过梳子 白雪公主怎么能要陌生人的东西呀 王后这次装成农妇卖苹果 白雪公主好笨哦 被骗了两次了还不长记性 她也太贪吃了 卿玉摸摸她小脑瓜 满满说得对 所以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什么道理呢 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的东西 不能让陌生人进屋 不能贪小便宜 不能 满满掰着手指头数 不然会倒霉 强烈说无语 厉害了秦律师啊 童话故事变防天教育 可能是第一次听爸爸讲故事 满满很兴奋 一直讲了好几个故事才睡着 你给我讲童话怎么就那么黑暗啊 明明讲的也可以啊 虽然童话故事变成了另类安全教育 但总好比黑暗童话要强 贾卫书觉得他以前是故意的吧 秦玉看他一眼 你又不是孩子 所以你是故意的啊 秦玉驻足 贾卫书随之停下脚步 嗯 秦玉低头一笑 就是想逗你玩 或许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对姜瑞书已经不一样了 还没有情愫 但已经不一样 满满一岁半石便收获了这辈子最好的朋友 陆静如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 他都以为小姐妹叫陆宝宝 陆静如自己也这么一位 以至于上幼儿园时老师叫他陆静如 他觉得老师很不聪明 都说了他叫陆宝宝 怎么老叫他陆静如 明明他的大名叫陆宝宝 小名宝宝 就像满满 大名叫江满满 小名叫满满一样 后来他跟满满说了这件事 满满猜测老师是不是不会认人 不然怎么总是叫错人 陆宝宝小朋友身以为然 第二天他一本正经的再次告诉老师 他叫陆宝宝 不叫陆静如 还送了张照片给老师 不要再认错人了 老师无语 这件小朋友真是太难带了 无数次纠正无果的老师 最后只好给家长打电话 让他们告诉陆宝宝 他到底叫什么 常亚婷笑到打鸣 回头跟江委书说了这事 江委书才意识到 满满不会也不知道 自己大名叫什么吧 这就尴尬了 听到妈妈说自己大名叫江仪 满满恍然大悟 原来他有三个名字呀 满满 江满满 江仪 人怎么会有这么多名字呢 不过爸爸妈妈的名字似乎更多 妈妈叫爸爸的称呼可多了 有时候叫秦律师 有时候叫娇娇 还有时候叫甜甜 老公 宝贝亲爱的 五六七八个呢 自己才三个 不算多 妈妈很遗憾 不能和陆宝宝一起上幼儿园 尤其是陆宝宝经过短期的不适应后 很快在幼儿园路不思数 每次视频从 好想跟你玩呀 变成了 幼儿园好好玩 虽然陆宝宝保证 以后不管认识多少小朋友 最好的朋友还是妈妈 但陆宝宝这个小猪蹄子 挂在嘴边的人 渐渐变成了别人 好在满满很快认识了新朋友 只有少数时间 才会想起陆宝宝这个老朋友 如果不是两家家长经常周末小聚 他们的塑料姐妹情 可能就要无疾而终了 当满满上幼儿园 他们的友情才有如胶似气 这时候陆宝宝有了新的烦恼 因为爸爸妈妈问他 想不想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妹妹不是有现成的吗 他有满满这个小姐妹了 满满班里有个肉乎乎的小豆丁 会甜甜的叫他静如姐姐 这样的弟弟他也很想要一个 但是妈妈说不能保证 一定给他生个弟弟 好在一年后 他如愿有了个弟弟 但很快陆宝宝就后悔了 弟弟生的好丑啊 好想退货 满满去医院丑丽 嗯真的很丑 张阿姨和陆叔长得这么好看 宝宝也长得好看 怎么弟弟生这么丑啊 可能你爸爸妈妈生你的时候 把长得好看的地方都给你了 嗯弟弟就没有了 弟弟这么可怜 我们不要嫌弃他 满满安慰小姐妹 陆宝宝常常叹了口气 弟弟是他许愿要的 再丑也得认 不过很快 有弟弟的新鲜感 让他忽略掉了长相这个问题 当弟弟变得白白胖胖 他对弟弟的喜爱直线上升 但他对弟弟的感情可谓是一波三折 当新鲜感消失 滤镜退去 他发现弟弟什么都不会 不会说话 不会走路 连饭都不会自己吃 整天只会哇哇哭 妈妈把他生的这么聪明 怎么弟弟生的这么笨呢 妈妈为了给小姐妹解忧 专门去问了爸爸妈妈 说弟弟长大点 就会像他们一样聪明可爱了 路宝宝解开心结 但马上又有了新的忧愁 弟弟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呢 于是妈妈又去问爸爸妈妈 搞得姜未叔以为 他也想要个弟弟 他和秦宇都没有计划 再要一个孩子 他们有妈妈就够了 但看路宝宝每天 把弟弟挂在嘴边 每天开开心心 热热闹闹 妈妈又三番五次来问 不免有些担心 只有妈妈一个人 会不会觉得孤单啊 妈妈不挤 他白天上幼儿园 晚上陪爸爸妈妈 一点都不孤单 而且他不想要一个 只会吃喝拉萨的 弟弟或者妹妹 路宝宝就是前车之剑 虽然路宝宝大多时候 是喜欢弟弟的 但他还是觉得 弟弟妹妹这种生物太麻烦 当然 要是弟弟妹妹 像自己一样 什么都会 那可以考虑考虑 江卫书又观察了一段时间 确定满满真的对弟弟妹妹 不感兴趣之后 才放下心来 他们倾尽 所有相给满满最好的 如果再生一个孩子 他们也不知道 自己能不能一碗水端平 不让满满受委屈 当父母越久 他越觉得需要投入 和注意的越多 养儿一百岁 常有九十九啊 满满才几岁 他已经觉得自己走过很多岔路 自己经历过的伤心委屈 不想满满再经历 同时又想教他坚强和独立 不做温室的花朵 好在满满这颗小苗 茁壮成长 可能是打小 大厂面见得多 小小年纪就有一份 雷打不动的淡定 很有自己主见 很多时候 陆宝宝都会跟他讨主意 性格也开朗 跟谁都能玩到一起 满满幼儿园毕业那年 晴玉自驾 带他去了一趟藏区 父女俩回来后 邋遢的姜卫书 差点认不出来 晴玉头发长了很多 人也黑了几度 皮肤也粗糙了 姜卫书从来没有见过 他这么糙的样子 满满雪白的小脸上 还有高原红 笑起来一口牙齿 白的发光 像是不知打哪来的小破孩 一双眼睛闪闪发亮 兴奋地跟他分享 路上的见闻 姜卫书能明显地感觉到 这一次归来后 满满比以前要更加独立 以前还有点娇气 但是现在多了几分 不拘小节的随意 日常生活基本不需要 爸爸妈妈插手 父女俩经过这次旅行 关系也更为甚从前 满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都喜欢跟晴玉分享 有时候姜卫书都忍不住 羡慕女儿 他爸爸真是太好了 小时候充满挨的点点滴滴 会成为满满一辈子 珍藏的记忆 即使满满老去之后 再回忆起来 也能重新获得快乐 秦玉很少跟满满讲道理 往往是做给孩子看 给他试错的机会 自己去学会各种道理 他的宽容和支持 给予孩子无限的信任和底气 所以满满对这个世界 表现出了很强的好奇心 和探索欲 他总是精力旺盛 每天要做很多事 譬如观察花园里的 蚂蚁搬家了没 搬去哪 今天有没有找食物 有阵子他对昆虫很感兴趣 一到周末就往家外跑 还自己在家养蝴蝶 有段时间又对星象有兴趣 自己预知了一笔零花钱 买天文望远镜 还跟小伙伴 导过了一个观测小组 每天夜观星象 然后一本证经 跟组员开视频会 交流观测结果 强卫书有时候觉得 家里的小豆丁比自己还忙 想带他出去玩还得预约 但是孩子乐在其中 他和秦玉能做的 就是最大程度 保护孩子的好奇心 支持孩子去做新的探索 用自己的方式 去认识这个世界 秦玉对孩子的想法 大多都会满足 暑假时会带满满去各地看昆虫 父女俩还不远万里 去北美看十七年禅 去非洲大草原 看动物大迁徙 去大西洋观景 去冰岛看极光 父亲俩都奉行 富养孩子 这个富养不在于物质 而是多带孩子长见识 长了见识的女孩子 才不会轻易被浮于 表面的繁华打动 不会被轻易诱惑 以为收几卵玫瑰就是爱情 他们希望女儿能成为 内心坚定坦荡的人 在马曼小学一年级 收到情书的时候 江卫书先是心里咯噔一下 然后把情书看了遍 忍不住笑出来 居然是诗经体情诗啊 小孩文学功底挺强烈啊 他暗戳戳地拍了张照 给秦玉看 初见满满 巧笑倩兮 如星如月 心中欢喜 秦玉眉头紧张 什么玩意儿 你女儿收到的情书 江卫书笑道 秦玉脸色一明 她家白菜还这么小 就猪香拱了 江卫书看她不高兴 连忙劝 你别跟妈妈说的事 晚上我试探一下 看她什么想法 晚上她装作无意间 跟妈妈聊到 幼儿园时 有个小男生说要娶她 还记不记得 妈妈一脸的疑惑 说要娶我的小男生好多 妈妈 你说的哪个 厉害了 江妈妈 你还是外人迷啊 但是我都没答应她们 妈妈 你可别答应 我可不要娃娃亲 妈妈一本正经交代 生怕妈妈给她订个娃娃亲 还知道娃娃亲呢 江卫书好笑 顺势问呢 妈妈不喜欢她们 喜欢一起玩 不等于要结婚呀 妈妈 你喜欢跟陆叔叔玩 也不会跟陆叔叔结婚啊 江卫书连忙捂住她嘴 这话不能让你爸爸听她 不然陆三就遭殃了 接着又严肃地解释 我不是喜欢跟你陆叔叔玩 是喜欢跟你张阿姨玩 陆叔叔顺带的 这叫做爱屋及屋 走 妈妈小咪咪 知道了 爸爸听她会吃醋的 知道还说 江卫书刮啦刮她小鼻梁 那妈妈喜欢什么样的男孩子 妈妈 你今晚好多问题哦 妈妈 你想知道什么呀 孩子大了不很忽悠了 江卫书用开玩笑的语气问 妈妈想知道什么 你都告诉妈妈 嗯 妈妈 我对你没有秘密 江卫书被女儿的甜言蜜语填到了 抱了抱妈妈 留声道 谢谢妈妈的信任 不过妈妈允许你有自己的小秘密 因为妈妈也有自己的小秘密啊 小秘密不是见不得光的事 只是有些事想要一个人享受而已 我们每个人呢 都有小秘密 如果你有小秘密 也可以不告诉爸爸妈妈 任何人问你 你都可以拒绝说出 包括爸爸妈妈 但是 如果你遇到没有办法自己解决的事 或者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都可以跟爸爸妈妈说 就算是做错事了 爸爸妈妈也会帮你弥补改正 而且永远都爱你 妈妈 慢慢把头埋进他怀 妈妈 我也爱你和爸爸 最终妈妈什么都没说 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小秘密 江卫书也没有戳穿女儿 想看他怎么应对 现在孩子早熟 几岁都会秀恩爱 但真要说他们懂什么是爱情 就太牵强了 陆宝宝班里有个小男生 以前还跟妈妈一起玩过 才两年级 换过的女朋友 已经一个巴掌数不过来了 分手理由不是没给的抄作业 就是重新排座位后 距离太远不方便说话了 又或者是觉得一般恋太辛苦 成人手的小女生也难过 嘿 你不跟我好 那我也不跟你好了 又不是没人能好了 江卫书后来知道这件事的后续 还是老师告诉他 老师真要笑死了 因为满满给人批改的措字和语并 把情书还回去 还写了封同样的诗经体回绝信 表示文采不错 希望以后能发挥特长 就是错笔字太多 影响阅读感 好好学习吧 结果把人家男孩子给气哭了 江卫书无语 这张嘴肯定是遗传他罢了 不过满满的注意力 一向也不在男女关系上 江卫书觉得满满应该还没开窍 谁知过了段时间 满满突然问秦玉 爸爸 我以后嫁给你好不好 这话一听就是小女孩 向爸爸表达爱意和肯定 因为喜欢爸爸 所以想要嫁给爸爸 秦玉自然没有当真 但他一向把满满 当成地位平等的小小朋友 为什么 对他的童言之语也十分认真 原问道 我发现外面的男生都没有爸爸 满满掰着手指数 人好的没有爸爸长得帅 长得帅的没有爸爸高 高的又没爸爸会挣钱 江卫书说乐不可知 江卫书小朋友 别的是能依你 但这事不行 爸爸是妈妈的 要讲先来后道 江卫书心里美滋滋 小姑娘 这个男人是他的 一辈子都是 不过江卫书心里有点酸 女儿这是想一辈子 跟爸爸相亲相爱 那妈妈呢 谁知妈妈转头 就抱住了江卫书 那太好了 那我娶妈妈 我也是妈妈的 秦玉脸一下子黑了 笑容逐渐凝固 妈妈每年都很期待放假 因为放假 爸爸妈妈会带她去很多地方 她的寒暑假 大部分是在外面读过的 不过每年至少要去一趟京城 和江卫书老家 如果过年是在京城 那么年后就回妈妈老家 反之亦然 满满很喜欢去京城 因为爷爷奶奶特别宠她 她也很喜欢跟爷爷奶奶聊天 有趣又长知识 而且爷爷奶奶 还会给她买很多东西 不但不用动自己小金库 还能让小金库更为充实 同样的 她也很喜欢去乡下 每次回去都能跟村里小孩 摸鱼接网玩泥吧 江奶奶喜欢给她买 红棉袄花罩身 喜庆又耐脏 泥里打滚都不怕 这下她就更没顾忌了 没几天她就从城里小公主 变成了村里的小翠花 这些江卫书都不在意 孩子养糙点 少点娇气也好 注意安全就行 但是今年 她遇到了新问题 以前满满年纪小 同龄人不会玩 大孩子不爱带小孩子玩 所以满满一直没玩过炮帐 但是今年满满荣生为小学生 也是大孩子了 江卫书最担心的就是满满出去玩炮帐 怕发生意外 虽然她自己小时候不知道玩过多少炮帐 但是自己孩子玩 就跟她当年的爹妈一样 觉得这东西不是个好东西 大人就是这么双标 但是村里小孩人人都有 就满满没有 孩子难免会不开心 满满听话 但明显没有以前那么兴致勃勃了 江卫书觉得闲着也不是回事 想了想 决定带娃和娃她爹 去山里走一趟 去山里挖宝 听说要进山 满满眼睛一亮 整个人散发郁郁郁郁湿的气息 江卫书给她打个预防针 要走山路 还要自带工具 可能会有点累哦 要带什么 现在去吗 小姑娘直觉略过困难 恨不得立马出发 江卫书好笑 收拾好东西就出发 晚饭前回来 这个时候山里还有冬笋 她知道村子后山 菱形分布着竹林 冬闲的时候 附近几个村子的人 就会去找冬笋 有的趁着价高 背到集市上卖 也有的自家吃 鲜脆的冬笋 是冬天里少有的美味 随便煮一锅汤都无比鲜甜 以前江卫书家分到的那片山 也有一丛竹子 江明德每次过年回家 都会去挖点冬笋 但能不能挖到要看运气 去挽了笋子会被别人挖走 这也不能怪别人 长在山里的东西 除了树木不能乱砍 野生野长的东西 都是各凭本事和运气 满满兴致勃勃 去找了把小铲子 又不知道从哪儿 借了个小碑楼 换上江奶奶 给她买的红棉袄 又到厨房里找了点吃的喝的 装到小碑楼里 站在门口 眼睛亮晶晶的看着江卫书 江卫书检查了一下她装备 还挺齐全 走吧 江卫书另外扛着一把铲子 满满那个小铲子 就是让她自己玩的 挖东西就不指望了 而且又换了套运动东装 看着很时尚 肩上却扛了一把锄头 锄头上绑着一个蛇皮带 从出门就面无表情 仔细看有点无奈 但是妻女都兴致勃勃 她只能舍命陪君子 一家三口就这么进山了 后山的山都不高 没什么危险 这个时间山里草都枯了 不过南方很多树木都不会落叶 没有草木凋零的景象 不过江卫书没打算到泰山的山里 就在外围转转 去自己知道的几处长竹子的地方 不过很遗憾 几处冬笋都被人挖了 一家三口在山上转了半天 一根冬笋都没看到 这个世界长冬笋的地方 已经被人过了一遍又一遍 真的需要很大的运气才能挖倒 江卫书有心理准备 没觉得有什么 就是怕满满失望 满满确实有点失望 刚才出门前他还信誓 淡淡跟外公说 保重他晚上吃到自己挖的冬笋 挖不到就要失言了 江卫书也知道他跟外公的承诺 找个地方歇脚喝水 想着除了冬笋 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带回家 你看这是什么 秦玉站在土沟旁定了半傻 突然出声叫他 江卫书看他处在那半天没动 还以为他在站岗警戒呢 文言起身走过去 诶 这爬藤有点饮熟啊 他跳下土沟 扒拉开杂草 仔细辨别了一会儿 还拿手机实图 然后喜滋滋的 是山药 满满听到有东西 连忙跑过来 妈妈 这是什么 山药 也是好东西 江卫书示意秦玉 把锄头和铲子拿下来 满满跃跃跃跃 但江卫书没让他下来 满满 你先待在上面 不要乱走啊 秦玉也跟着跳下来 让他先上去 等他把周围的杂草清理完了 再挖 问清楚怎么挖 秦玉便开始动手 虽然秦玉没有干过农活 但是力气大 很快就顺着腾吻 找到了根部 看到双药漏头 个头不小 估摸着能有几斤 一家人吃一顿没问题 江卫书先把这事告诉满满 今天回家不愁没交代了 随后提醒秦玉 你小心一点 别挖断了 他原以为照秦玉的速度 挖个十几分钟应该差不多 谁知半个小时过去 越挖坑越深 根茎也越来越大 瞧着还没有一半的样子 这真的是山药 江卫书有点疑惑了 有这么大的山药吗 秦玉刮了点皮 确实是山药 夫妻俩面面相去 不会是挖到山药精了吧 他语气慌慌的 秦玉说了个冷笑话 见过后不准成精 跟你开玩笑的 挖都挖了 真要是山药精 我们也得罪了 干脆挖到底 看看射什么东西 妈妈很关心爸爸 爸爸 你累不累 秦玉喝了口水 把水瓶递回去 爸爸还能坚持一会儿 累了再让你挖 那爸爸 我给你唱歌加油吧 秦玉玩耳一笑 好 满满轻咳两声开了嗓 提起大声唱了 咱们 农民有力量 嘿 咱们农民有力量 嘹亮的歌声在寂静的山间回荡 隐约有回声 秦玉就听到 咱们农民有力量这句 在耳边循环 秦玉叔忍了忍 没忍住 冬季日短 江明德看着渐渐暗下的天色 眉头皱起 忍不住打江维叔电话 喂 爸 江维叔那边喘着气 江明德听得心头一跳 你在干什么 我妈宝贝呢 他似乎很忙 很快就好了 我们最多再半个小时就回家了 家里做好饭等我们呀 特别饿 说完 就挂了电话 江明德眉头皱得更紧 什么宝贝挖这么久 他到底不放心 虽说他们这边山里没有大型野兽 但是山里天黑得快 夜间又冷 这要是迷路也够呛 于是他叫上司机 一起往山里走 另一边江维叔挂了电话没多久 终于把埋在土里的大宝贝挖了出来 满满兴奋不已 自己比划了一下 更激动了 居然跟他一样高 江维叔没给他上手 怕他碰了会手痒痒 蛇皮带明显不够长 折断了才好装 单看女儿这么兴奋 秦玉打笑了折断的念头 用蛇皮带裹了一圈 准备整根扛回家 快走到山口的时候 前面突然出现了一群人 这会儿勉强还能看清路 江维叔抬头 便看到前面盈盈绰绰一大群人 还有人打着手电 正朝山口走来 怎么这么多人呢 江维叔觉得奇怪 就听到有人大喊声的喊 明德 你看那是不是瑞瑞他们三个 江维叔听出那是一个本家叔叔的声音 等走近了些 便一眼看到人群中裹着冲锋衣的江明德 一双鹰眼正锐利地 看着他们所在方向 身后跟着一群村里的亲戚朋友 电光火时间 江维叔明白过来 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他爸这是带了一群人来迎接他吗 他浑身一僵 不自觉停下脚步 马曼没有那么多顾忌 远远认出江明德 如小炮弹般冲过去 嘿 别跑 当心摔跤 江明德怕他摔倒 连忙上前接他 马曼小脸被夜风吹得通红 江明德忙摸他小手 好在手暖和 看来没有挨动 这才有心打量他模样 这一看 头上挂着草屑 大棉袄上全是泥印 这哪来的泥猴啊 你去山上打滚了 江明德揶揄道 曼曼哥哥一想 献宝似地拉着江明德 外公 我们挖了大宝贝 江明德跟着 曼曼来到两口子跟前 见人没事 瞪了江卫书一眼 这么大人还没点数吗 出门也不知道回家 江卫书心虚连忙道 爸 你看我们挖的山药 江明德定睛一看 还真挖到宝贝了 哇 好大一根山药 这根山药得有三四十斤吧 哎哟 我还从来没见过 这么大的山药呢 其他人嘖嘖撑气 回家一撑 好家伙 三十五斤呢 江卫书原想把山药 分给在场的亲友 但大家都没要 只是一个一个拍照 说要发朋友圈 给人看稀奇 很快亲戚朋友们都知道 他家挖了个巨型山药 第二天来家里 看着山药的人络绎不绝 江卫书哭笑不得 想着要把这山药摆村口算 还没付诸实际 家里迎来一个特殊的访客 采访 江卫书没想到 这事也能引来记者 记者小哥笑得很喜庆 我是市电视台的记者 听说咱们这儿挖出了巨型的山药 我想过来做个采访 采不采访的无所谓 不过大过年的不好叫人失望而归 便答应了采访 你们挖到的这根山药有多少斤呢 三十五斤 在哪儿挖到的 就我们村后山 那你一个人挖的 我跟我先生 还有女儿一起挖的 记者问完拍了点照 很快就走了 下午妈妈从外面拿了五十块钱回家 说是春婶给的 她给记者报的料 记者给了一百块钱爆料费 粉交易数五十 交易数五一 真的大可不必 一家人都没把这次采访放在心上 虽然妈妈也接受了采访 不过她对上电视没有多大兴趣 不如跟小伙伴们在村里乱窜好玩 一家人很快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谁想过了两天 张亚婷突然打电话来 叫她快去看热搜 交易数莫名其妙 什么热搜 热搜28 你看了就知道了 这女人语气怪怪的 仿佛地打开热搜 就会发生奇妙的事情 江亚婷顺着热搜往下数 很快就看到 村民挖到巨型山药 不是吧 点开视频一看 记者小哥站在他家门口 说了几句开场白 这根巨型山药 就是村民江女士一家挖到的 额 镜头一转 江亚婷的脸便出现在了镜头里 记者介绍他 屏幕左下角字幕 村民江女士 等其遇出来字幕 村民秦先生 村民秦先生 这不是秦律师吗 他什么时候改行了 还有村民江女士 哎呀妈呀 这两口子双双改行 还剩山里挖山货了 应该是回家过年吧 没想到变成了村民秦先生 哈哈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想吃村民秦先生和村民江女士 中的菜 楼上勾胆 是不像文文秦 评论区一片哈哈 还有人 at电视台告诉他们 这不是村民 是大律师和他的法官老婆 电视台很会接梗 说记者小哥哥错失 专访名人的机会 已经哭音在厕所 一下子把热度炒得更高了 江卫书无语 这还不算完 陆斯恩这次还转发到朋友圈 一下子亲戚朋友全知道了 所有亲友群 跟被病毒复制一样 哈哈哈哈个不停 连周教授都打电话问他 什么时候改行的 秦韵那边也差不多 一群看着脑不嫌势大的 还问他卖不卖山药 两个人相对无言 这时 满满脆声声的声音 从楼下传来 他正拿着手机 拍传说中的巨型山药 一脸的骄傲 这就是我和爸爸妈妈挖的山药 是不是很大 没见过吧 哎呀 你们家又不能在村子里过年 我想带你们也带不了呀 小语气别提多嘚瑟 江卫书和秦韵看着彼此 相视一笑 不论如何 什么都比不上一家人 开开心心 年初三 一家三口收拾行李去京城 在傍晚时分到了家 家里正热闹 直到他们今天回家 大伯姑姑小叔几家人都在 作为秦家第三代唯一的孩子 满满一到家就获得长辈们的宠爱 满满嘴巴甜 叫人戏汗得不得了 秦韵感慨的 看到满满 我都想生个孩子了 江卫书看了看 像只小蝴蝶般欢快的女儿笑的 你们两口子都长得好 孩子肯定可爱 他们兄弟姐妹几个 秦叔是个事业狂 有个交往了几年的男朋友 准备今年结婚 姑姑这边 梅月婉已经订婚 梅与童是有稳定交往对象的 但是没有考虑结婚 秦许目前是个单身狗 秦染是前两年结婚的 不过小两口想生二人世界 准备过两年再要孩子 旁边秦许插话道 这话你可别让咱爸听到 他眼缠满满很久了 好不容易盼到咱俩有个人结了婚 结果你又说要过几年二人世界 他不好说什么 但听到你说想生孩子 肯定原地催生 就是他不在我才会说 你可别告诉爸 你跟他说我也不会承认 秦玉这才发觉小叔不在家 不由问了事 去国外了 去国外 这更稀奇了 小叔平时四处浪荡 但逢年过节是一定会在家的 请去随口道 看我妈去了 你妈 秦玉以为自己听错了 当年小叔抱双胞胎回家时 老爷子动了家法 他都没提过孩子妈妈一个字 两个孩子很明显是混血 这些年也没有透露过丁点 而秦小叔很早说过不会结婚 家人不免怀疑这两个孩子是带孕生的 秦玉摸摸鼻子 哥你别这么看我 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我妈是谁 随后将会说秦玉才知道怎么回事 秦许秦染的妈妈不是一般人 现在是某国的外交官 大学时跟秦小叔是同学 两人相恋后因为各自发展分开 后来意外重逢 也就是那时候有了秦许和秦染 不过他也是一个不婚主义 而且试验心很强 不想被家庭孩子牵制 所以孩子出生后就要给了秦小叔抚养 秦玉见两个当事人一副浑然不在意的态度 随后将目光转向不远处 跟满满玩的不亦乐乎的家人 姑妈这事对家里影响不大 便没有放在心上 一家热闹闹吃了顿团圆饭 秦玉叔真的很喜欢这种气氛 夜里落了一场雪 第二天清晨推开门 遍地银庄宿过 满满乐疯了 秦许也是个爱玩的 找了胡萝卜和小桶 乐颠颠欠着小姑娘出门堆雪人 叔之俩玩得不亦乐乎 等秦玉一来 秦许手剑偷袭 嘴里还见兮兮的冲满满说 看他如何挑战他爸爸权威 秦玉哪能容忍他在女儿面前这么挑战自己 很快演变成了打雪仗 姜卫叔出来看热闹 很快被殃及吃鱼 夫妻俩联手 秦许很快不敌 联盟叫秦染援助 结果秦染临阵倒戈 秦许被追得满地乱窜 欢声笑一片 几个人玩得浑身狼狈 被邱文静骂了一顿 这么大的人了 封起来没点数 当然最惨的要数秦许 被邱文静压着灌了很大一碗姜糖水 下午 在魏叔和秦玉去老师家拜年 这些年过去周教授头发又白了一些 但是身体硬朗 没有显露出老胎 王老师还是那么优雅美丽 岁月会在一些人身上留下风尘和狼狈 但有些人留下的却是沉淀和从容 如美酒越酿越香 要不怎么说岁月从不败美人呢 杨教授仍是吉然一身 但是有比邻的老朋友 有满天下的桃李 逢年过节有学生技卦 家里热热闹闹的 一点也不孤单 周明明已经上大学 长成了一个瘦瘦高高的帅小伙 听说在学校里很受欢迎 被调侃什么时候找女朋友 小伙子一本正丁说 35岁以后再考虑个人问题 丑教授立即拿杨教授当反面教材 不要学这个老家伙当大龄单身狗 听到周教授话 杨教授很不服气 单身怎么了 单身自由自在 单身的快乐单身人才知道 两个老头又吵起来 姜月叔和秦鱼都习惯了 吵架如此中气十足 看来身体不错 不用担心 离开这楼下不知何时 堆了几个雪人 白白胖胖 憨态可居 看着雪人 姜月叔突然想起了一桩往事 忍不住笑了声 秦鱼不明所以看她 你知道我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事是什么吗 什么 就是那年在这里浇你一身雪 姜月叔抬头看着秦鱼 然后发现了我喜欢你 秦鱼也想起来了 你那时候欺负我是因为喜欢我 姜月叔笑着推推她 我才没那么幼稚 再说谁欺负你了 难道你就没有还击吗 那不叫欺负什么叫欺负 勿伤不道歉 还拿雪球砸她 又浇她一身雪 假装摔倒骗她 把雪塞进她后脖梗 简直是劣迹斑斑 姜月叔停下脚步 以为伸长道 你想知道 秦鱼一顿 突然有一种不妙的预感 下一刻就见她抬脚狠狠穿在树上 秦鱼转身想跑 可还是慢了一步 追满枝头的鸡血 速速落下 脚了她一头 姜月叔站在几步外 笑得肩膀直抖 秦鱼欺负打一出来 抖掉身上的雪 打不上前抓人 姜月叔有所预料 笑着拔腿就跑 谁知没跑几步乐鸡生悲 脚下吃溜一下 一屁股滑倒在地 来不及爬起 秦鱼已经追上了 一把将她滴溜起来 我 我错了我错了 她麻溜认怂 秦鱼上下打量 她的没有摔坏 摆着一张被冰雪淋过的脸 道歉有用的话 还用律师做什么 姜月叔去他眼 感觉问题有点严重 放人了语气 那你要怎样 按照法律 这种情况应该承担什么后果 具体要看原告是否受伤 严重于否 感情受到严重侵害 伤痕累累 嗯 这问题就严重啊 肯定得赔偿精神损害 还一本正经呢 法官知法犯法 吕犯不改呢 这得最佳一等 姜月叔摸摸下巴 抬头眼眸 挡开浅浅的笑容 不如判无期徒行吧 剥夺所有的爱 给你一个人 终生判给你 清雨眸光深邃 好似星空中的漩涡 要把姜月叔吸进去 不须见性 慢慢的 他低下头 深深攥住姜月叔的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